看这熟悉的球鞋,看这熟悉的帽子 没错,我们今天就来回顾 网球王子第一步 大家好,我是玄书 话说从前有一个来自日本的 天才网球选手月前男次昂 他被称为来自樱花国度的武士 不过他在巅峰时期突然退役 之后他的儿子月前龙马出生了 龙马在短短一年半内 就打遍美国青少年赛 并取得了4.8的成绩 最近他才跟家人回到日本 那天龙马坐车准备去参加比赛 那是四肢木板青少年淘汰赛 车上一个叫佐佐布的人 正在显摆自己的握拍姿势 坐在一旁的龙骑英乃很是苦恼 此时佐佐布被龙马喝吃很吵 随后还被指出握拍手法记错 然后电车就到站了 在车站里英乃给龙马指错方向 等到他奶奶龙骑紧过来时 英乃才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比赛迟到会被取消资格 而龙马因迟到5分钟违规 所以英乃就过去道歉并想请客 结果没有带钱是龙马买的饮料 其实龙马在电车上喝吃佐佐佐布 只是真的觉得他很吵 他并没有注意到英乃也在车上 此时佐佐布又过来挑衅 他自称是16岁以下的种子球员 就是听上去很厉害的那一种 而龙马也不甘失落地提出比一场 因为没有裁判所以他们各自判罚 比赛开始佐佐布发了一个下手球 这是相当轻视龙马的表现 结果立马就被打脸了 15比0龙马领先一球 接着佐佐布认真发球 不过并没有改变什么 龙马很快赢了4球拿下第一局 接下来是龙马的发球局 在龙马第一球发球的分之后 佐佐布就上网截击 由于身高差距龙马暂时落后 不过他用高调球的方式扳回一球 结果第二次高调球的时候 被佐佐布说成是界外球 前面说过这场比赛没有裁判 所以在各自的场里都由自己判断 然而龙马并没有放弃高调球 他用切球的方式打高调球 这就使得球直接停在了场内 不管信不信 佐佐布这下也不好耍赖 很快龙马已经赢了4局比赛 之后佐佐布在击球不中的情况下 将球拍朝着龙马扔过去 虽然龙马受伤了 但他还是不懈的说出那句口头禅 随后龙马继续比赛 这次他一来便是外宣发球 这球会朝着反方向旋转 要是不躲开就会被打脸 佐佐布显然已经被打到怕了 最后龙马获得比赛胜利 那而佐佐布还在嘴硬 此时龙马将球拍换到左手 他其实是个左撇子 而刚才他一直都用右手在打 换成左手之后发球威力更猛 佐佐布吓得直接逃跑 接着时间来到开学的时候 龙马去青春学员报道 青春学员的网球部很有名 而他们的教练正是龙骑锦 龙马自然是要加入网球部的 他在这里节食同一一年级要入部的 水野圣雄 加藤圣狼 和枯尾聪士 话说那天赠选队员基本都去比赛了 结果二年级的荒景就想趁机欺负新生 他要大家玩个小游戏 从远处发球并在十球之内 能够打到罐子的人就会获得 十万日元的奖金 挑战费是一个人两百日元 圣雄圣狼是第一次打网球肯定不行 枯尾自称打了两年 他在第十球的时候运气好擦中罐子 不过罐子并没有倒 接下来就是坑人环节 荒景他们说挑战费是两百日元 但是打一球就要五百日元 随后荒景还叫龙马过去挑战 结果龙马一下就看出问题 因为荒景在罐子里放了石子 所以要击中上面的盖子才行 接着荒景每一球都击中了罐子 荒景这下有点生气了 此时又有一个球击中罐子 来人便是二连级正选队员桃城武 他让荒景不要趁学长不再欺负新生 不过桃城之后叫住了龙马 此时又出现了三个新的角色 他们是英赖的朋友小板田彭香 网球月刊记者锦上手和直杀之 接着桃城想跟龙马比赛 他听说龙马很会外宣发球 然后他们就转拍决定先后顺序 为了早点看到外宣发球 桃城放弃了发球权 这场比赛由枯尾做裁判 龙马在一发失误之后 二发就打出外宣发球 桃城的球拍都被打掉了 井上很差异龙马竟然会这种技巧 然而桃城正在逐渐适应龙马的发球 在第四个发球时他已经能够打回去 不过光打回去肯定是不够的 龙马之后掉了一个短球 桃城没有追上又丢了一球 目前比分40比15龙马还差一球 这时龙马换成了惯用手左手持拍 不过桃城突然放弃了比赛 其实桃城是因为脚顶伤了 所以今天才没有出去比赛 而龙马也看出这一点 他并没有打得太认真 隔天大家正式入队参加练习 清学的规矩是正常情况下 一年级只能减球合作基础训练 二三年级才可以参加正选排名战 而龙马由于出色的球技 以及纳特利独情的性格 很快又被二年级的荒井盯上 那一天正选球员归队参加练习 他们是二年级海棠勋 三年级前真志 大石秀一郎 伯尔周柱 局腕英二 他们的热身练习就是 将各种高调球精准打回篮子里 结果大石有一个球发到龙马这里来 龙马起手就把球打到篮子里 此时荒井很生气龙马太招摇 结果恰好被队长手种国光看到 因为过于吵闹手种发他俩跑20圈 并宣布齐大人开始准备练习 那荒井这个时候又动了歪脑筋 在跑完20圈之后 荒井叫人把龙马的球拍藏起来 并给了龙马一把很旧的球拍 荒井是准备挫龙马的锐气 然后我们的龙马就不爽了 他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学长 此时不二他们没有阻止 感觉大家也想看下龙马的实力 在经历过两个回球失败之后 龙马终于摸青了那把旧球拍 第三球他就利用身体转动打出全球 所以善输者不择比 不二看得都开眼了 荒井很快就被打得丧尸斗志 而龙马的球拍王也破了 此时手种正在教室看着这一切 4月份的队内排名战 他已经安排好了人选 队内排名战是每月举行一次分四组 最后各组前两名共八名成为正选 只有正选才能穿上蓝白特制队服 同时龙马作为一年级正式破格参加 他所在的地主正选队员有海棠和钱 龙马首战以6比0获胜 期间圣狼录制了海棠的比赛视频 他是想给龙马做参考 不过龙马此时却在看网球杂志 这上面有讲解需求的打法 另一边逃成的脚伤已经耗了 他目前拿手的招式是垂直扣杀球 没多久龙马就在比赛中遇到海棠 海棠有个外号叫毒蛇 喜欢戴着头巾 平常不爱说话看上去很凶的样子 接下来比赛开始龙马发球局 他右手迟拍而且没用外训发球 在几个来回之后海棠失误球没过往 那接下来第二球 海棠就使出了拿手招式蛇球 这球来了一个蛇皮走位 龙马并没有反应过来 这一招是在身体中心转移的瞬间 通过大幅度挥拍带出了异常拳球 而海棠的长手臂也让幅度变得更大 接着龙马从右手换层左手 他频繁打出靠近底线的低球 海棠则继续使用蛇球回击 很快双方各胜一局 此时龙马已经逐渐适应了蛇球 然而这争中了海棠的陷阱 海棠是利用蛇球左右调动龙马 通过这样的方式消耗龙马体力 然后再趁机攻击累垮的对手 这就是毒蛇的陷阱 不过嘛龙马的体力好像没有极限 甚至海棠还觉得龙马的球越来越重 与此同时龙马的反击开始了 先内倒的竟然是海棠 龙马目前2比1领先 其实龙马的球速并没有改变 海棠之所以觉得回球越来越重 是因为自己的体力逐渐下降 其原因是龙马一直在打底线低球 这就迫使海棠必须弯下膝盖回击 这个姿势会比平常更加下落体力 现在就看两个人谁先撑不下去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龙马在之后竟然也打出了蛇球 这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其实蛇球就是由蛇球变化来的 而龙马因为刚才看的杂志有交答法 再加上现场还看了海棠的操作之后 他就把蛇球给学会了 之后龙马迎来了自己的赛末点 一记漂亮的A死球 他成功拿下了这场比赛 话说龙马的表现都被井上看在眼里 他很笃定月前龙马 就是月前蓝次行的儿子 隔天井上决定要去拜访蓝次行 同时他还准备了签名卡纸 这个井上是蓝次行的粉丝 不过蓝次行并不在家 他的侄女蔡蔡子说他在后面的庙里 因为庙里的住持出去云游休醒了 所以蓝次行现在在帮忙看寺庙 除了敲钟之外他很喜欢看写真集 同时还在这里弄了个网球场 蓝次行不大喜欢回答记者问题 但他随后问井上要不要打一局 这个井上还真的是装备齐全 而蓝次行看上去就是一个邋遢大叔 不过他说只要井上能赢一球 他就会回答井上的问题 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井上一球都没有赢 不止如此蓝次行以左脚为轴心 一步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区域 其实井上是想了解蓝次行当年为何隐退 以及对于龙马以后的期望 可惜现在什么都问不了 随后在蓝次行说出一句 他选择只用一只眼睛打球 没多久他两只眼睛都闭上了 其实从镜头的切换中不难看出 蓝次行一直在培养着龙马 但由于这个当爹的喜欢吊打儿子 所以龙马一开始打球的目的 就是为了吊打回去 接着蓝次行使出天翼无缝的实力 井上的球拍被打破了 比赛后蓝次行说龙马现在打的球 只不过是他的翻版而已 其他的话就不肯多说了 晚上龙马的下一个对手前真志学长 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搜集好了 阿钱最擅长的就是搜集资料 并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对手 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人工大数据 之后龙马和阿钱的比赛正式开始 阿钱的打法看上去十分标准 实际上他的每一球都是经过计算的 同时对手回球的弱点他也了如指掌 简单来说就是他可以 精确预算比赛结果 很快阿钱就拿下第一局 而且这局龙马都没得分 之后两个人各自保住发球局 在第四局开始前 阿钱还把分析资料告诉了龙马 他对自己的分析很有信心 因为一个人的打球习惯 并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而阿钱早就在脑子里演算过无数遍 如果说龙马要赢的话 那就必须打出比数据更强的球路 其实龙马现在更像在跟自己比赛 因为所有的球路对方都一清二楚 很快龙马的发球局被破了 然而当龙马说出那句口头禅 我们就知道龙马要开始反击了 接下来他开始使用基本碎步 对而这个期间龙马收获了两个粉丝 一个彭香一个阿姿 回到比赛这边 龙马竟然在回球同时 告诉阿钱球的弱点 与之前不一样的是 龙马这一次每一回都打中了 虽然最后是他回球出界阿钱没动 但这球其实阿钱已经反应不过矮了 话说龙马的这个基本碎步 可是被男次郎调教过的 基本碎步是一种脚尖先着地 双脚轻点地起跳的技巧 利用肌肉收缩的反作用力 延伸到短跑的冲力上 这样就可以提早对方一步行动 此时龙马已经拿下一球 他现在所使用的是单脚基本碎步 这是基本碎步的进阶版 龙马在阿钱击球的一瞬间做出判断 他现在比阿钱快了一步半左右 这样的话阿钱的数据预测 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龙马打出了即使知道弱点 也无法回击的球 然而还有一种球也无法回击 只见龙马突然换成了右手直拍 他终于使出了外训发球 这球阿钱虽然知道怎么接 但接不接得到又是另外一回事 话说要通过资料一决胜负的话 那首先要比资料更厉害才行 最终龙马赢得了比赛 之后龙马在地组四战全胜进入正选 而地组的最后一个名额 被打败阿钱的海棠获得 同时其他组的结果也出来了 这次的正选是首种、大石、五二、河村、菊丸、桃城、海棠和月前龙马 龙马也因此获得正选对付 隔天英乃想当面祝贺龙马 不过龙马却在天台上睡觉 之后大家开始备战比赛 龙骑教练让阿钱定制特殊训练策略 首先是两腿增加一公斤的负重 然后将不同凹槽颜色的球 打向对应颜色的三角锥 一次失误就算出局 这个主要为了考验通态势力 龙马和菊丸一开始表现很出色 不过负重的效果很快体现出来了 在阿钱的特意干扰下 菊丸失误没有击中 出局的惩罚就是喝下特制前汁 这是阿钱独家特制蔬菜汁 反正里面都是能吃的东西 菊丸喝完之后就立马跑了出去 下一个就轮到龙马了 感觉这个前汁效果拔群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幸免 唯一一个喝完没事的是不饿 而且他还是主动要求要喝的 至于首种因为没有失误就没喝 结束后阿钱分别指出大家的问题 首种除了需要增加柔软度之外 表情还显得过于僵硬 至于龙马每天要多喝两瓶牛奶 看来身高还是一个问题 之后阿钱还要求继续增加负重 大家看起来都热情高涨 练习结束后龙马去拿队服 回来路上遇到英奶 因为英奶的请求龙马当街换上队服 而英奶也终于当面祝贺了龙马 哎 年轻真好 之后到了周末因为圣狼的爸爸 在网球俱乐部做教练 所以圣狼邀请大家一起来玩 结果他们在这里遇到左左部的爸爸 他仗着自己曾经是 全国高中体育大赛亚军 就不听圣狼爸爸的话做乐身运动 他其实就是故意来给教练难堪的 不过随后他就被龙马给教训了 左左部的爸爸自称为猎犬 就是什么球都会冲过去接 龙马利用这个左右调动 以至于没做乐身运动的对手腿收筋 这下左左部父子应该都会收敛一点 好了 我是全书解释几个问题 网球比赛计分分为盘局分三级 现在采取一盘六局制 一局要赢四球 谁先赢得六局谁获胜 抢期以后再说 因为其发源于欧洲宫廷 所以当时就地采用时钟来计分 把一个时钟分成四分 每赢一球就赚四分之一 所以才有15 30张的比分 那原本第三球的时候应该是45 因为15和30的发音都为双音节 而45的英文发音是三音节 所以第三球计分才改成了40 另外出现40比40平局deuce的时候 需要有一方赢得两球才会获胜 这时领先一球的会被继承advantage 就是战先的意思缩写adv 另外因为每局都是由同一个人发球 所以才会说成是那个人的发球局 而连续两次发球失误视为对手得分 所以一发失误之后 二发一般会选择比较保守的方式 再解释一下上网 因为一般机球点都比较靠近底线 所以上网是指来到往前拦截 最后说一下S球 是指发球时球落在有效区内 但对方没有出道球直接得分 如果接到球但出界或没过往 则被叫做发球得分 接下来就是分区一赛 比赛前两天农马逃成在汉堡店相遇 他们在这里碰到一个叫局姓的女孩 交谈中局姓无意间说道 不知道清学单打三号是谁 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下赛制问题 她是团体赛五场三胜制 双打两场单打三场 一名队员是备选 晚上陶城和龙马在讨论谁是单打三号 他们两个想先自己比一场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都不适合双打 于是他们找到一个街头网球场 那个局姓刚好也在这里 此时拳和布川给他们两个介绍 这个街头网球场不用收费 但是这里只能打双打 主要还是因为人太多这样比较快 发球拳在挑战者这边 舒尔就换下一队 虽然这不是陶城和龙马本意 不过来都来了肯定要打一下 一开始他俩依靠出色的单打能力 通过发球与接发球赢了好几场 之后就轮到拳和布川上场 他们两个是这里最强的队伍 他们一下就看出陶城和龙马 是第一次打双打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瞄准中间打 这里就凸显出陶城龙马配合不默契 两个人都不清楚这个球到底谁接 而且双打跟单打的边界是不一样的 没多久在对手的默契配合下 陶城和龙马输掉这场比赛 他们两个也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好 之后局限还过来表示有点失望 其实拳和布川是御林中学的 他们还说陶城和龙马双打很烂 在经过这些铺垫之后 陶城和龙马终于决定 他们在后天的比赛要打双打 龙马为此还去买输参考来看 接着到了分区预赛那天 比赛地点在制祭之森运动公园 清学一出场就备受瞩目 陶城和龙马是自己要求打双打二号 首种这场比赛并没有出场 首先比的是双打 由陶城龙马对拳和布川 两队一碰面都觉得对方赢不了 接下来比赛开始御林队发球局 拳在回球时依然选择中间 不过陶城这时说阿 龙马说嗯 这一球由陶城回球并得分 这是他们两个昨天刚想的阿恩战术 由说阿的人进行回球 然而拳很快就看出问题 他先将球打到前卫陶城后面 这时龙马就会过去接球 然后他们的另一边就空出来了 布川抓住时机打过去 虽然陶城和龙马及时赶到 不过两个人这下又碰壁了 之后拳和布川采取双上网策略 而陶城和龙马则频繁失误 御林中学首先拿下一局 其实双打是很注重队形与默契的 在这点上陶城和龙马基本没有 同时因为他们两个的守备范围很大 他们几乎所有的球都可以自己接 因此在队形上就会漏洞百出 接着御林又赢了一局 而龙马和陶城开始闹矛盾 他们两个接连失利还被对方瞧不起 连教练都开始怀疑自己安排错了 接着陶城发球不小心打中龙马 而龙马在回球时也不小心打中陶城 终于他们彼此都受不了对方 然后两个人开始在球场划线 这次他们两个倒是强到一起了 陶城和龙马把球场一分为二 硬生生把双打变成单打 那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两个恢复了单打的状态 同时御林的双上网也被破了 陶城和龙马越打越有斗志 而御林这边有点被打懵了 随后布川觉得既然打哪边都能接住 那么就打中间好了 结果打中间的时候就是阿恩战法 之后陶城和龙马赢得了比赛 不过他们两个还是被教练给骂了 这可不是他教出来的 接着清学与无比零打赢玉林中学 因为这是清学的首场比赛 所以即使知道比赛结果 他们也需要打满无场比赛 之后守种和伯二在看别人比赛时 碰到了世慕中学的主将酒鬼 往年都是世慕和清学打入决赛 从酒鬼纳讨人宴的对话中我们得知 原来守种的左手手肘其实有伤 然而今年的世慕中学很不幸 他们0比3输给了不动风 酒鬼惨败给了一五深思 不动风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黑马 所以这次决赛队伍是清学和不动风 话说不动风在去年退出了比赛 而警上通过报社的朋友查出 那是因为当时二年级队长狙击平 在学校发生了暴力事件 接着阿前过来汇报情况 不动风现在的队员基本都是新人 关键人物是队长兼教练的狙击平 随后酷尾开始大言不惭 结果碰巧不动风经过 但是队长狙击平看起来挺和气的 而在看到深思用拍框垫球之后 龙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很明显有点挑衅的意味 接着教练开始宣布出赛表 双打二号是合村合不二 双打一号是大石而局丸 单打三号海棠 二号龙马 一号手种 接着比赛开始不动风的双打二号是 石田田和英景崖野野 他们的实力让人刮目相看 期间教练兼队长狙击平还出去散步 这是对于比赛相当有信心的表现 此时英景刚好打出一记S球 看来这场比赛清学不好打 另一边景上向橘击平打听暴力事件 他发誓绝对不会写在杂志上 他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不动风会变强 所以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二年级橘击平转学来到不动风 那时一年级队员打赢了学长 男儿教练兵不想让他们成为正选 他说一年级只要减球就好了 之后学长们还教训了一年级生 他们其实根本就无所谓比赛 这时只有橘击平站出来为大家说话 随后一年级和橘击平全部退出 他们自己申请成立新的网球部 然后那些学长就过去教训他们 橘击平一开始让大家不要出手 结果那个教练过来颠倒黑白 终于忍不住的橘击平打了教练 所以不动风去年才没有参加比赛 之后三年级生和教练都离开了 而橘击平带着一年级生 又重新去跟学校申请网球部 他们的目标是全国大赛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接着橘击平又回到场边 其实他暂时离开的另一层目的 就是为了让清学感受到压力 不过不饿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很快就使出了三重回击之一的 飞燕环潮也叫燕回闪 此球落地弹起高度不到一厘米 同时球会快速滑住场外 这招是专门用来回击上悬球 就是用切球的方式 在同一方向上叠加更强的悬力回击 接着和村也难起斗志 他只要一拿球拍就会燃烧斗志 渐渐的清学开始占据上风 之后比分到了4比3清学领先 这局如果不动风输了 那么下一局清学发球局会有优势 所以面对现在关键一球 石田也准备使出自己的绝招 但是因为这一招对手腕负担很大 所以必须得到队长同意 徐吉平只同意石田打一次 随后石田便使出了波动球 这球有120%的力道 而且是直冲不二过去的 面对关键一球不二并没有退缩 不过大家都非常担心不二 就在此时和村双手持拍挡住这一球 同时他还打了回去 结果石田不顾自己的手腕 他准备再次使出波动球 毕竟这是大家努力得来的机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石田在击球的时候拍网破了 不过此时不二提出放弃比赛 因为和村为了挡住刚才那一球 手腕已经彻底受伤了 同时清学队员也认可这个决定 因为大家肯定会再赢回来的 接着和村就去医院了 医生觉得这不可能是打网球受的伤 下一场比赛是双打一号 大石和菊丸对阵内村和森 黄金组合基本不会出什么意外 比赛期间龙马出去喝水 没多久阿钱让海棠去乐身 顺便找到龙马带回来 此时神尾和森司正在水石前乐身 他们说根本就不需要队长出场 听到这里龙马竟直从他们中间走过 同时还轻松地打回他们的球 这波操作可谓逼格满满 接着那个局姓过来打断大家 他让神尾他们赶紧回去球场 这个局姓就是菊姬平的妹妹 他还说森司光论球感的话 应该可以和不二相提并论 这就让龙马对森司很感兴趣 此时天空突然下起阵雨 不过即使场地失滑 局丸也丝毫不受影响 靠着默契配合大石和局丸赢得比赛 接下来就轮到单打赛号神尾对海棠 不过因为雨越下越大 所以裁判宣布先暂停观察 这就打乱了下场比赛选手的节奏 因为他们原本就调整好了状态 结果这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比赛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乐身的办法 比如神尾一边听音乐一边跟着律动 而海棠选择雨中慢跑 至于两个队长嘛 就喜欢不说话坐在那里 对了在下雨期间井上把不动风的事 跟枯萎他们大概讲了下 他是认为经历过那些事情 不动风现在变得更强了 然而龙马却说网球就是网球 接到球然后打回去仅此而已 之后雨终于停了 比赛开始前神尾还挑战海棠 而海棠也差点失控 好在双方队长及时阻止 接下来比赛开始神尾发球局 神尾的优势在于速度很快 他很喜欢说要跟上节拍哦 海棠是没有想到对手龙追到身后的球 在先是一球之后海棠打出了蛇球 结果神尾这次依然可以跟上 海棠的蛇球对神尾似乎没有效果 不过海棠肯定不会就此放弃 由于刚下过雨地面失滑 海棠在回球的时候不小心滑倒 但他依然打出了蛇球 这一球绕过球网络在有效区 规则好像没有说不能这样打 不过也还给取了名字叫回旋蛇球 看到这样的情况神尾只好加快节奏 他用快动作发球拿下第一局 就是发球时抛第一点然后快速发球 接着在第二局的时候 海棠不停地尝试回旋蛇球 然而因为这个招式才刚学会 所以海棠并不熟练还频繁失误 很快海棠就落后两局 中间休息的12龙骑教练提醒海棠 现在打的网球并不是海棠的网球 同时狙击平也发现神尾的结派乱了 继续这样下去他会体力不值的 接着比赛继续海棠终于想清楚了 其实这场比赛双方比拼的是耐力 虽然是神尾先来到赛点 但海棠凭借惊人的耐力一直打平 他不再尝试回旋蛇球 而是利用普通蛇球继续调动对手 海棠每天跑30公里挥拍150次 这个训练量远超一般练习三倍以上 此时神尾不得不再次加快节奏 然而即使这样海棠也能应对 毕竟每天30公里的脚印不是白菜的 最后是海棠反超获得胜利 下场后阿钱说可以为回旋蛇球 单独定制一套训练课程 之后终于轮到龙马队深思 龙马一开始就发了四个外宣发球 深思前三个都没有接到 第四个时他冲到落点前勉强接到 然而却被龙马扣杀回去 目前比赛开始一分钟左右 龙马率先拿下一局 看到龙马的眼神 龙骑教练就不禁回张起从前 那时候龙骑教练还在教兰次行打球 兰次行当时反手不惊 因此龙骑教练才会特意训练 不过有一次兰次行被打成熊猫眼 他第二天跟席妹子的约会也泡汤了 对了龙骑教练也会说那一句 回到比赛这边深思开始碎碎念 令人意外的是 他开局就打了一个侧旋发球 这个其实跟外宣发球差不多 龙马并没有接到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在深思的质疑下 龙马随后换成了左手 接着比赛继续两个人不再互相试探 此时龙骑教练继续回忆 当年男次行不仅克服了反手的问题 还自己发明了二刀流打法 就是在接球中换手持拍 这样就可以一直打正手了 那之后为了鼓励男次行 龙骑教练给了他一封信 上面写着 月前以世界为目标吧 这无疑对男次行来说是最大的认可 听到这里手中终于明白了 他说现在打球的不是龙马 而是翻版的月前男次行 难而这也是龙马必须超越的一堵墙 此时龙马在场上用二刀流回击 这一切都被手中看在眼里 接着双方越打越精彩 龙马这个时候还主动上网 深思则趁机打了一个高调球 结果龙马回追起跳被伸回击 深思又丢了一球 很快比数变成4比1龙马影线 难而令人在意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接下来深思不断重复交替打出 上拳球和下拳球 在经历过多个来回之后 龙马竟然失误丢了一球 大家好像看到龙马突然停了一下 这是深思的绝招暂时麻痹 当一个人轮流多次回击上下拳球时 手臂会产生短暂麻痹的效果 这个东西应该约等于肌肉强直收缩 简单理解就是龙马的手臂肌肉 在一连串的刺激过程中得不到休息 因此累加而产生了短暂麻痹 难而龙马才不会就这样认命 他准备利用身体旋转强行回击 结果因为短暂麻痹他的球拍脱手 接着球拍撞到网柱上碎掉 而那碎片划上了龙马的眼睛 此时应来着急地跑进球场 他主要是过于担心龙马 随后龙骑教练过来处理 龙马这边虽然血流不止 但他并没有打算放弃比赛 无奈之下龙骑教练 只好使出了小景的魔法 他帮龙马暂时处理了伤口 不过这样最多只能撑15分钟而已 难而大石还是不放心龙马 最后是手中将球拍拿给龙马 并约定最多只能打10分钟 10分钟后打不赢就弃拳 龙马答应了这个条件 大石还不忘提醒他不要勉强 随后海棠把帽子丢给龙马 在学长们的注视下 龙马再次回到场上 接着比赛继续10分钟倒计时开始 难而龙马这次的发球更快了 他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对手 这只不过是一点小伤而已 不过他现在还不清楚对手招式 其实深思要打出暂时麻痹 他的上下拳球转速必须一样 这也是蛮难掌握的一种技巧 没多久龙马就输了一局 目前比分4比3清雪领先 之后是深思的发球局 龙马的球拍再次脱手 时间所剩不多大家都为龙马着急 难而在几个来回之后 龙马已经看穿了这个招式 他用二刀流的方式回击 这样就不会让同一只手臂 连续受到刺激 配合上单脚基本碎步 龙马可以提早预判深思打什么球 接着大家发现深思只能打出下拳球 这是因为龙马过于控制了球路 他现在每一球都滑向对手正面 因此导致深思只能打出下拳球 目前来看龙马占尽优势 然而他的伤口又开始流血了 不过龙马并没有停下 在他又拿下一局之后 时间仅剩不到两分钟 虽然在下一局时 龙马的力道逐渐减弱 但他最终凭借一记 带有反方向旋转的扣杀赢下比赛 同时他还没有超过十分钟 学长们给出一致的认可 最终清学以3比1的总分拿下不动风 对了分区一赛的前两名 都可以参加东京都大会 比赛结束后两队友好道别 龙马先被带去看医生 然后就被带到合尊家开的寿司店 大家正在这里庆祝分区一赛获胜 手肿还被合尊的爸爸当成老师 那天大家吃得很开心 龙马和英乃不经意间合照了一张 大家还在龙马的眼罩上留下纪念 清学优胜进军读大会 距离东京都大会还要几天时间 这几天也发生了不少事情 首先因为一年级龙马一战成名 所以分区一赛过后 来邀约打练习赛以及来侦查的人 比去人多了很多 其中山吹中学的千石清纯也来了 当时龙马正在试玩网球训练器 结果不小心把千石给打晕了 然后就把他放在那里不管 之后龙马和逃城碰到了 喜欢搜集八卦的外校贤三学长 他们阴差阳错的打了一场双打 贤三他们在最后时刻终于赢了一球 也因此贤三决定不再搜集八卦 他要好好回去练习网球 而下一集被称作阿勋的灾难 很明显海棠要倒霉了 那天练习结束海棠继续跑步练习 逃城龙马他们在去买东西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抢劫的小偷 因为这个小偷穿着直排轮滑 所以逃城顺手抢了神尾的自行车追 然后神尾单凭角力就跟了上去 这就造成同行的深思和龙马在一起 接着逃城他们好像撞到了海棠 同时那个钱包也掉在海棠身上 结果海棠就被跟来的警察带走 还好最后解释清楚了 之后神尾和逃城听到局幸求救 原来是兵力的基布在找麻烦 因为基布说打街头网球的都是弱者 所以局幸很生气的和他打赌 要是打赢所有人就和基布约会 好在这时逃城和神尾过来就场 不过基布坐在地上没有出手 所有的球都让画地一个人接 比赛是一球定胜负 期间逃城还把球打到基布身边 但是画地很快就回了一记中球 好在逃城反应敏捷接住了 随后基布就让画地停手 他在记住逃城的名字后就走了 另一边那个小偷还没有放弃 不过这一次遇到了河村和局完 河村拿起球吧用一拉罐击中小偷 那个钱包这次找到了海棠脸上 最后是海棠把钱包交还施主 而小偷又逃掉了 接着局完在店里碰到龙马和深思 他们两个正在争夺一盒手交 因为是热门产品而且只剩最后一盒 所以他们谁也不让谁 然后就在他们准备用网球决定时 啊那个小偷又出现了 于是局完宣布谁先倒中小偷谁赢 结果是龙马的外宣发球击中小偷 而海棠也不巧被网球砸中 最后小偷终于被抓住了 不过场面还是比较混乱的 之后的一天颇语他们发现 阿贤学长好像在挖什么虫子 此时距离都大会还要9天 正式队员会进行特别训练 训练内容其实不大重要 重要的是输的人要喝下 阿贤特制蔬菜汁 所以每个人都显得特别拼命 这次的蔬菜汁好像比上一次更厉害 喝过的基本都没能跑出球场 对了期间手肿因为不小心拿错水瓶 所以他好像把剩下的前置全喝了 于是阿贤又拿出了新的改良版 应该就是加了什么虫子的那一版 龙马很幸运喝到了那一杯 之后龙骑教练过来宣布度大会适宜 这次参赛队伍一共有108队 只有5只队伍可以晋级关东大赛 交代完之后大家继续练习 接下来的剧情是 龙骑教练因为自己没有时间 所以让龙马陪着孙女英奈 去张诚大叔那边调整球拍网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约会的意思 不过龙马什么都不懂 张诚大叔以前经常帮 南次行和龙骑教练换网子 所以看到龙马和英奈就觉得很亲切 而且张诚大叔可以从拍网看出 使用者有哪些习惯需要改进 在换网的时候大叔还说 当年南次行打了37场职业比赛全胜 可惜在巅峰时期却选择隐退 一段时间后网子调整好了 男儿在龙马离开之前大叔对他说 老是打一些漂亮的网球很无趣 小孩子的把戏也差不多该停止了 这是大叔从龙马的拍子上看到的 之后龙马教英奈打球的剧情不重要 这集重点是刚才大叔对龙马说的话 另一边首种跟龙骑教练提议 希望自己可以和龙马打一场 之前说过首种已经看出了 龙马打的球只是南次行的翻版而已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他可能永远都只会是翻版 为了让龙马可以跨越这堵墙 首种不顾自己着手的情况 他坚持要跟龙马打一场 他和龙马约好三天后下午三点 在春野台的去营球场见面 大叔偶然间听到了这个事情 他比较为首种的情况担心 另一边龙骑教练则告诉龙马 首种这一次是很认真的 他的实力堪比当时的南次行 之后大叔陪着首种去看医生 其实首种最拿手的短球 会给关节带来很大的负担 不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后 现在终于是痊愈了 这就是之前首种很少比赛的原因 然而医生还是建议首种 不要打太长时间的比赛 以及短期内先不要打短球 接着终于到了对战那天 其实这场比赛的细节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们之间的对话 首种问龙马为什么要打网球 龙马说是为了打倒一个人 至于打倒之后要怎么办 龙马是从来没有想过 对了这场比赛里首种打出了 灵式消球也叫灵式短球 为了逼龙马能打出自己的网球 首种也是煞费苦心 比赛结果自然是首种赢了 不过他最后对龙马说 月前你要成为清学的支柱 其实首种这样做的目的 一方面是希望龙马不要指示翻版 另一方面是想让龙马知道 这世上还要许多强敌存在 他期待龙马可以重新开始打网球 打直属于月前龙马的网球 并成为能够开创新时代的选手 很庆幸龙马有这么好的队长 从那天开始龙马觉醒了 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打出自己的网球 然而这只是脱胎换骨的第一步 不过之后还有一集日常 讲的是龙马家养的喜马拉雅猫卡尔滨 无意间跟着龙马去上学的事情 从这一集里面我们知道了 龙马的英语能力很强 首种是能指出老师问题的学霸 阿钱会在实验室研究新的蔬菜汁 逃成在上课的时候偷吃东西 海棠吃午餐的时候很有仪式感 同时虽然海棠看上去很凶 但他在东包的时候很可爱 最后学长们把卡尔滨送回龙马家 日常剧情也就暂时高一段落 第二天东京度大会终于开始 龙马日常迟到大家已经习惯了 这次是枯萎夹扮龙马去注册 龙马晚些时候才来到比赛现场 清学作为种子球队前几场轮空 他们的第一个对手是连田 因为首场比赛需要达满五场 所以首种这次作为单打一号上场 一点悬念也没有 清学五场比赛都是6比0获胜 这就让他们的下一场对手 秋山三中一点斗志都没有 男儿就在这时圣鲁道夫学院的观月 过来告诉秋山三中的队员们 清学队员所不喜欢的球路 这就导致清学队员在比赛的时候 花了比平常更多的时间 阿钱这边一下就看出问题 观月是圣鲁道夫学院的经理兼球员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搜集资料 观月和阿钱可以算是同一种类型 不过观月前期比较不择手段 像这一次他就利用秋山三中来观察 清学队员在面对不喜欢的球路时 会做出何种应对措施 另一边不动封以3比0打赢大则10叶 他们的复赛对手是兵地 而清学的复赛对手是圣鲁道夫 单打一号首种 二号不二 三号龙马 双打一号绝丸大石二号逃成海棠 接着阿钱开始介绍情况 圣鲁道夫的选手 有部分是从各地招来的体育特长生 队长斥责单打实力很强 同时还有不二的弟弟玉泰 他被称为是左撇子杀手 听说他以打倒哥哥不二为目标 不过不二并不是左撇子 而玉泰针对左撇子的训练 据说是新经理观月给的意见 另一边观月大概猜对了清学的安排 所以他故意让玉泰对上龙马 其实玉泰是想跟不二打的 不过观月假装自己猜错了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而观月之前给玉泰的练习 就是针对龙马这个左撇子 同时单打厉害的队长斥责 被安排到了双打一号 观月的目的就是要拿下前三场 而且为了保险起见 他自己作为单打二号上场 至于单打一号就是个牺牲品 接着两队入场准备开始比赛 不过逃成海棠很快就吵起来了 其实他们两个从以前就这样 彼此在训练中都不想输给对方 但是吵架归吵架 他们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对手阿纯和柳泽很快就输了一局 之后局势达到2比1的时候 观月暗示可以动手了 柳泽先打了一个海棠不喜欢的球 回球之后阿纯空中假动作掉短球 同时逃成的回球也被猜到 不过这个球还没有结束 因为观月预测到海棠一定会接住 所以他们早就做好准备 而海棠临时改变球路没打蛇球 最后这球没有过往 从这个时候开始 阿纯他们似乎在等海棠打蛇球 意识到这一点的海棠就是不打 他和桃城目前非常被动 在过了40分钟之后 比分5比2两队换场 休息时容其教练调整了队员的状态 再加上柳泽之后跟他们炫耀 说自家的经理预测多准之类的 这就导致桃城海棠要认真移置对外 结果就在这时 观月向裁判申请 要去扫一下底线的尘土 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打断对手士气 话说观月的战术是这样的 这场双打不能让桃城打出杀球 而能让自己队员打出高调球的 就只有海棠的蛇球了 所以圣鲁道夫专门针对蛇球做训练 再加上他们知道对手不喜欢的球路 这才导致桃城海棠一直打得不舒服 这时龙马突然不看比赛要去买果汁 他说没有人会完全按照资料打的 话还说完桃城就赢了一球 他击球的速度逐渐变快了 同时在桃城的刺激下 海棠也决定开始打蛇球 难而海棠打的这一球是回旋蛇球 这并不在观月的计算内 不过其实回旋蛇球并没有真正完成 因为这一球如果在单打里算出界 所以才会安排海棠打双大 同时这样也能激发出桃城的斗志 反而圣鲁道夫这边有点乱了阵脚 他们过于在意回旋蛇球 结果海棠又打出普通蛇球 这就使得阿淳被迫以高调球回击 就在这时桃城前冲起跳 并用拍框扣了一个杀球 这个威力比往后跳的杀球要猛 圣鲁道夫这时也发现 对手的威力提高了 他们竟然能在比赛中突破字要成长 这下局势变成5比3轻球还住两局 而在下一局时阿淳看出 只要打中间就可以压制回旋蛇球 不过他觉得这样很无趣 所以他依然让海棠打出回旋蛇球 随后阿淳在场外把球打回去 这个带旋转的高调球滞空时间比较长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桃城比他更长 可能是由于球自带旋转的关系 桃城的杀球落地前改变了路线 这个球落地后直接反弹到柳泽脸上 也因此柳泽晕到了 由于无法比赛所以圣鲁道夫弃拳 桃城海棠获得胜利 这还真的是没想到呢 第一场比赛结束后 关越有点生气 不过队长赤泽让他不用担心 下一场比赛是清学的黄金组合 对阵圣鲁道夫的赤泽与金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局丸大使一开始就陷入苦战 圣鲁道夫的战术是针对局丸攻击 而且不单只是打不喜欢的球路那么简单 农马在场边发现 赤泽打出来的球看起来有好多个 如果一直盯着看眼睛很快就累了 其实赤泽打出的是微动球 他打反手时习惯用球白前方来击球 这样的话冲击力会变大 并且球会产生一些微小微差 对于动态势力好的人来说 这些轻微的位移的位看在眼里 这就导致一下子会看到好多个球 也正因此局丸的集中力消耗得非常快 这就是为什么关越要安排斥责双打 然而双打并不只是个人表演 两个人的默契配合才是关键 很快局丸就假装体力不支 其实这是诱导对手回球底线 然后大使就可以打出拿手绝招 那就是瞄准对方底线死角 中高调球月亮截击 这个绝招感觉比较废球拍 因为打之前大使的会用球拍扫地 之后在大使的出色表现下 清雪把局势追成2比2平 话说关越之前已经提醒过斥责 要注意大使的月亮截击 然而不习惯双打的斥责刚才给忘了 接着大使局丸摆出了澳大利亚阵型 他们在中间站成一条直线 这是一种发球战术 在发球同时两名队员跑向两侧 因为对手根本不知道谁会跑到哪里 所以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困扰 尤其对圣鲁道夫这种靠资料预判的 会显得更加有效 对了这个阵型也是阿钱指导出来的 接着由于斥责过于在意局弯行动 导致他自己开始出现失误 斥责现在脑袋里一片浆糊 就在这时学弟金田过来劝阻 他大声骂醒学长是个笨蛋 双打应该靠两个人而不是一个 随后比赛继续 金田其实懂得这个澳大利亚阵型 所以他瞄准对手的中间区域 虽然回球出界 但这确实是一种劫法 之后斥责调整状态与金田配合 圣鲁道夫很快就以6比5抢占先机 此时局弯已经累到不行了 他在场上是移动不动 所有的球都靠大石一个人回击 很快比分变成了40比0 只要再赢一球就能拿下这盘 结果就在危机关头局弯终于醒了 他漂亮的回球得分40比15 原来局弯靠着放弃两局比赛的时间 来休息恢复自己的体力 随后比分变成了40比30 但圣鲁道夫依然只差一球获胜 难而金田因为压力的关系双发失误 所以比分变成了平局 不过斥责并没有责备金田 很快局弯他们就领先一球 而在下一球时斥责打出了微动球 这次局弯选择闭上眼睛 后方大石开始拿球拍扫地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是月亮节肌时 大石打出了一个短球 这下局势变成6比6平 所以大石的那个球拍扫地动作 其实跟月亮节肌没有半毛钱关系 接下来就是抢西决胜局 这一局是赢一球记一分 谁先在比赛里面拿到7分就算赢 但是如果比分打到6比6平 就必须有一方多赢得2分才算赢 不然比赛就会无限制进行下去 同时为了公平起见 抢西决胜局是每队轮流发两次球 清雪很快就以3比0领先 难而阿钱却说这场比赛 应该在进入决胜局之前就结束才对 此时局弯因为失误丢了一球 而圣鲁道夫这边开始慢慢追上 最终局弯因为体力不支败下阵来 其实阿钱早已看出局弯撑不到最后 这里要解释一个小问题 之前说过一盘比赛谁先赢6局谁胜 但是如果局势变成5比5平时 在打到6比5的时候还要多打一局 打完这局如果是7比5则比赛结束 如果是6比6平就会进入抢西决胜局 因为比赛没有按照预测发展 所以关越感到非常郁闷 接着单打3号比赛开始龙马对郁太 龙马在开始前还挑衅说 不知道郁太跟不二到底谁比较强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挑衅有用呢 其实郁太以前也是清雪的 不过那时他并没有加入网球部 因为他不喜欢被人拿来跟不二对比 但身边的人却总是这样 所以他后来去了别的网球学校 然后就遇到了关越还打了一场比赛 输了之后在关越的引导下 郁太就加入了圣鲁道夫 另外郁太有个称号叫左撇子杀手 他跟左撇子对打的成绩是持六战全胜 郁太自己是个左撇子 他的发球方向跟右手球员完全相反 比赛时发球方会左右场区轮换发球 左撇子在左场区发的球角度比较好 而比赛的最后一分发球 通常都是由左场区的人发的 只有在40比15的情况下是右场区发 40比0或者40比30都是左场区发 所以左撇子球员会有一些优势 接下来比赛开始郁太发球局 郁太一开始确实有点不大适应 他利用第一局的时间先观察对手 郁太的拿手绝招是半截级 就是将从地面弹上来的球 再弹到最高点前打回去 而且为了不让球速掉下来 必须用比对方更快的速度打回去 这样才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没多久郁太就拿下发球局 之后轮到龙马发球 他一上来便是左手外旋发球 结果被郁太用半截级给打回去 大家都表示十分震惊 然而郁太却明显感受到 龙马应该是在试探自己的实力 从关越搜集的资料来看 龙马的发球和往前打法很厉害 同时还要注意他的单脚基本碎步 接着龙马继续使用外旋发球 而郁太依然还是用半截级回击 不过这一次龙马抢心来到往前 他在球还没落地之前就打了回去 看来他已经习惯了半截级 就这样龙马也拿下了发球局 然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郁太突然摆出一个令人在意的姿势 这一招是关越教的 只见郁太打过来了球 在落地旋转之后 静止弹向了高处 这一招叫做外旋旋转球 龙马第二次是准备跑到后面一点接 结果球弹太高还是没有碰到 其实这些都是关越的策略 即使打回了半截级 后面也还有外旋旋转球 不过龙马并没有放弃尝试 他开始用半截级回击外旋旋转球 这个半截级只要打击拍面稍微有不同 球就会完全失去控制 难而龙马第二次尝试就打回去了 可惜的是这个球出界 也因此比数变成了4比1郁太领先 此时龙马已经大致掌握了半截级 他还跟郁太说最好少打外旋旋转球 在场发现这个问题的没几个 接下来是龙马的发球局 郁太不听劝继续使用外旋旋转球 此时龙马突然不减速冲到往前 然后隐身消失 哦不对 他是利用冲力进行滑行 随后在弹射起跳回击这一球 就在大家以为球位出界时 那个球突然下坠滑出了两道弧线 龙马15比0领先一球 这一招便是B字抽球 这是结合了切球跟跳跃的威力 才能打出来的招式 龙马竟然在比赛中创造出新的招式 他还很开心地对郁太说 强的人不止不二学长一个 自己也会变得更强 之后的比赛中龙马开始追分 郁太拿B字抽球没有办法 接着比数变成5比4龙马反超 在他们交换场地休息时 关月又给出了新的指示 他之前给郁太制定了训练项目中 有一项是专门瞄准对方的左脸 这个主要是针对龙马的 因为他在分区域赛时受过伤 身体本能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忘记 所以关月要求郁太攻击龙马左眼 男儿郁太并没有这样做 在这场比赛中 郁太觉得很快乐 因为龙马是一个 能够让他使出全力的对手 最终龙马用一记B字抽球赢得比赛 而郁太也输得心服口服 另一边龙奇教练过来找关月 他提醒不要让郁太再打外旋旋转球 因为那种姿势会影响到骨骼发育 男儿关月并不想理睬 他其实早就知道这一点 另外关月对于输掉比赛的队员 是连话都懒得讲 他的下一场对手是伯二 但他并不知道伯二此时已经生气了 比赛开始前伯二连手都不想握 男儿依靠着资料的分析 关月打的每一球都是针对伯二的 很快伯二就丢掉了发球局 没多久比输就变成了5比0 郁太此时的眼神充满着关切 接着在交换场地的时候 伯二确认了关月是在知道 外旋旋转球对身体有负担的情况下 还让郁太打这个球的 同时这些对话也被郁太给听到了 随后伯二换了一个球拍 此时场边的阿钱感到疑惑 因为就连身为队友的他 也无法完全掌握伯二的资料 此时场上是关月发球 结果伯二竟然回球直接得分 关月一下子就惊呆了 接着关月所有的球都被伯二打回来 他以你为傲的资料分析都没有用 几乎所有的球都是伯二喜欢的球路 渐渐的关月开始动摇了 其实前面5比0是伯二故意让的 他用这样的方式更能打击关月 最终伯二以7比5赢下比赛 结束后他还对关月说 我弟弟多亏你照顾 就这样清雪打进了四强 另一边不动风和兵地的比赛开始了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 兵地在双打上连败 而单打三号的名呼量输给了狙击瓶 比分是6比0不动风晋级四强 这时场边有人认出了狙击瓶 原来他曾经是九州双雄之一 狮子中学的王牌主将 这下兵地等于被摆了一道 结束后击部打电话汇报情况 名呼被踢出了兵地正选 同时击部安排慈昂过来 目前督大会四强分别是 清雪不动风山吹银滑 这四个队伍获得晋级关东大赛资格 一个礼拜后会进行准决赛决赛 以及败布复活赛 大会结束后绝安大使在老地方反省 他们每次打输就会来到这里 既然离下次比赛时间还要一个礼拜 那么我们就再来一些小日常 首先是南次昂拜托龙马 去教他一个朋友的孙子打网球 南次昂因为自己有工作走不开 所以真的是这样吗 龙马要教的人是鹰奶 顺带彭香也跟得过来 话说他们两个的零花钱 凑在一起只能买两个网球 为了防止弄丢他们在上面画的记号 但你们这样不就变成一直在打龙马 接着鹰奶不小心把球打飞出去 而这个球被人故意捡到别的球场里 这里是银花中学的球场 就是那个应该是靠运气进入四强的学校 这些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 故意为难鹰奶找网球 还好彭香过来看了一下 他赶紧去找龙马帮忙 之后龙马用球击中了一个队员 他是从远处瞄准铁网的漏洞打的 接着彭香看到银花队员偷惨网球 龙马也知道对方是故意找麻烦 于是他向对手提出来比赛 打赢一个人就去找十个球 随后银花大言不惭的说 要是龙马全打赢了把球全拿走都行 结果可想而知龙马打赢他们所有人 其实这天来银花中学的还有一个人 他就是山吹中学的雅九金人 这家伙本意是来找银花中学麻烦的 不过现在看来好像是被龙马抢先了 当然龙马不是故意的 比赛结束后阿浅也过来搜集资料 当看到银花中学队员都累到不行时 阿浅觉得这样的练习太刻苦了 接着蓝次郎就来接龙马他们回家 几天之后鸭九金来清学找麻烦 他原本是要来找龙马的 结果却先碰到了荒井和圣狼 鸭九金用球攻击了荒井 不服气的荒井随后就被揍了 接着想去找老师的圣狼也没能幸免 危急关头还好龙马及时赶到 此时鸭九金突然拿石头打过去 龙马反应迅速的挡开了 结果鸭九金又拿出了七颗石头打过去 这次就连龙马也没有办法 随后鸭九金打完招呼就准备走了 气不过的龙马也给了一球 难而这球却被鸭九金单手接住 他说不用召集一度大会决赛见 之后龙骑教练帮龙马处理伤口 龙马嘴硬说是自己摔倒的 不过学长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 大石这边还在犹豫要不要去投诉 而龙马脸上明显写着 这件事情我要自己处理 之后就是训练时间 自从阿钱上次在银华那边 获得了错误的情报之后 球队的训练量就越来越大 而且这一次掉车位的人 要喝的不是蔬菜汁而是处罚茶 虽然这种处罚茶对身体不错 但很明显大家都非常排斥 在这样的刺激下 那天正选队员都是同时完成跑步训练的 训练结束后和孙友是先走 大家是以为他要去约会 于是龙马他们跟着进了一家餐厅 何村在这里竟然跟一位女士见面 对话过后那位女士还哭了 接着牙九金突然出现 龙马看到他就非常生气 其实何村和牙九金小小就认识 他今天还是要提醒牙九金 不要对清学的学生动手 结果牙九金随手就拿起饮料 并倒在了何村的头上 然后他就不懈的离开了 逃城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点冲动 不过牙九金却先被龙马绊倒 随后龙马也简单做了自我介绍 隔天大家正常训练 何村的事情也传开了 伯二是第一个开始八卦 那位女士是不是何村女朋友的 随后何村还大概说了牙九金的情况 他上中学后就再也没去空手到道场 没想到现在又开始打网球 据说牙九金小时候就打过网球 而且还是跟一个有名的教练 接着我们说回训练 今天的最后一名要喝改良版处罚茶 于是所有人都不要命的跑 中途逃城问伯二 既然他喜欢喝那种茶为什么不放水 结果伯二竟然说 因为他更喜欢看到别人痛苦的样子 随后大家依然是一起过线 不过训练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是练习比赛 首先是伯二对龙马 这场比赛大家十分关注 龙马一上来就用了单脚基本碎步 而伯二的回球也不甘示弱 他们两个都各自保住了发球局 其实他们都还在不停试探对方 率先使出招式的是龙马 他抓住了一个机会打出必字抽球 难而这一球并没有得分 只见伯二快速回追打了一个高料球 这么好的扣杀机会 龙马肯定不会错过 结果这个扣杀被伯二巧妙化解 这是伯二三重回击之一的棕熊落网 又名巨熊回击 这招从表面上解释的话 首先是伯二的单方眼线图层合并 接着就是一个转身击球 随后镜头摇移到球拍上 最后画面一转球已落到对手身后 简单理解的话就是伯二利用了离心力 吸收而球的力道后再打回去 而且这球会直接落到对手身后 这一招是专门用来接杀球的 接着比赛继续龙马再次扣杀 越是打不赢的招式龙马就越兴奋 在第二次扣杀失败之后 龙马又使出了带旋转的扣杀 结果依然被棕熊落网打回去 渐渐的这场比赛就变成 龙马一直在不断尝试打败棕熊落网 这种不服输的性格跟他爸还挺像 之后龙马的一次扣杀没有过往 就在大家以为他是体力不行的时候 龙马又一次打出了扣杀 结果这一次棕熊落网出界了 这就是龙马想出来的破解办法 他故意让杀球擦网移位 这样不饿在用棕熊落网回击的时候 就会让这个球出界 此时时间过了10分钟 手肿和陶城准备开打 其他人也都被陆续安排上 其实这次训练的目的 是让大家在最偏要的时段比赛 然后观察每个人的精神集中力 陶城在和手肿比赛时 展现出了更进一步的实力 橘湾和大使也是不相上下 海棠这边则是遇上了河村 难得没过多久手肿的比赛就结束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陶城过于在意 自己之前的右脚扭伤 所以他并没有使出权力 而当然面对手肿使出权力也没用 此时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龙骑教练暂停了训练 不过场上还要两个人不肯停下 龙马和伯厄还在比赛 他们两个人现在是越打越开心 不过这个雨也是越下越大 随后龙骑教练叫停了比赛 毕竟在大赛前要是感冒就不好了 而且都是一个队的 要什么时候打都行 这场比赛就先以龙马3比4落后暂停 其实对于伯厄来说 这场比赛还是挺刺激的 也许只有和龙马打过的人才知道 晚上不饿还打电话给玉太 主要是说他跟龙马比赛了 不过电话在观月接过去的时候就挂了 接着终于来到比赛那天 其实准决赛不大重要 首先是不动风和山吹中学 神尾深思他们在来的时候 因为继承车出事故而受伤 虽然他们瞒着狙击瓶上场比赛 不过结果却是惨败 而狙击瓶在知道事情真相之后 就跟裁判说他们要放弃比赛 毕竟现在已经可以参加关东大赛了 眼下情况还是队员身体最重要 然后下一场就是清学对银华 这场比赛连画面都没有 自从上一次银华被龙马教训过后 他们就更加努力地训练 结果在上场之前他们发现 龙马竟然是清学的正选 接着在比赛开始前 银华所有队员以身体不适放弃比赛 他们到底是怎么打进四抢的 为了不在回忆中插入太多比赛片段 比赛开始前我们先了解下山追中学 他们两队双打都很强 球队策略是利用双打的两盘胜利 加上单打三号的千石赢下比赛 千石是有青少年选拔队的实力 去年比赛学长和大石的组合输了 后面单打三号手中打赢了千石 清学才以3比2的比数反败为胜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半田教练 他曾让龙骑教练和蓝次昂印象深刻 以至于蓝次昂知道半田在比赛现场 立马就扔下杂志准备过来骂他 这是因为半田曾率领过桑石中学 打败了当时有蓝次昂的清学 其他队员看到半田的笑脸就会紧张 唯一不受影响的也只有蓝次昂 半田似乎很容易让对手烦躁起来 对了他等下还会假装心脏不好 男儿就在龙骑教练过去关心时 却发现自己是被耍了而非常生气 那个亚九金也是半田找来的 半田是看上亚九金的身体素质 他告诉亚九金在全国大赛上 会有许多高手可以排解他的无聊 亚九金的口头禅是不要命令我 他小时候有两件事情需要交代 一个是他在小学时加入网球社 不过因为态度恶劣 所以不被其他队员喜欢 大家还希望他快点退社 但是他们好像打不赢亚九金 这时有一个叫白玉的人出现 他自称从五岁开始打网球 曾获得三四亚军两度进入前四强 简单理解就是一个冠军都没有 白玉为大家出头要和亚九金比赛 他赢的话亚九金就退社 不过亚九金也说要是白玉输的话 就要打烂他的脸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白玉竟然输了 他也确实没有什么网球天赋 之后亚九金还将球打到白玉脸上 然后那个白玉就被吓跑了 从那时起亚九金就觉得网球很无聊 没多久他要去空手道场找人单挑 何村当时在那个道场学习空手道 里面最厉害的学员是周本学长 亚九金一开始根本打不赢 不过他利用周本的好意偷袭得逞 之后就演变成了打架 结果亚九金虽然负伤但却赢了 当被何村问到他为什么这样做时 亚九金没有回答就离开了 对了亚九金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同时他与何村是从小就认识 另外亚九金加入山吹中学网球部 不少队员都不大喜欢 不过球队经理谭太一却十分开心 因为他内心很崇拜亚九金的实力 这也反映出他对自身条件的自卑 太一头上的法带也是亚九金的 好了说了这么多比赛正式开始 清学双打二号是何村和博二 比数六比三他们没多久就输了 这其实是龙奇教练的尝试 因为清学固定双打目前只有一对 接下来就是双打一号比赛 由南和东方对菊丸大石 南和东方之前打败过 大石和学长组成的黄金组合 所以大石在心理上是有负担的 不过菊丸让大石放轻松一点 接着比赛开始三吹很快就拿下两球 他们今年的策略是专攻大石 去年的比赛他们是专攻学长 没多久三吹就拿下一局 之后菊丸想上去帮助大石却被阻止 因为大石去年就是这样输的 一旦过去帮忙就会打乱队形 这才是对手的真正目的 只见大石这边重新调整了状态 他用一招月亮节肌告诉对手 这一招对他已经没用了 菊丸和大石也成功拿下发球局 难而接下来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三吹的南和东方号称土豆熊兵 就是存在感很低的意思 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华丽招式 但靠着暗示打法三吹再赢一局 所以暗示打法就是两个人 通过暗号随时调整进攻路线 打法虽然朴实但却可以直接落点 接着菊丸这边也给大石暗示 他问自家的熊宝宝会倒向哪一边 大石很快就明白要打左边 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攻击 但阿兰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打出直线进攻 而菊丸这边则用特技机球毁击 随后在菊丸和大石的默契配合下 清学反超比数以7比5获胜 接下来就是单打三号桃城对千石 千石有个外号叫幸运的千石 然而他并不只是运气好这么简单 比赛一开始桃城发球局 千石一边回球一边观察桃城 之后桃城主动上前进攻 千石看准时机打向另一边 桃城利用瞬间反应能力接到这球 随后千石又回了一个高调球 这就让桃城抓住机位使出跳杀 桃城属于进攻型球员 跟守种的练习赛也让他明白 对于任何对手都不能掉以轻心 然而在桃城回击一个底线高调球时 千石也同样使出了跳杀 其实这一切可以看成是千石的伏笔 精神层面对网球比赛的影响比较大 看到对方用自己拿手的招式得分 对于桃城的精神层面是一种考验 接着千石还换上了比赛用的球拍 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但很明显桃城的气势一下子就弱了 随后他便丢掉了自己的发球局 接下来就轮到千石发球 只见他把球抛得非常高 然后自己也高高跳起击球 桃城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这就是千石的绝招虎炮 他在发球时提高了击球点 并把球打到最短距离的中线上 很快比分就变成了40比0 然而下一球桃城就把虎炮打回去了 因为他已经适应了这个发球 同时桃城也变得没那么紧张 在两个人精彩的对攻之下 比数来到了3比3平 不过这时桃城的左脚快抽筋了 这是由于为了减轻右脚负担 他更多会使用左脚支撑 话说千石的动态势力也非常优秀 桃城的球路他看得一清二楚 没多久比数变成了5比3千石领先 而桃城的脚抽筋也瞒不住了 接着比赛继续 其实桃城之前的脚伤早就好了 他只不过心理上没过去罢了 但想起练习赛手总说过的话 桃城终于使用右脚支撑起跳 只见他双手反拍将球重重的打回去 然而千石依然可以看清球路 只不过他在接球的时候 球拍被直接震掉了 这一招是重心垂直跳打法 他是以身体中心为主轴 利用中摆原力把体重放在前脚 一边跳一边打出威力很大的球 而桃城刚才把球尽可能留在网子上 就是为了加强这一球的威力 接下来桃城开始追分 千石基本拿重心垂直跳打法没辙 不过桃城的体力也很快到了极限 其实真是一场意志力的比赛 接着桃城终于反超比数6比5 而到最后一球时千石依然打出虎炮 桃城则用重心垂直跳打法打回去 这一次千石双手正手握拍早有准备 然而球拍还是被震掉了 比赛结束桃城7比5获得胜利 目前比赛情况是清雪两胜一败 下一场是龙马跟牙九斤的比赛 大家都去龙马要小心一点 何孙还让龙马尽量不要上网 因为他担心牙九斤会趁机找麻烦 不过龙马有点受不了大家这么关心 他不会有那种这场打出没有关系 下场还有所种的心态 接下来比赛开始 龙马发球后立刻上网 牙九斤回球之后龙马就掉短球 这肯定难不倒牙九斤 难而龙马的真实目的是A字抽球 他直接把球打在牙九斤的脸上 南次昂也表示这样打才好玩 果然是虎腹无犬子 接着龙马让牙九斤不要太小看网球 他这一球是为圣狼讨回来的 之后还有河村学长的 顺带荒景学长也一起好了 难而牙九斤并不在意这些 因为真正的比赛现在才要开始 只见牙九斤做出了起跑之势 而龙马则用右手打出外讯发球 结果牙九斤第一次就把球打回来了 不止如此在之后的回球中 牙九斤更打出不可思议的球路 他还说龙马已经不可能得分了 接下来的比赛中大家看得目瞪口呆 因为牙九斤只靠力量速度反应能力 就已经把龙马给压制住了 他很快就拿下了第一局 牙九斤的网球只有攻击两个字 他靠着一强出色的身体素质 无论在什么位置都能攻击 同时张的天赋也让他 在各项运动里都可以成为顶尖高手 难而正是因为做什么都太容易 所以牙九斤才会觉得无聊 不过现在看来 龙马的出现让他开始认真了 接着比赛继续 龙马来到往前使用单脚基本碎步 结果牙九斤在龙马做出反应后 就立马改变了球路 之后的几个球也都是这样 牙九斤的身体柔韧度确实惊人 龙马现在看上去 就好像是完全往错的方向上跑 这简直就是一种羞辱 这种情况下就连阿钱的数据都没有用 因为牙九斤等于可以攻向任何地方 接着牙九斤发球 龙马看似随意回了一个往前高调球 其实他是想吸引牙九斤来到往前 这样他就可以上网缩脚防守范围 难而牙九斤并不想扣杀 就在他准备打出高调球的时候 龙马突然说了一句 有种啊牙九斤直接将球打向龙马 结果这一球被龙马给接到了 他是故意让自己变成靶子 不过这样的招式肯定无法用第二次 接着龙马在回球时打出超级半截击 难而对手依然可以追上 此时龙马眼看又要丢球 他想起了队长与父亲的教诲 他在不移动脚步的情况下转身回击 这个回球牙九斤并没有接到 龙马这次被逼出了更进一步的潜力 其实他和牙九斤都是互相成全 接下来的比赛中 龙马逐渐占据上风 龙马的第二代已经不再是第二代了 通过这场比赛 他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武士 之后在换场休息的时候 龙骑教练提醒龙马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半田肯定还会有什么策略 此时半田对牙九斤说 龙马确实在比赛中成长许多 同时还说网球不是光进攻就可以的 要分清楚什么是快慢 一向不把网球放在眼里的牙九斤 这次竟然听进去了 毕竟输了的话会非常丢脸 他开始在回球中加入快慢 也正因此龙马再次陷入苦战 牙九斤现在的这个行为 就好比鹰幕学会投篮一样 当进攻的手段不再单一 对手就会开始犹豫 但是龙马并没有犹豫 他很快又跟上了步调 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两个寸步不浪 之后首先拿到赛点的是龙马 这一球从牙九斤发球开始 龙马这边回了一个超级半截级 而牙九斤也逐渐加强力道 就这样他们两边的回球越来越猛 期间龙马想起了还有一些账没算 接着他再次使出了一字抽球 不过这一招已经被牙九斤看穿了 一个短球 是的你没有听错 在这么激烈的一场比赛中 龙马突然来了一个小短球 最终龙马获得比赛胜利 同时清学获得都大会冠军 龙马的这个短球让牙九斤很生气 不过整场比赛下来他还是非常开心 比赛结束后半天本来想安慰牙九斤 结果牙九斤说打完这场比赛就够了 他再也不想参加什么比赛了 随后他就推出了网球部 接下来就是都大会比赛结果宣布 值得一提的是 败布复活赛事兵地胜出 慈良只花了15分钟就打败玉泰 之后太一想要挽留牙九斤 而牙九斤给他指了一条名路 他告诉太一应该以龙马为目标才对 从那天起太一就决定不再当经理 他要努力成为一名球员 在都大会结束后有一集小日常 里面讲的是地海大中学切元事业 因为坐车睡过头就来到清学 刚好他就想跟手种比一下 不过手种自然是请他离开 期间荒井因为生气切元不礼貌 就拿起网球打过去 没想到却被切元轻松化解 之后切元看比赛打不成 就把球又打回去 结果他故意瞄准地逃成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反应 导致整个训练场乱成一团 切元见势不妙赶紧溜走 另一边龙马和枯萎他们是指日生 这时有三个学长打球路过 枯萎的扫把不小心扫到学长 于是学长就要找枯萎麻烦 好在老师恰好经过才没有事情 不过之后在扫地的时候又碰上了 这一次是龙马出来解围 他跟学长比罚球十个 只不过龙马用的是网球 这场小比试引来不少同学围观 学长最后一球没有进 而龙马最后竟然打了一个空心路网 之后他再去训练的路上碰到切元 切元刚好让龙马把球还给网球部 龙马很自然的就接下这一球 这个地方其实跟切元是首尾呼应的 很快这一天就过去了 上期说到清学获得都大会冠军 而败布复活的是兵地学员 大家好我是全书 都大会结束后就是清学校内排名站 关东大会的初赛选手会重新决定 为了这一刻阿谦已经准备很久了 不过这里还是要吐槽一下 校内排名赛会分成四组 其中的三组会有两名就正选 另一组则有三名就正选 每组的前两名可以成为正选球员 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只要看有三名就正选的那组就行 这一次是首种阿谦和陶城分在一组 这基本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因为首种肯定不会输 而阿谦也不大可能连续落选 那么这次落选的肯定就是陶城了 他是1比6输给首种 2比6输给阿谦 落选的陶城显得非常失落 接下来就是本次校内排名赛的看点 阿谦的情报网球对首种 阿谦这一次的准备可谓相当充分 他对首种回球的预判十分准确 比数很快变成1比1平 其实光搜集数据肯定是不够的 还必须同时有能够驾驭数据的能力 此时在场上阿谦打出一记扣杀 首种这边则回了一个短球 阿谦立马上网回球得分 要预判首种的短球是比较难的 因为他跟一般的击球姿势一样 不过阿谦还是预判出来了 话说阿谦的训练量是海棠的2.25倍 体能上的提升让他更加得心应手 然而这一切都源自于 阿谦对打败首种的执着 情报网球一开始是因首种而起的 阿谦跟首种打过2-30场比赛 他每一次比赛都在收集数据 因为首种每一次都会颠覆数据 而阿谦一开始只会收集 首种和其比赛对手的数据 之后慢慢就演变成了情报网球 回到场上目前比数4-3阿谦领先 其实让阿谦这么执着的原因 除了要打败首种之外 还要他之前输给龙马的不甘心 渐渐的比赛进入白乐化的状态 此时首种的一个球看到了所有人 可以说他现在才开始认真起来 阿谦也发现首种基本没有移动 自己的回球都会跑向首种那边 这招就是首种区也叫首种领域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 首种预先给球增加了旋转 因此对手回球的时候 会产生相应的回旋 从而导致回球会在首种的一步之内 接着首种稍微压低球拍 只见他再次打了一个短球 这个球在落地之后竟然是往回旋转 这是首种的另一个绝招 灵式销球也叫灵式短球 在这之后首种就把阿谦压制住了 最终落选的正式队员是逃城 那天逃城很失落的离开 之后他还撬了好几天的练习 副队长大使为此非常担心 然后婴儿因为开了逃城的玩笑 再加上嘲笑大使的衣服穿反了 于是大使不小心就和他闹情绪了 两个人都不想和对方组创大 反正之后肯定会和好的 所以先不管 另一边半田来找龙奇教练 他准备了一份公费海外留学生资料 并托龙奇教练交给首种 而另一份他是要给亚组金的 这间学校的水准非常高 不少顶尖网球选手都出自这里 因此首种需要点时间思考一下 对了逃城这个时期在街边网球场 他一个人与拳和不穿对打 看得出来他还在生自己的气 之后他又遇到了小幸 在与小幸的对打中逃城并没有认真 期间小幸绝杀到逃城不大对 而逃城在对打中发现自己又轻敌了 借此他开始反省自己的那场比赛 确实他应该要改掉那轻敌的毛病 之后逃城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难道就在这个12兵地选手出现了 同时龙马因为担心逃城的情况 所以过来这里找他 双方最终没有打起来 隔天逃城终于归队训练 大使而举完也和好如初 首种罚逃城跑操场了100圈 同时他也拒绝了留学邀请 对首种来说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带领清学打进全国大赛 之后来到抽签排位那天 话说神爱川冠军队和东京冠亚军 以及千叶的冠军队是不用抽签的 这四个队伍会作为种子球队分开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兵地 他们是东京都大会第五名 所以这所强效也会下场厮杀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季布一开始就抽中了青春学员 龙奇教练在收到这个信息之后 第二天他就加强了训练 与都大会只有三名正选不同 关东大会兵地会派出所有正选 兵地是一个队员多达200人 且主张败者下场的网球名校 此时在兵地学院内 正选队员龙被落选队员名户量 挡了一个1比6惨败 难得即使这样教练神太郎 也没有答应让名户重回正选 接着名户不顾尊严向神太郎求情 同行的封长太郎也替他求情 他陪名户进行了两个礼拜的魔鬼训练 随后名户将长发剪断以示决心 这是他最喜欢的长发 与此同时季布竟然过来求情 这才使得名户获得机会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神太郎43岁还保养得这么好 另一边逃成这个时期化身前学长 开始有模有样的搜集资料 话说回来清学还插一对双打 之前说阿钱会帮海棠训练回旋蛇球 要点就是在水里甩毛巾 他同时也趁这个机会向海棠提出 跟自己组成双打 一方面是为了让海棠完成回旋蛇球 毕竟只有在实战中采用更进一步 海棠目前的球打不进单打界内 另一方面逃成也有自己的思考 而不二这边因为之前慈狼打败玉泰 所以作为哥哥很希望跟慈狼碰上 毕竟弟弟被照顾了 哥哥还是要出来表示一下 之后终于来到比赛那天 逃成还为拉拉队准备了投金 结果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大使打电话说在医院帮助代产孕妇 现在没有办法及时赶过来注册 于是逃成立马跑去和他兑换 结果大使因为在帮助孕妇时受伤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办法出赛 随后他将这份重担交给逃成 这样的话清学的出赛名单就是 双打二号逃成局丸 一号海棠阿钱 单打三号河村 二号博二 一号手众 这次要是输二三连级就没得打了 同时由于兵地的画地是单打三号 所以龙骑教练没有安排龙马上 因为画地的力气实在惊人 这才让河村上场而龙马后补 反正龙马是不可能打双大的 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 局丸逃成对象忍足又适合向日月人 又适合月人一开始就轻视对手 不过他们也确实具备这样的实力 首先又适回击逃成发球被局丸解下 就在这时月人使出了月面翻身截击 简单理解就是地心引力抓不住你 接着局丸利用特技机球毁击 此时又适马跑到底线补位 同时逃成绝杂到对手攻击方位补位 而又适则瞬间改变球路 局丸没有接到兵地15比0 这第一球就打得如此紧张 之后要是每球都是这样 那还不把我给累死 好在第二球时月人很快就反击得分 他的特技机球比局丸更华丽一些 没多久兵地就拿下第一局 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局丸状态不佳 毕竟比赛前临时换搭档谁都不习惯 接着第二局比赛开始 逃成先是用了重心垂直跳打法 月人则回击了一个高调球 逃成抓住机会打出垂直扣杀 就在此时又是突然双眼涂层合并 随后便是一个熟悉的镜头摇一 接着画面一转球落在逃成身后 这一招竟然是棕雄落网 这下局丸逃成的士气更低了 比数很快变成了4比0 此时局丸觉得已经没有希望 不过他脑海中的大使鼓励着他 不要放弃坚持到底一定还有希望 接着菊湾清醒回击对手 这次他的反应比月人更快 在菊湾用大使的话鼓励了逃成之后 他们两个现在终于变得像个组合了 此时大使来到了观众席 而菊湾和逃成摆出了澳大利亚阵型 这次的用法是菊湾先跑向一侧 月人看到之后就打向另一边 结果这里有逃成在等着 目前这一局比分是30比30 然而又是似乎已经看穿了这个阵型 他准备把球打到后卫逃成后方 此时菊湾和逃成互换位置 菊湾转成后卫出其不易 月人再次回击了一个高调球 随后逃成用垂直扣杀球得分 这一球又视得来不及回击 之后清学开始转手为攻 菊湾放弃了自己的特技击球 他转成后卫后开始支援逃成 甚至还打出了一个月亮结局 没多久清学就追到了3比4 其实这当中还要一个人的功劳 之前大使临时传授的逃成双打秘诀 逃成担心记不住就全血在手上 而比赛后期随着菊湾恢复心态 逃成也开始发挥出实力 所以这场比赛清学其实是三个人 同时这场比赛也让菊湾成长不少 另一边月人似乎已经体力不支 毕竟动作越华丽体力消耗越快 月人本身就属于速战速决型选手 而菊湾则趁着月人体力不行 开始使用特技击球回击 随着逃成菊湾的不切努力 清学终于拿到一个赛末点 这一球双方一步都不肯推浪 几个来回之后又是打一个短球 还好逃成及时不位回击 他甚至还猜到了优势的下一球 此时逃成接着跳跃放慢击球时间 不过优势依然追上并打出高调球 现在输赢全看这一球了 只见逃成高高跳起 就在大家以为他要打出跳杂球时 逃成故意挥拍落空 紧跟而上的是菊湾鹰二 这招出奇不易的攻击优势没有想到 最终清学以6比4赢下这盘比赛 接着神太良开始帮队员做总结 他的一贯作风就是严厉且直击要点 之后就是双打1号的比赛 由阿浅海棠对战明湖和凤 比赛开始兵地发球局 随着一声一球入魂 凤竟然打出了一记超高速发球 这是时速接近200公里的重炮发球 真是一个惊人的开场牌 阿浅此时要求海棠再观察一下 在第三次发球的时候凤就双发失误 然而兵地对此并不在意 这就证明他们对这个发球非常自信 保住发球局的几率非常高 很快兵地就拿下第一局 而在第二局的时候 海棠突然推到了底线附近 在明湖回接阿浅的快速发球之后 海棠从底线打出了回旋蛇球 这球虽然还是打在双打界内 但已经足以让兵地感到威胁 此时阿浅脱下负重的护腕 他原本的计划是前半场谨慎一点 不过既然海棠如此冲动 那他也果断转手为攻 拆下护腕的阿浅发球比之前更快了 海棠也十分认同这样的攻势 接着比分达到40比15清雪领先 阿浅的下一个发球被放给勉强追上 此时阿浅再次展开攻势 结果这球竟然被明湖以攻带手 这是他刻苦练习的超高速半截级 明湖之前让凤发球陪他练习 他因此锻炼出超长的反应力 击步那时之所谓为明湖求情 也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之后兵地用拿下了第二局 可以说依靠凤的发球与明湖的回击 无论是不是发球局他们都占优势 而且他们彼此竟然还十分信赖对方 这一点上阿浅和海棠好像差一点 此时海棠决定不再配合阿浅 他自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因为他不想让对手看扁 就这样海棠开始一个人接所有球 比数很快变成了5比0兵地领先 然而当所有人以为会这样结束时 海棠问了阿浅一句资料搜集好了吗 在得到肯定之后海棠拦得笑了 接下来第六局比赛开始 阿浅打出了最熟悉的情报网球 对手的每一球都被他精准预测 清学这一组的反击正式开始 没多久阿浅他们就打出30比0 不止如此阿浅还能提前指导海棠 站在最有力的位置回击 就这样他们连追了两局 其实说到信奈的话 阿浅而海棠是绝对不会少的 因为海棠的整个训练计划 都是阿浅针对性定制的 阿浅给自己的训练计划 会根据每天身体不同的情况调整 他也把这样的方式交给海棠 同时他还提醒海棠不能训练过度 阿浅因为知道海棠肯定会加倍训练 所以他的计划中已经扣除了一部分量 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练习 阿浅对海棠好好保留的建议 让海棠逐渐尊敬和信奈这位学长 回到比赛场上目前清学追回三局 接下来第九局是兵地发球局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凤连续发六球事物 这也是阿浅的策略 他故意站在比正常回球更左的位置 这样就会引诱凤把球打向右侧 而凤打右侧时手腕会习惯性扭动 这就使得重炮发球成功率急剧下降 不过此时明户提醒凤 没有必要把球打到空位的 结果这一次发球竟然被海棠接到 此时明户回击了一个底线球 而这球正是阿浅想要给海棠的 之前甩王金的要领海棠熟记于心 他终于打出一记单打阶内回旋蛇球 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球在单打阶内 所以才被明户飞身救球 接着阿浅起跳准备回击 他早已算准凤应该会帮明户补位 结果凤竟然主动出击 阿浅临时改为杀球得分 目前比数5比4清学落后一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阿浅主动向裁判提出 他刚才的那个杀球应该出界了 所以比分应该是15比40 这之后阿浅他们输掉了这局比赛 兵地6比3的比数获得胜利 比赛结束后 阿浅认为海棠已经掌握回旋蛇球 所以之后应该不再双打了 结果海棠并没有放弃要与阿浅组队 另一边神太阳继续比赛总结 依然还是那么专业吸力且注重保养 单打三号是何村和画地 何村家是开寿司店的 他已经决定升到高中之后 就不打网球专心学习做寿司 所以今年对他来说是最后一年了 为了以示决心 何村单手举起对齐 从这里可以看出何村的力气很大 此时机部也让画地叫醒慈昂展示一下 只见画地单手提起了49公斤的慈昂 看来这将是一场力量的对决 何村在拿起球牌后就开启燃烧模式 画地对何村的挑衅倒是没有什么反应 接下来比赛开始何村发球局 他一开始就使出燃烧发球 结果画地毫不费力的将球回击 他们两个看似简单的对打 实则每一球都在加强力道 此时机部打了声响指并提出要求 他要画地早点结束比赛 于是画地再次加强了力道 虽然这看上去只是一颗网球 但总觉得被打出了牵球的感觉 渐渐的何村开始在力量上被压制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竟然摆出了波动球的架势 只不过是用双手使出 这一球直接震掉了画地的球拍 与单手波动球不同的是 何村是用双手握拍 这样就可以减轻波动球对手按的负担 很快何村就拿下第一局 其实何村这么拼跟两个人有关系 一个是龙马一个是亚九金 亚九金退步那天鼓励何村 让他加油不要只满足于做一个后补 而龙马在开场前也让何村加油 毕竟何村顶了他的单打三号 一想起那些不能上场的优秀选手 何村就会觉得自己应该多尽力一些 很快何村又拿下一局 目前局数2比0 男儿画地的眼神依然没有改变 柳泽回想起败步复活赛的时候 画地完美的模仿了阿纯的假动作截击 而此刻画地竟然也摆出波动球的架势 他打出了何村的双手波动球 这是画地现场学会的 因为他心思单纯的像个孩子 所以不少招式都可以快速吸收 而且他并不只是靠蛮力而已 此时他打了一个短球引何村上网 随后便是一个高料球结束这局 目前局数2比1清雪领先一局 对了画地在打出不同的球技时 都会配以相应的吆喝声 所以他的打法是有理可循的 很快画地又拿下一局目前2比2平 眼看继续这样打下去会输 何村竟然使出了单手波动球 这对手腕的负担是非常大的 不过也更容易增强力道 结果画地竟然也同样使出单手波动球 此时何村想用同样的招式回击 还好龙奇教练及时阻止 他提醒何村这样下去守卫坏掉的 难而何村在重新上场之后 依然固执地打出单手波动球 同时画地也以单手波动球回击 为了清雪 为了全国大赛 为了那些不能上场的选手 为了自己的最后一年 何村抱着即使手腕废掉 也要拿下这场比赛的决心 义无反顾地连续使出单手波动球 之后首先撑不住的是画地 与此同时何村也到了极限 最终单打3号比赛判定无效 而何村的手已经伤痕累累 另一边伯二拿起了何村的球拍 看着上面的血迹 天才终于要认真了 他准备带着何村的球拍上场比赛 不过在比赛之前为了保险起见 龙奇教练准备带何村去看医生 他同时也交上画地一起去 这样的话就需要人替他做场外指导 此时龙马很拽的就坐上那个位置 而且他死活都不肯下矮 好在伯二说他并不介意 其实龙马是想近距离观察伯二的球技 因为他跟伯二还有一场比赛没打完 接着龙奇教练在走之前对伯二说 不过伯二还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首先是伯二的发球局 只见他先快速旋转网球 然后从下方击打发球 这个球会消失哦 这句话是伯二说的 结果伯二竟然会拍落空 那个球好像真的突然消失了 接着伯二再次打出会消失的发球 伯二依然没有接到 这个会消失的发球简单解释就是 伯二在击球之前让球旋转 然后再以切球的打法发球 这样的话球会从对方手边急速外窜 看起来就像是消失了一样 此时伯二不但不紧张 伯二反而显得很兴奋 他像个孩子一样很开心遇到高手 下一个发球他准备主动出击 不过还是没有打到球 在下一个的时候他虽然打到球 但这球却偏离出了场外 伯二首先拿下了发球局 从这里可以看出 慈昂逐渐适应伯二的发球 接下来就是慈昂的发球局 话说兵地的队员此刻一点也不担心 只见慈昂发球之后立马上网 伯二看到之后就将球打到慈昂脚边 而且还是正要落地的那只脚 结果慈昂竟然回球得分 接下来第二球也是如此 慈昂再次化解了伯二的攻击并得分 这就是他的实力 慈昂利用手腕无欲伦比的柔软性 可以随意操控截击球的方位 难怪预态会被他15分钟打败 接着慈昂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 但是伯二很快就有了应对之策 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里 利用回球将慈昂钉死在底线 这样慈昂就没有办法发挥往前优势 伯二因此又拿下了一局 但是到了慈昂的发球局时 他又可以开始发球上网 此时伯二回了一个高调球 慈昂立马跳起扣杀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伯二在这么近的距离也能踪穷落网 之后开始起风了伯二跟龙马说 要让他看下三重回击的最后一招白金 接着慈昂继续发球 他这次将发球打点改到前方 这样就能更快的冲到往前 此刻伯二看似回了一个平平无奇的球 结果这球在慈昂面前突然上飘 随后又落在了底线处 不止如此 这球竟然还回到了伯二手中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就是三重回击最后一试白金 伯二此时还笑着对慈昂说 趁着风没停要不要再赏你一球 这个赏字用得很妙啊 这一招用阿钱的话来说 事先利用反拍的强力切球使其飘起 随后再高点垂直下落并产生下拳 最后再回到伯二的手中 同时这个技巧需要借助逆风才能完成 啊不管牛顿信不信我反正尽力了 这情况感觉马格鲁斯效应也不好解释 最后伯二用他精湛的球技打败慈昂 局势6比1清学获得胜利 这也是不恶对荷村决心的回应 而慈昂虽然输掉比赛却没有沮丧 看来他很喜欢与强者对打 那么接下来就轮到两队队长的比赛了 对了荷村和画地的手并没有事情 龙奇教练现在比较担心手种 此时手种叫龙马陪他乐身 而神太阳在赛前给了击部建议 要注意临时短球和手种领域 不过他并不认为击部会输 话说这场比赛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 之后手种和龙马乐身归来 他让龙马继续做场外指导 比赛开始前击部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那就是指挥拉拉队为自己加油 接着想指引打大家安静 击部华丽地脱掉了自己的外套 并说了一句就是我 这才算完 感觉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接下来比赛开始 这是他们两个第一次正面交锋 击部首先发了一个快速对角球 手种立马跟上回击 而击部这边早已看穿 之后他的一个回球出网 手种立马上前放短球 然而击部这时也到了往前 他打了一记抽球手种球拍被震飞了 然后他就说出了那句口头禅 不要沉醉在本大爷绝妙的球技之下 接着比赛继续 大家都感慨场上两个人的实力之强 这次轮到手种回球擦网 在击部上前回击之后 手种立马打了一个抽球环影颜色 而击部则利用重心垂直跳打法接住了 不过这球还没有结束 手种随后开始左右场调动击部 而自己却一步也没有离开原地 这便是手种领域 所有的球都会飞到手种身边 很快比分变成了15比15 此时既不已然发现手种着手有伤 他具备着洞察一切的眼力 不过大石说那应该已经痊愈才对 其他队员到现在才知道队长的伤 手种之前为了不影响士气 他让大石替他保密 这个伤要从两年前说起 当时一年级的手种比学长们都强 那时的清学最多只能打进都大会 那天手种跟大石说 到了他们这一届 一定要带领清学打进全国大赛 其实手种为了顾全学长们的面子 一直都是用右手跟他们打 然而有一位学长并不领情 他觉得手种既然不屑用左手对打 那就干脆废掉好了 这件事情激怒了手种 球拍是用来打球不是用来伤人的 随后手种就说要退出网球部 接着当时清学的队长大和学长出现了 他罚了所有人跑操场100圈 并以没有收到手种的退出申请为由 让手种也跟着一起跑 在跑步的过程中只有手种跟上了学长 此时大石想起手种那天说的话 他反向跑去拦住手种 他希望能与手种一起打入全国大赛 如果手种现在退出那他也退出 之后大和学长也过来鼓励手种 并且他希望手种成为清学的支柱 这句话手种之后也对龙马说过 这么说来他们还蛮像的 当时手种的手很快就不疼了 所以大家都没有在意 直到去年秋天才发现异常 这也跟手种的练习量和零次短球有关 激动激烈的疲劳加上隐藏的旧伤 手种的手基本等于报废了 好在两个月前一生已经确认痊愈 回到场上手种打了一记零次短球 目前局数1比0清学领先 手种还跟技步说不用科技放马过来 他似乎想要表达自己的手并没有事情 没多久局数变成3比2清学领先 休息的时候神太阳指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手种一开始就积极进攻 对他来说似乎显得有点心急 仿佛想要快点结束比赛一样 这就不禁难能怀疑手种的手还没好 此时柳连二和真田看出技步有所保留 他在青少年选拔赛级训时 曾经使出过一张迈向破灭的原舞曲 那是在第一次扣杀时打掉对手球拍 然后第二次扣杀必定得分的招式 特效是基步的眼睛 朝着中心图层叠加并无限缩小 此时手种刚好打出一个高调球 难而基步并没有使出迈向破灭的原舞曲 赛场有几个人瞬间明白了 基步这是故意在拖延比赛时间 因为他看出即使手种的手肘已经痊愈 他的肩膀也撑不了太久 接着手种的球拍又被震掉了 基步此时的策略是拖延比赛时间 以手种的情况不可能打持久战 不然他的手真的会飞掉的 此时清学的队员们都十分担心 基步并不是轻松就能打败的对手 而且持久战对手种非常不利 难而随着比赛继续进行 基步突然感觉到不对 因为这场比赛并不是他要打持久战 而是手种故意要这么打 他的眼神中充满着坚定 作为清学如今的支柱 他不顾自己的伤病而选择清学的未来 这场比赛在经历一个半小时之后 局数6比5清学领先 接下来是手种发球局 即使到了盘末他的控球力依然不减 当然基步也没有丝毫懈怠 此时手种故意打出高调球 他引诱基步使出迈向破灭的原舞曲 基步的第一次扣杀被手种瞬间挡住 第二次扣杀时基步选择空位区域 结果这球竟然中了手种领域 随后手种用一招0次短球拿下这分 没多久比分来到40比0手种领先 难而就在手种准备发球的时候 他的肩膀发出了悲鸣 清学的队员们瞬间就冲入球场 不过手种让他们都回去 因为比赛还没有结束 在休息一下过后手种还想继续比赛 此时大石然在他的面前 他明白手种的执着是威尔当初的约定 他一定要把清学带进全国大赛 其实不只是手种 其他队员又何尝不为此努力 最终大石没有阻止手种 同时河村举起了对其卫星学加油 接着龙马对手种说 你不要赢了我却输给别人 然后他就去乐身了 随后手种重新上场比赛 不过这一局是基步胜利目前局数6比6 接下来就是抢7决胜局 难而即使到了现在手种也没有放弃 虽然大家能觉察出队长非常痛苦 但他依然紧咬住比分 此时基步也被手种震惊了 他惊讶于手种骨子里竟然如此热血 一段时间后比分来到37比36 这场比赛已经不是普通的比赛了 而是两队队长灵魂的碰撞 手种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队员 这便是清学的信念 这便是清学的队长 此时手种再次打出零式短球 然而这球在落地之后又弹起来了 基步这边立马飞身还击 结果这球又进入到手种领域 可惜手种的这一球并没有过往 最终比赛由基步获得胜利 手种这才放下了弹子 比赛结束后基步举起了手种的右手 他说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 目前因为比赛是两胜两负 所以将会进行候补选手单打赛 兵地这边是日极落 据说他是下一届队长的候选 而清学这边自然是龙马了 手种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龙马你要成为清学的支柱 只见龙马一开始就用外宣发球 前面三球都是S球 而第四球时龙马过一当对手接到 因为他要打出零式短球 目前局数1比0清学领先 不过在第二局的时候 日极该用自己习惯的姿势回击 因为他家是开股留武术到场的 所以这样的姿势对他还说才正常 日极的口头禅是以下犯上 很快局数变成1比2兵地领先 接着龙马将球拍换到左手 他连续激进的打出B字抽球 当所有人以为龙马这样撑不到最后时 龙马用一记又一记的抽球告诉他们 你还差得远呢 其实现在这样才是龙马的最佳状态 最终龙马以6比2获得胜利 而清学打败了兵地晋级下一轮 然后我们要来看几集日常 首先是第64集的Q版网球王子 第一个故事叫超战士网球王子 由关月扮演的宇宙大坏蛋 来到地球把酷尾变成怪物袭击大家 酷尾的技能是两年网球球连光线 这是他最爱说却又常被无视的一句话 接着超战士网球王子就出现了 因为对手是酷尾变的 所以手总叫阿钱 去准备可以复原的特制果菜汁 不过这个酷尾好像没有什么杀伤力 在龙马的一个外宣发球打中酷尾之后 大家接二连三地开始使出招式 但是呢这个酷尾竟然还会进化 就在大家无计可施的时候 阿钱终于把特制果菜汁凝固成网球 酷尾在吞下那颗网球之后就复原了 地球再一次恢复了和平 下一个故事叫小心白雪公主 这是由深思扮演的皇后 在跟魔镜确认白雪公主的事情之后 想要打垮白雪公主的故事 龙马他们这次扮演七个小矮人 大家在回去的路上突然遇到白雪公主 不过她是龙骑教练扮演的 接着龙骑教练就赖在小矮人家里不走 还非常无情地使唤他们 没多久深思带着毒苹果也来了 最后故事在场面一度混乱中受尾 再下一个故事叫飞跃把清雪 这次不饿和龙马因为喝了阿钱的果菜汁 而变得异常兴奋要继续上次的对决 不过龙马在吃饿不饿一招飞燕还潮之后 就伤心地离开球场 第二天他继续过来挑战 最终这场比赛被判定为平手 结束后大家还乐学非常的继续跑步 这一切都归功于阿钱的特制果菜汁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正常的日常 之前说过手中比赛后肩膀就受伤了 这样的话就会空出一个正选名额 不少队员都为了这个名额努力着 同时阿钱也针对上次比赛的表现 为正选队员定制了新的训练课程 这个期间荒井特别蠢蠢欲动 而圣狼却觉得大家为什么不关心队长 并且还想趁队长受伤争夺正选位置 因为一些误会他要和荒井学长对打 他们还打赌谁输谁输退出网球部 结果自然被用说圣狼根本不是对手 然而在最后一球时荒井突然摔倒 接着大石过来阻止他们 原来荒井一直带着负重比赛 这是他平常给自己增加的训练 其他二连级也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都很关心队长的伤势 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比赛结束后圣狼也和学长们和好了 之后来到清学球技大会那天 这一天规定大家要参加与自己社团不同的球类运动 其实运动翻有这种剧情还蛮讨喜的 首先来看居然和大石参加的排球比赛 酷斯月亮节肌的发球 再加上他们精彩配合下的后排攻击 居然和大石的实力完全不输给排球队 连排球教练看了都想挖墙角 接下来是荷村和阿钱的棒球比赛 目前已经到了关键的九局下半 转啊转 荷村拿起棒球棒后一样可以燃烧 阿钱这边已经搜集好了资料 他在经过计算之后投出了一记内角球 荷村挥棒击中球员看出了外野 然而这一球在击中杆子之后 又反弹到二雷手上和村因此出局 这一切其实都在阿钱的计算之内 另一边淘城参加的是篮球比赛 以他的弹跳扣篮根本不是问题 同一时间海棠在隔壁抢打羽毛球比赛 他很自然就使出了回旋蛇球 不过这在羽毛球比赛中算是出界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龙马的乒乓球比赛 他在这里遇到一个叫开神五脏的对手 一连级的五脏原本是乒乓球校队的 为了可以和龙马对打 他在一个礼拜前退出了社团 而他之所以这么针对龙马 主要是因为被龙马抢了风头 由于龙马在网球队的出色表现 让大家不再关注五脏这个乒乓球天才 所以他才会安排今天这场对决 他想要在今天打败龙马后再归队 但这又能代表什么呢 毕竟这部动漫叫网球王子又不叫乒乓球王子 随后龙马在落后7分的情况下 将球拍的握法改成了网球的握法 这样他就可以打出外讯发球了 没多久龙马就反超比分获得胜利 最后轮到不二比赛 因为没有人选择冰湖所以稳赢的 之后的一天小心叫陶城出来约会 陶城因为不清楚情况就带上龙马一起 同时他们三个还被阿钱看到 于是阿钱就打电话叫人来围观 唯独手中他叫不过来 而随着出现的角色越来越多 误会也越来越深 最好笑的是阿钱后来打电话给海棠 跟他说这边有约会快过来看 结果海棠听成阿钱叫他过去约会 他为此哭嚷了一整集 之后不二也出现了 他日常无视观月的这个习惯还在 事情发展到后面演变成双打比赛 其实小兴最初的动机是担心 陶城因为手肿受伤而心情不大好 所以才带他来街头球场而大家打球的 目前来看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 而在下一集开头时有海棠全家的画面 那么这一集的主角肯定是海棠了 故事从海棠训练的时候遇到龙马开始 由于两个人怎么走都会堵住对方 所以他们就堵气横向开始赛跑 跑的过程中遇到一群小孩 小孩们正在讨论哪个选手比较厉害 同时由于知杀之灯错龙马的照片 所以小孩们误把海棠认成是龙马 恰好他们正在讨论龙马和逃城谁更强 于是在大家的从容之下 海棠被迫冒充龙马跟逃城打比赛 难得海棠没有办法使出 小孩期待装龙马的各种招式 而且海棠还因为模仿失误而被嘲笑 最后海棠终于忍不住发飙了 他重新打出自己擅长的蛇球 并且还说自己叫海棠勋 比赛结束后小孩们不但没有失望 反而开始变成海棠的小球迷 推荐了一家非常有名的德国医疗机构 首种也打算趁现在治好肩膀的伤 那天首种去看了球队的训练 并且还指点了不少学弟 也不知道大石是不是预感到了什么 他约了大家晚上一起出来 等到集合后才告诉大家 他是想要去爬山看日出 大家在路上玩的还是蛮开心的 而且他们最后也看到了日出 确实登山看日出的感觉真的很好 大家在这里还集体合照了一张 之后的一天首种正式宣布 自己将会去德国治病 而且去的时间会比较长 这对于大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 这里要说明一下 其实大家并不是希望首种不要去治病 而是一时间无法接受 作为精神支柱的首种会离开球队 同时阿浅已经开始研究新的出赛顺序 因为首种的缺席 其他强效势必也会调整策略 之后首种还希望大石担任队长一职 不过被大石拒绝了 因为他们的队长只会是首种 大石答应做临时队长等首种回来 另外首种在离开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 那天他带着球拍来到训练场 首种首先用右手和不二乐身对打 训练结束后他主动提出要和龙马比赛 首种这次用的是右手 龙马这边则接连打出外旋发球 他很快就保住了发球局 而轮到首种的发球局时 不少人逐渐看出首种的变化 他左右移动的距离逐渐变短 最终首种已经可以站在原地不动 没错 首种右手的首种领域 在这场比赛中已经完成了 无论龙马把球打到哪里 最终都会回到首种的一步之内 接着首种竟然开始发球得分 他的球速比刚才更快了 虽然龙马勉强接到了下一个发球 并且他准备用B字抽球来回击扣杀 但是首种却突然改变了球路 这一局由首种获胜目前局数1比1 可以看出首种的右手 正在比赛的过程中不断进化 而这也正是首种想传达给龙马的 当你的对手开始进化的时候 你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此时的龙马显得很兴奋 他再次打出了外旋发球 只不过这个球被首种回球直接得分 然而龙马并没有放弃外旋发球 或者说目前的情况只能用外旋发球 之后龙马换手打出了一记回击 原本这球应该中了首种领域 结果首种却没有打过去 同时他的拍网线断了 而龙马正是从这里发现了破解之法 只见他将球掰换到了右手 并且在每一个回球都加上强力旋转 龙马正在尝试破解首种领域 没多久首种领域确实对他不起效果 其实首种领域抛开特效简单解释就是 将对手的回球引导进自己的区域 而在龙马换了右手之后 他的控球力并不会像左手那么好 也就是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回球到底会打在哪里 虽然这样做会有丢分的风险 但确实是可以令首种领域失效 没多久龙马用一个双手反派拿下一球 这就是他对首种的回应 如果对手进步那自己肯定也会进步 接着他们继续全神贯注的进行比赛 最后首种以零式短球结束比赛 最终比赛局数为6比4首种获胜 他对龙马说下次再见的时候 龙马要强盗足以打倒自己 之后首种就去德国治疗了 而清学的下一个对手 是TV动画原创的澄澄湘蓝学员 虽然是动画原创但还蛮有意思的 他们的网球教练叫华春奎 他主张的是组合式的训练方式 一年级生需要进行接橄榄球训练 因为橄榄球落地后会产生不规则的曲线 这样可以锻炼预判和瞬间爆发力 另外还要提高节奏感和脚步的训练 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就是反复横跳 对而华春喜欢称呼队员为他的作品 而且队员们似乎也以被叫作作品为龙 请上和阿芝去采访的时候 华春还安排队员展示一下球技 首先是队长维本贵久 他的绝招是曲腰发球 在百分百释放时球时速可达195公里 接下来是双胞胎双打阳瓶和耗瓶 他们的特点是眼睛和耳朵的反射能力非常快 所以他们光听击球的声音 就可以知道球位落在哪里 对而他们有个队员叫洛伦红 他在接受别的记者采访时 吐槽了清学的网球队好像杂技团 同时还说自己有点在意那个打折球的 这件事情阿芊顺势让龙齐教练知道 于是龙齐教练就安排海棠打单打三号 接着来到比赛那天 华春对龙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不过龙马拒绝了他的邀请 清学这边的出赛顺序是 单打一号伯二二号龙马三号海棠 双打一号绝安大使二号逃成阿芊 这一看就知道伯二不用出场 诚诚香兰的单打二号是双胞胎组合 比赛开始由逃成发球 双胞胎没多久就摆出了平行阵型 逃成见状就挡了一个高料球回击 结果对方瞬间就站在落球点并回击 逃成的第二个高料球也是这样 不止如此双胞胎还在比赛中聊天 因为他们光靠听就能预判球的落点 很快诚诚香兰就拿下一局 接着他们又重点照顾逃成 我们都知道逃成很容易激动 所以双胞胎故意挡了一个高料球 目的是为了引诱逃成跳杀 这样他们就可以使出一招合力击球 将逃成最自豪的跳杀给打回去 这等于是在精神与技巧两个层面上 对逃成进行打击 随后逃成就开始暴躁起来了 期间阿钱还一直劝阻逃成 但总感觉他是在故意激怒逃成 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趁机收集数据 很快局处变成4比0清学落后 此时场外加油的枯萎和圣熊吵起来了 圣狼无意间的一句话点醒了逃成 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多不冷静 随后逃成过去跟阿钱道歉 他们两个终于要开始认真双大了 且不说浪四追六是清学特产 有了前面四局的数据 在阿钱的指导下他们渐入佳境 同时逃成也在合适的时机使出跳沙 这一次受猫胎的合力击球失败了 他们两个的球败都被震掉了 没多久局数变成5比4清学领先 难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剧情发生了 幻场休息时逃成不小心拿出阿钱的水 那是特制蔬菜汁的试作品 逃成因为承受不了而被抬了下去 所以清学弃拳输了第一场比赛 相信这只不过是剧情需要而已 清学双打一号是黄金组合绝丸大石 不过大石右手的伤并没有完全好 而成城香兰的双打一号则是 身高195公分的同山大帝 和身高145公分的泰田祥 同山平时还要做重量训练 接着比赛开始由泰田发球 在局弯回击的时候同山已经来到往前 虽然局弯之后往另一侧打 但同山很快又追上并回击 紧接着大石瞄准空位进攻 难而同山再一次追上回球并得分 这就是同山体型上的优势 往前球全部在他两三步的回击范围内 既然这样大石就选择高调球回击 结果同山竟然再往前把这个球打回去 此时局弯快速回球至同山跨下 结果泰田竟然也从跨下把球打回去 最后这球由同山的子弹结击得分 就是利用自身优势打出了快速球 目前看来只能打出更高的高调球了 难而就在这时泰田直接踩着同山跳起 他在更高的位置扣杀了这个球 这一招叫雷电击球 因为他的路射角度是78.5度 跟闪电落地的角度是一样的 没多久成能向篮就拿下第一局 他们的攻击方式其实也简单 往前有同山严密防守 高调球有雷电击球这个招式回击 而且大石的右手还没有痊愈 对黄金组合来说确实会比较吃力 很快局数变成3比0成城相难领先 其实大石给自己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毕竟他答应过手种会打进全国大赛 接着在轻学发球局时 大石打了一个简单的下方发球 同山随手一挥这个球出界了 接着大石看到泰田来到中线处 于是他就打了一个炫球发球 泰田因为身高不够没有接到 炫球发球就是给球加上顺向旋转 这样球会在落地之后弹向高处 之后又轮到同山接球 这一次大石打了一个比较慢的球 急躁的同山忍不住大力回击 这球直接飞向场外 接着在泰田做好回击炫球发球的时候 大石巧妙地打了一个下方发球 就这样轻学拿下一局目前局数2比4 男儿行士兵没有逆转 同山泰田利用配合优势又拿下一局 目前成城相难还差一局就赢了 此时大石居然终于摆出新阵型 与澳大利亚阵型站位有点不同 这次摆出的阵型叫I阵型 以前的澳大利亚阵型 前卫会站在左斜角 这样就可以引导对球打出直球 而球往的中间比两边稍低 因此发球方会更加容易上网截击 而现在这个I阵型前卫是站在中间 这就表示局弯左右两边都有可能上网 此时发球方就会占据心理层面主导权 果不其然同山因为过于在意对手 反而打不出自己的往前截击 而且I阵型会诱导对方把球打向中间 通常打向中间的球角度不会太大 这就使得前卫更加容易上网拦截 同时这也会减轻大石的负担 而这个阵型的另一个好处就是 对手会因为过于在意局弯的行动 而忽视掉大石的攻击 很快精血又拿下一局目前局数5比3 难而就在这时熟悉的剧情物发生了 大石右手的伤开始发作了 不过他还是要选择继续比赛 此时华孙教练笑了暗示 重点进攻大石就可以了 接着局弯为帮大石而乱了阵型 比分很快来到30比0 随后绝弯说大石负责守备就好了 进攻的事情全部交给自己 说到做到绝弯大石利用阵型变化优势 让对手无法针对大石进行攻击 最终大石打出了一个超高的悦样截击 然后比赛结束轻学7比5获得胜利 那么接下来就是单打3号的比赛 由若人红对战海棠勋 比赛开始前有个小插曲 诚诚香蓝的学生插队满饮料 然后还故意欺负应赖 随后他们就被龙马不经意间教训了一下 回到比赛场上若人红的球迷很多 他最擅长的是变身战法 简单理解就是模仿各种球星 第一局是海棠发球局 若人红模仿的是休伊特 不只打法一模一样连小习惯都一样 而且不单只是动作一样 连球的威力也基本接近 很快海棠就丢掉了发球局 不过他在第二局的时候 已经逐渐适应了对手的球风 毒蛇稍微亮出自己的牙齿拿下两球 结果若人红再次变身 这次模仿的是比特桑布拉斯 强力的发球强力的回击 确实是模仿的微妙微笑 这样的切换的确让人大吃一惊 感觉就好像在看动漫一样 诶不对这就是一部动漫 接着若人红逐渐占据上风 而海棠在对方上网的同时自己也上网 他硬是将比分给追平了 不止如此海棠很快就适应了这个球风 之后他用一记蛇球破了对方的发球局 目前局数1比1平 接下来是海棠的发球局 这次若人红变身成回击天才阿格西 普通的蛇球对他来说已经没有用了 没多久若人红就赢下这局 而在下一局时他变身成一番尼赛围棋 并且还将球拍换到了左手 这也是一个发球上网型的顶尖选手 其实若人红的这种打法 是华村教练无意间发现的 他有一次在公园看到 若人红正在模仿马克安诺 而且还学得有模有样 询问之下才知道若人的爸妈是网球迷 所以他从小就看各种网球比赛 并且不断尝试模仿明星选手 这之后华村就给若人红定制训练课程 两年之后就有了现在的成果 此时局数来到4比2对海棠来说 才适应一种球风对手就变身 确实是一件很烦的事情 全书话刚讲完若人红又变成了酷尔腾了 好在这一次海棠已经见怪不怪了 毕竟在清学的网球队里 拥有同样技巧且打磨更深的大有人在 之后局数变成6比5海棠领先 难得就在这个时候 若人红竟然变身成海棠 他在比赛中记住了海棠的姿势 并且他连普通手球都打得出来 因为没有人和自己比赛过 所以海棠目前为止的经验都没用了 这一局由若人红获胜目前局数6比6平 那么接下来就是抢西决胜局了 他们两个各自用蛇球拿下一分 不过我们都知道激怒毒蛇是很危险的 因为不小心就会被反咬一口 果不起然海棠之后就打出了回旋蛇球 虽然这个球绕过对方背后有点夸张 但确实给若人红带来不少压力 难得这一次他并没有变身 若人红坚持要用蛇球来对决 这里要说一下蛇球是挥边式打法演变的 而若人红之前刻骨练习过 辛迪斯的挥边式打法 看来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坚持 此时在场上若人红逐渐撑不下去 因为海棠一直打底线低球 这是之前龙马克制海棠的方式 配合上蛇球使用威力翻倍 不过若人红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竟然还打出了回旋蛇球 可惜的是这一球出界了 毕竟回旋蛇球需要经过大量手腕训练 光是姿势正确是打不出来的 最后海棠赢下这场比赛 这里要缩下华村的赛后总结 他只所谓推荐洛人使用变身战法 是因为洛人可以合力的控制身体 并且具有看穿对手球风精髓的能力 他是希望洛人通过模仿知名选手 演变出只属于自己的球风 接下来就轮到单打二号比赛 由龙马队180公分的神城灵制 神城是华村最完美的作品 同时他好像暗恋着华村 接着比赛开始神城发球局 龙马连续回球得分拿下第一局 之后龙马又轻松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 这么看来神城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然而变化从第三局开始 龙马首先回发球出界 随后神城又发出一个看似普通的球 结果龙马的球拍却被震掉了 在下一球时龙马会拍过重导致球出界 很快神城就拿下这一局 他的这一招叫幻影式打法 神城发每一球的动作都一模一样 所以龙马就无法从姿势判断球的轻重 而神城之所以牺牲掉前面两局 目的就是为了让龙马记住自己的姿势 接下来轮到龙马发球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幻影式打法不止发球而已 神城连普通的回球都看不出轻重 更重要的是神城的旋球还会发生变化 他的上旋球在空中会变成下旋球 这就是幻影式打法的精髓 神城几乎可以用同一种姿势 打出所有种类的球 很快局处变成3比2神城领先 不过龙马在下一局时找到了办法 他频繁地用右手打出外旋发球 虽然前面几球没用 但龙马就连回球都坚持打向对方脸上 没多久他真的破了幻影式打法 这是因为幻影式打法 要求每个动作都精准无比 而面对朝自己打过来的球 任谁都会本能的有所反应 因此神城在动作上会出现些许偏差 从而导致幻影式打法被看穿 很快龙马就拿下这局 目前局处3比3平 结果这个时候龙马对神城说了一句 你和你的教练还妈打妈打的内 妈打这句话直接激怒了神城 他因此使出了被华村禁止使用的一招 这一球直接击中了龙马并擦伤了脸颊 这一招的名字叫深层动力 接着比赛暂停因为龙马的球拍网破了 话说这个擦伤还是很疼的 此时华村正在质问神城为何这样做 他并不希望龙马受伤 然而神城却说完美的作品一个就够了 感觉是有点吃醋 之后比赛重新开始 神城继续打出深层动力 这次球竟然绕过球拍擦伤龙马脸部 很明显神城是故意这样瞄准的 深层动力就是一种 以伤害对方为目的的打法 这是在遇见华村之前就会的 只不过后来被华村禁止了 网球这项运动本来应该是将球 打到与对手相反的位置已得分 而深层动力则是故意让对手擦伤 让对手的身体记住这种恐惧 从而逐渐对比赛失去信心 此时龙马的脸上又擦出一道伤口 虽然目前局数4比3龙马落后 不过他好像看起来更有动力了 然而这一招并不是那么好破的 另一边华村的脸色也是越来越不好 原因要从华村刚来城城湘兰开始讲起 当时华村很赏识神城和另一位学长 因此就让他们两个对打练习 结果神城无情地使出深层动力 那个学长直接被打出心理阴影 从那时起华村要求神城 不冷再打出令人恐惧的网球 而神城也听话放弃了自己的球风 转而重生为华村最完美的作品 此时神城继续打出深层动力 而龙马这边则拓安朝前面跑去 就在大家以为他要B字抽球的时候 龙马拓安停住并双手挥拍回击 这次轮到神城的球拍被震掉了 其实龙马使用的是断续步法 他要在神城的球加速前先处理掉 这种步法适合短距离击球 并且能打出很重的球 没多久龙马就拿下这局目前4比4平 之后在下一局的对打过程中 神城开始流大量的汗 他的平衡感也因此被破坏了 于是神城主动放弃了这局并重新调整 这里还是很佩服神城的冷静 并且他觉得自己还称不上完美的作品 而龙马这边恰好喜欢破坏别人的作品 目前局数5比4龙马领先 接下来就到了关键的一局 他们两个很快就达成了平分 现在开始每一球都非常重要 神城在深层动力中混入幻影式打法 龙马这边则丝毫不敢懈怠 两边都在等待最佳机会 就看谁的手腕先撑不住了 终于龙马发现一个最佳时机 而神城竟然被自己的深层动力给伤到 比赛进行到了现在 龙马终于抓到正确的回球时机 目前是龙马领先一球 接着他们两个继续耐力对决 神城没多久又把比分追平 接下来他又开始幻影式打法 并且还用上了心理战术 原来深层动力前的那个动作 也是摆出来好看的 现在龙马根本不知道 对方什么时候会使出深层动力 这次轮到神城领先一球 随后两个人继续耐力比拼 没多久龙马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机会 只见他双手握拍回球再次扳平比分 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拿下一球 而在下一球时 神城直接使出深层动力 不过却被龙马精准打回去 看到这里华村已经向龙骑教练认输了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神城无法回击最后一球 龙马终于赢得了比赛 就这样清学终于打进关东大会四强 他们也成功拿到全国大赛门票 比赛结束后大家照常去和尊家吃饭 输的人要吃芥末寿司 难得阿钱也有今天 对了目前关东大会四强有 上届冠军神爱川县厉海大 第三种子千叶县六角中学 第二种子青春学员 至于第四个席位还没有决定 前四强可以进入全国大赛 山翠而不动风正在争夺这个席位 目前总比数2比1不动风领先 单打二号是神尾对千石 神尾的节奏比之前更快了 不过千石瞄准神尾脚步切万瞬间攻击 局数很快变成5比4千石领先 结果在下一局的时候 神尾竟然把眼睛闭起来了 他等待对方击球的时候才睁开 并在对方击球后开始追求 不止如此他还练出了新的招式音速弹 这招快到根本看不到 即使千石动态势力超群能看到 他也没有办法打回去 这招原理是在奔跑中打出下拳球 在经过一次反弹后速度又会加快许多 理论上来说配上神尾的速度是可行的 之后比赛被拖入了抢7决胜局 结果在6比5神尾领先的时候 他看上去好像要撑不住了 然而看到海棠让他想起绝对不能放弃 因为当时海棠就是这样赢的 最终神尾打赢了这场比赛 不动风成功晋级4强 比赛结束后千石进行了反思 他准备重新改变自己的打法 然后我们先来讲点日常 首先来看Q版的故事 第一个叫网球传说 由半田和龙奇扮演一对老夫妻 龙奇在洗衣服的时候捡到一瓶饮料 打开之后里面喷出来的是龙马 老夫妻把龙马养大 不过狗 猪鸟 猴子都不大喜欢龙马 于是龙马就准备一个人去成立 路上因为好奇他进到一个地洞里 在这里碰到了身怀绝技的清学队员们 于是龙马决定留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期间他学会了大家的技能 然后就继续出发去成立 来到海边时看到季步画地亚九金 正在欺负枯卫他们扮演的乌龟 龙马原本不想管 结果清学的队员们突然出现 接着大家就一起见义勇为 之后为了表示感谢枯萎让大家 在一大一小两个礼物里面选择 龙马因为嫌弃大的太重 所以就背起了那个小的 并且带着大家一起回家去 此时几步他们又回来抢那个大礼物 结果里面是神威和深思扮演的鬼 而龙马他们拿到的是一堆网球拍 他可以用来拍棉被 垂肩膀 洗衣服 反正有很多用途就是了 之后大家就一起快乐生活 下一个故事叫网球情景 一天阿钱洗脸的时候发现眼睛不见了 于是他就去找青春警署帮忙 这次狙击瓶牙九金他们扮演警察 没眼睛对阿钱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这样就不能做钱质和收集资料 接下来阿钱开始回忆谁有嫌疑 首先是他在来的路上看到海棠在逗猫 结果海棠突然心虚的走开 这样看起来好像有嫌疑 嗯 抓起来 还有早上洗脸的时候看到龙马经过 确实有点嫌疑抓起来 对了 河村是早上的值日生 一看也有嫌疑抓起来 随后菊瓦拿哭尉他们也被带走了 不止如此 包括桃城 大石 博厄 甚至远在德国治疗的手众也被带走 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就在阿钱摸头思考的时候突然发现 他的眼镜一直藏在头发里 原来早上洗脸的时候他看到卡尔滨 于是就把眼镜放在头发里然后忘记 这下终于真相大白了 不过阿钱难免要被大家收拾一顿 接下来就是平时的日常了 在打进关东大卫思想之后 龙奇教练和大石组织了庆功宴 这一集的名字叫宝灵球王子 顾名思义就是大家进行宝灵球比赛 谁不参加就要喝下阿钱的特质清醋 输的队伍也要喝下那一大杯 要是洗钩的话就喝一小杯 这个东西稍微沾一点就不得了了 接下来大家开始抽签分组 桃城龙马一组 不二居然一组 阿钱海棠一组 河村枯尾一组 圣狼圣熊一组 龙奇教练和大石一组 这里要注意大石用的是左手 比赛开始大家表现都还可以 就是海棠不小心甩了一个蛇球洗钩 就算他跟阿钱一队也不能幸免 非常可惜直接洗钩 话说以前不二可是很喜欢前肢的 难而这一次就连不二也撑不住了 正因如此气氛逐渐变得紧张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龙奇和大石海资背手套 所以说他们原本就是保龄球迷 接着比赛继续大家各自发挥 此时为了打断局弯的专注表现 龙奇教练故意和大石演了一出戏 目的就是为了诱使局弯失误洗钩 就这样局弯也不行了 而下一个洗钩的是河村 目前场上最灰明的是阿钱 因为他一直精准无物的支出需求 其实根据他的计算本来应该全倒的 结果阿钱为了方便控球而挑了小球 这就导致他每局只得一分 此时阿钱觉得与其最后一名不如洗钩 难道就在这个时候 海棠突然抓住阿钱让他不要放弃 结果阿钱不小心碰到了龙奇教练 他们两个因此都洗钩了 龙奇教练率先倒了下去 至于阿钱嘛 这次他也受不了自己做了轻醋 没多久枯萎和大石也因失误淘汰 目前一共有八个人不行了 此时远在德国的手种突然感觉到不对 看来这一集是要奔着团灭去的 目前场上只剩陶城龙马和圣狼圣雄 令人意外的是圣狼圣雄竟然以一番险胜 这样的话陶城龙马就要喝下大杯清醋 而圣狼圣雄的奖励则是大杯特制红醋 最后所有人都倒了下去 接下来的两集日常剧情就比较简单 一个是山吹中学的半田教练 带着太一来到清学参加一天训练 因为之前亚九金跟太一说过 他应该以龙马为目标才对 所以太一希望能够亲眼看到龙马训练 不过他的方向好像有点错了 现在看太一的外表简直就是翻版龙马 之后他还获得和龙马比赛的机会 原来太一并不只是模仿外表 他还打得出来外宣发球 不过每两球就被龙马给回击了 之后太一还使出避字抽球 然而却被龙马以正牌避字抽球回击 打到这里太一逐渐失去了信心 接着在龙马一句话的典型之下 太一终于想明白如果现在放弃的话 那么之前的那些努力不就白费了 于是他再次重篮斗志打比赛 虽然最后肯定是输了 不过对太一来说这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几天之后清学队员跑去千叶县的防总半岛海边训练 结果枯萎他们把饭店预约券搞丢了 就在众人一球莫展之际蓝次郎出现了 他是受朋友委托在这里照看饭店 脸上绷带是因为做日光玉睡着被晒伤 蓝次郎建议大家在饭店打工赚住宿费 于是大家就开始忙碌起来 很快饭店的食材就不够了 这主要是因为蓝次郎忘记买 随后威尔阻止逃产海棠吵架 河村在拿起球拍之后不小心把店砸了 接着威尔弥补损失蓝次郎想到一个办法 他让大家来挑战龙马海棠的沙滩排球 赢的人可以免费在店里用餐 还要有机会获得夏威夷旅游大奖 很快就有挑战者来了 同时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而蓝次郎说只有点餐的人才可以看 因此饭店生又做起来了 另一边蓬向而枯萎他们去买食材 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佐佐布父子 他们两个在海边打沙滩排球欺负人 并且还自称是黄金海狗 之前打网球是叫黄金猎犬 此时彭湘硬看不惯他们 就让佐佐布父子去挑战海棠龙马 这对父子虽然看起来很平凡 但却非常有自信 他们在一开始输得很惨之后 就开始耍手段判定边界球出界 接着还故意踢沙子到龙马眼睛 这就使得龙马海棠陷入被动 而其实并没有 之后龙马他们开始左右调动对手 没多久佐佐布父子就体力不支 同时龙马的眼睛也恢复了 接着海棠发了一个蛇球击中对手脸部 龙马紧跟着就是一记扣杀 最后他们赢得了比赛 之后有一张饭店预约券 从佐佐布的父亲口袋里掉了出来 原来这个东西是被他们捡走了 不过这个券最后还是被吹到海里去了 于是龙马他们还是只能当天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他们碰到一位老爹 龙马和老爹因为都想投币买饮料 结果老爹硬币不小心被碰到路中间 就在老爹准备去捡的时候 龙马及时保护住了他的安全 大家也及时过来询问情况 此时一个身穿六角中学校服的人出现 他以为清学的人在欺负老爹 结果却发现原来是一想误会 接着其他六角中学的人也出现了 不过和佐伯互相认出了对方 这些人就是六角中学的网球校队 最开始来的那个人叫葵剑太郎 葵对同事一年级的龙马很感兴趣 因为六角中学就在千叶线 而且比赛当天葵不一定能碰上龙马 所以他希望龙马可以先跟自己打打看 对了那位老爹是六角中学的教练 而葵是队长佐伯是副队长 这些都是老爹看似不经意间选出来的 不过谁当队长对他们来说的无所谓 老爹是为制作木制球拍的高手 同时还会做不少大型木头玩具 这基本上是做出了一个游乐场 这里对附近的小孩是开放的 同时因为六角中学的网球场就在隔壁 所以大家从小就自然而然的接触网球 相当于是从小就开始培养兴趣了 接着我们再来介绍几个角色 拿着一把长柄球拍的叫天根光 他很喜欢讲冷笑话和双关语 也因此常被搭档黑语春风险气 感觉天根随时都能讲出十万个冷笑话 六角中学还有一个人叫树西岩 树有一个像火车一样会喷气的大笔字 而且他非常喜欢问为什么 感觉树随时都能问出十万个为什么 之后葵和龙马就开始对打 葵无论什么时候看起来都精力充沛 而且他的回球基本都落在同一个位置 这不但体现出葵的控球力有多强 同时还会对龙马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 不过龙马这边也是做出了一些反击 对打的过程中葵还对龙马说 准决赛时自己会在灯打三号等他 此时对打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那天在回去的车上 龙马跟学长说自己想打灯打三号 看来他确实是被点燃了 之后来到准决赛那天 比赛开始前首种还发来邮件说 全神贯注的上吧 首先是双打二号比赛 清学这边是中战车组合逃城河村 六角中学则是天根和黑语 这里说下天根的长柄球拍并没有违规 顺带一提六角中学球拍都是老蝶做的 接下来比赛开始由黑语发球 这是一记十分强耀力的发球 河村没有反应过来不小心就被推到了 说明下这不是故意的 接着逃城发现黑语是手臂内转发球 就是在击球瞬间利用手肘伸长的距离 向内侧用力扭转并击球的技巧 而他则选择用重心垂直跳打法回击 不过这球竟然被天根用长柄球拍打回去 随后河村又打出一记双手波动球 天根再次把球接下 就这样六角中学首先拿下一球 之后这场比赛就变成力量的对决 由于逃城河村过于坚持用力量决胜负 他们反而被主金压制住 没多久局数就变成了5比0 难而在换场休息的时候 脑爹指出天根的头发乱了 一般来说比赛前天根都会用法拉固定 现在这样就表示这场比赛很激烈 另外虽然清雪还差一局就输了 不过逃城河村并不打算放弃力量对决 他们很坚定要把自己的球风坚持到底 接下来比赛继续河村发球 逃城利用补衛攻击先发制人 之后河村也开始发力 在他们两个力道的配合下 清雪终于拿下一局 接着天根将自己的头发绑起来 而比赛也进入白乐化的状态 此时观战的阿钱突然说 其实逃城有一个自己都没有发现的能力 回到比赛场上逃城河村又拿下一局 随后逃城就跟河村说 差不多可以使出那个了 他自信的眼神让人十分在意 接着逃城发了一个看似失误的球 六角中学因为过于在意那个 而被逃城补衛攻击得分 当然这种方式第二次就没有用了 所以第二球时河村也站在了底线 这应该是一种迷惑对方的手段 几个来回之后逃城打出了一个高调球 同时因为河村上网的关系 黑羽也只能回击一个身后球 结果当他们以为逃城要打出扣杀时 逃城却来了一个小短球 其实阿钱刚才所说的逃城的能力 是指他可以看穿对手心理预判行动 也正因此才能打出对手意料之外的球 之前因为太过激动没有表现出来 而在他冷静之后就会不自觉的启动 没多久清瘸就追成5比3 此时黑羽让天根打自己一巴掌 主要是为了让自己清醒过来 不过天根没有让黑羽打 清醒的黑羽明白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个 一切都只不过是逃城的战略而已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只见黑羽发球之后河村立马摆好架势 这一刻他有如猛兽出笼 河村用起跑姿势打出一记单手波动球 天根和黑羽的球白完全脱手 这招就是冲刺波动球 所以逃城河村他们是真的有那个 这招河村是在逃城的帮助下链场的 之后由于天根黑羽过于在异新招式 他们最终输掉了这盘比赛 最后一球逃城冷静判断天根出界 河村也因此没有追击 其实那个冲刺波动球一场只能用一次 所以是天根黑羽过度紧张了 接下来就是双打一号比赛 由伯尔绝弯对阵左伯和树 比赛前老爹让奎来做场边教练 接着比赛开始由树发球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看绝弯伯尔双打 虽然他们看起来都在各打各的 但这才是属于他们的双打 他们两个更加重视自己的球风 这种双打需要两个人非常熟悉彼此 同时也要非常信赖对方才能做到 很快清学就拿下前三局 不过左伯也通过这三局在观察局弯 他现在已经可以精准预测局弯的动向了 之后左伯开始往局弯的反方向打 这就导致局弯根本来不及接球 而且左伯每一球都猜对了 很快六角中学就拿下一局 随后局弯的情况并没有改变 这就使得伯尔必须支援局弯 其实这些都要归功于左伯去学习剑道 他可以通过对手肌肉细微的动作 推测出对手接下来的移动方向 而且这招还能看穿假动作 因为假动作时肌肉不会太用力 然而局弯才不会就这样放弃 此时伯二说自己可以完全负责守备 至于进攻方式就靠局弯来想了 结果局弯还真的想出一招 这下左伯的预判就没用了 其实左伯的预判还是对的 只不过是局弯进行了快速折翻跑 局弯的折翻跑成绩才破了清学纪录 然而这样做的副作用就是体力消耗大 我们都知道体力一直是局弯的弱点 他之后接连双发失误 此时局数4比2还是清学领先 而局弯这边明显已经支撑不住了 于是伯二开始替局弯接下所有球 但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所以伯二就准备使出飞燕环巢 当然这一切都被左伯看在眼里 他提醒术注意回球 令人意外的是伯二的飞燕环巢失效了 这应该是左伯想出来的对策 因为飞燕环巢是专门回击上拳球的 而术打出来的球并没有丝毫旋转 这样的话飞燕环巢根本打不出来 然而天才可不是白叫的 伯二通过滑动球拍给球增加旋转 让飞燕环巢又复活了 不过由于旋转不够这一球还会飘起来 术这边也是抓住机位回击 虽然这个球最后触网 但也表明了这个飞燕环巢还不行 所以伯二将球拍拿直增加旋转时长 这次的飞燕环巢确实更低了 然而术依然有办法贴着地面打回去 此时局弯还在充电当中 伯二和对方则处于胶着的状态 没多久伯二继续打出飞燕环巢 这一次术并没有办法回击 因为伯二故意引发术的回球触网 这样球就会产生一点旋转 再加上伯二的球拍滑动 他终于可以打出完美的飞燕环巢 之后祖伯识破了触网球的时机 术也因此打出高料球 不过这一球伯二并没有动 因为他知道局弯已经充满电了 最后局弯用一个回身扣杀结束比赛 清雪以6比2拿下这盘 目前总比数2比0清雪领先 接下来就是单打3号龙马对奎 龙马这边是充满的斗志 而奎也带了他的六角形球拍过来 这个拍子连网也是六角形的 用这个拍子就代表奎会非常认真 比赛开始龙马上来就是外宣发球 而奎在失去平衡的状态下还能回击 几个来回之后虽然是奎一直在跑 然而在攻击的却是他 因为他又把球打回同一个地方 这有点类似反向手中领域了 龙马此时就好像被掌控了一般 即使他打出高料球想摆脱局面 奎也能用球拍前端精准扣刹回去 当然其中一部分要归功于那个球拍 因为拍网的关系 他不管在哪个点击球 都可以进行强有力的精准回击 接着奎还故意让龙马打出B字抽球 因为他也可以精准回击这一招 然而奎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龙马早点火力全开篮烧斗志 龙马虽然嘴上不承认 但他确实被激发起了斗志 随后他们两个乐力十足的来回对打 这一场比赛两个人应该都很享受 接着龙马再次使出B字抽球 不过这一次他早有准备 龙马在奎回击落地之前就回球得分 之后两个人打得步枪上下 三个小时过后举处是4比4平 此时由于天已经黑了 所以裁判先暂停了比赛明早继续 然而对于龙马来说比赛并没有暂停 他回家的时候还找蓝次郎对打 奎确实点滥了龙马的热情 隔天早上龙马很早就去了球场 同样心急的还有奎 他们两个就这样开心的在球场上练习 结果比赛开始前他们两个都睡着了 好在大家及时发现并叫醒他们 接着比赛从局数4比4开始 他们两个一上场就斗志满满 看来暂停并没有影响他们 首先拿下一局的是龙马 不过奎在下一局时展开了攻势 他频繁左右掉动龙马消耗体力 难道没过多久他却发现 自己竟然开始左右来回跑了 此时龙马又打算使出B字抽球 与之前不一样的是他这次没有跳起来 而是靠着把身体压低到极限回击 这样的话球的打点就会比较低 奎也因此反应不过来 最终这场比赛由龙马6比4获得胜利 比赛结束后两边友好道别 老爹还给清学队员发糖果 虽然六角中学比赛没有什么特效 但是他们豪爽的球风令人记忆深刻 接下来又到了日常时间 首先依然是熟悉的清宫宴 这次是由不二提出的台球比赛 老规矩谁都别想跑 不过这一次冠军的奖励是 和孙寿司吃到饱免费招待券 比赛采用九球的规则 同时一局犯规三次就要喝下大杯哄醋 对而不二这边还自备球肝 看来是要抱上司保龄球的仇 比赛过程中大家依然使出各自的绝招 毕竟只要学会网球之后 其他球类运动都不在话下 另外龙马虽然是第一次打台球 但凭他在比赛中不断进步的特性 最后竟然是龙马获得冠军 接下来讲的是一个被诅咒的球拍的故事 那天龙马在家门口捡到一个球拍 随后谁拿到这个球拍就会倒霉 逃成绝丸大石都中招了 在停电之后阿前顺势编了一个鬼故事 大概就是最近谣传有把被诅咒的球拍 谁捡到就会遇到不幸 原因是这把球拍的主人 在参加全国大赛之前挂掉了 所以他就附身在球拍上让别人不幸 之后不饿还戴上面具增加气氛 至于海棠则是吓到不行了 其实这把球拍是哭语掉的 所以阿前的故事都是先编的 接下来我们讲下大石 作为清学之母兼代理队长 大石的压力非常大 主要是因为自己想帮助大家 却又不知道该重何下手 他之后还找每个人都面谈了一下 结果依然没有什么用 接着阿前开始组织一对多训练 期间举完再一对三的时候 因为速度太快出现了一个分身 其实这次训练也是做给大石看的 大家已经明白大石的赛前焦虑 他们用这样的表现回应大石 不要犹豫相信自己就对了 隔天大家还收到手动的邮件 合而不同全身贯注的上把 就比之前多了四个字 之后的一天何孙提醒龙马 之前台球比赛的招待券要到期了 他让龙马今天要记得去 而且并没有人数限制 于是大家就跟着一起去了 这天做寿司的是河村 同时陶城也叫了小信过来 好像是为了打听比赛的情况 因为不动风准决赛输给了厉害大 接着阿前也放出了比赛实况录像 不动风在连输了两场双打之后 压力就给到了队长橘击平 他的对手是二年级王牌切元赤野 虽然不动风在比赛前做过调查 不过真打起来却发现一点用都没有 接着橘击平由于责任赶过强 导致心理压力太大而不小心扭伤右脚 此时切元瞄准局需要大步迈出右脚 才可以回击的位置 以局的性格自然会硬撑下去 最终局一比六输掉了比赛 而且他也因韧带受伤而住院 看完比赛实况之后 氛围变得很凝重 好在大石及时鼓励大家 他叫河村给每人都做一个芥末寿司 就把这个很呛的芥末寿司当做厉害大 然后大家一起吃掉它也是决心 在招待结束之后 大家又以各自的方式回去练习了 不过隔天的训练气氛还是有点紧张 海棠和陶城都要吵起来了 这主要是他们过度紧张导致的 其实这段动画原创剧情 主要是为了展现陶城海棠双打组合 因为一些剧情需要的原因 他们两个在街边球场和关越为本对打 这主要是华村想要挖陶城 关越想挖海棠所导致的 比赛一开始陶城海棠就被压着打 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配合没有默契 另一方面是关越这边压制了球路 之后龙马用激将法吐槽他们不想打赢 这就导致陶城海棠决心一致对外 感觉他们两个很吃这一套 接着他们开始帮助对方发挥绝招 最后他们赢下了这场比赛 很快时间来到决赛前一天 按照惯例今天没有训练 同时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报道 都是在关注厉害大会不会三连冠 基本没有人认为清学会获胜 虽然那天并没有训练 但是大家晚上不约儿童的来学校练习 看得出他们对这场比赛非常重视 啊不过其实也不用过于紧张了 因为动画会原创那天下大雨 然后大会主办方将比赛推迟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多了12集动画 按照每周一集的情况大概等了三个月 所以接下来我会简化一下剧情 首先那天千元有过来打招呼 不过更多的只是轻视而挑衅 在收到比赛延期通知后大家就先回去 原本清学队员应该回室内训练 不过伯二去医院探望了橘机瓶 在一番推心致富的交谈过后 伯二带走了橘的手交 这个意思很明显 他会连同橘的那份一起努力 而另一边龙马也没有回去 他看到真田正在独自练习 于是就想过去跟他对决 在见识到龙马和自己一样 也可以用球击中远处落下的水滴后 真田并没有拒绝龙马的挑战 同时这场比赛也被 碰巧经过的牙九经看到 比赛开始没多久龙马就输了一局 前两个发球没接到 第三个接发球时球外被震掉 第四个则被对手回接发球得分 接着龙马的发球局也被破了 真田基本都是接发球直接得分 说实话这里表现出的差距有点太大了 真田用的都是平A龙马则直接被打蒙了 比赛结果肯定是真田获胜 这场比赛过后龙马就开始魂不守舍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场比赛 连训练都没有办法专心 因为他现在只要一打网球 就会把对手想做是真田 之后他还请和尊帮他练习 他希望和尊对他连续打出波动球 这里应该是龙马想找回 与真田对打时的那种手感 不过龙马这次连一个球都没有打回去 训练结束后牙九经来找和尊 他告诉和尊龙马和真田对打的事情 之后牙九经借走了和尊的球拍 他在街边往球场找到龙马之后 没说几句就开始发球对打 此时龙马一谈不自觉把对手想成真田 很快他就被打出了一个4比0 然而在牙九经的不断刺激下 龙马开始找回以前的自己 那眼神里的斗志又回来了 此时比赛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牙九经让龙马比赛时不要输得太难看 这会让他的手下败将跟着一起难堪 随后他就离开了 这样看来牙九经能还是不错的 之后由于距离比赛还要不少时间 所以龙骑教练特意安排了一场集训 地点在清景泽地区的一栋4N别墅 虽然这个别墅看起来有点老旧 不过整理一下要训练还是可以的 这个集训的内容也是蛮好玩的 首先是没收大家的球拍并封存起来 然后从基础训练开始做起 同一时间井上去采访了利海大 他在这里看到真田他们 用高速发球机进行接球训练 其中最猛的当属真田 有一瞬间他看起来有许多只手 这里主要体现真田挥掰速度之快 回到清学这边他们也在进行接球训练 只不过大家是用手接球 这主要是为了扩大接球范围 因为如果用手都能接住的话 到时加上球拍的长度就更没问题了 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很快第一天的体能训练就结束了 晚上阿芊还给大家进行战术讲解 第二天龙骑教练请来了一位特殊指导 他就是曾经出现在回忆中的大和学长 三年级生见到大和学长都非常尊敬 大和现在就独于清学高中部 因为校区是分开的所以比较少见 那天大和带大家去山上采剑笋 然后他跟龙骂不小心掉到山坡下 也正因此他和龙骂有了独处的时间 其实大和这次来主要也是为了龙骂 他比较擅长为人拨开迷雾 大和可以在对谈中不经意间引导对方 在独处的这段时间里 他向龙骂讲出了不少道理 总结来说就是要享受打网球的乐趣 而不要过分在意比赛的输赢 之后龙骂彻底解开了内心的焦虑 同时也获得了大和学长的肯定 隔天大家在结束体能训练之后 终于可以开始拿球拍了 同时他们也感觉到球拍好像变轻了 接着由于英来他们买东西时听到 最近这里有大熊出没的传闻 所以龙骂教练就去找警察问情况 一般按照剧情发展呢 就真的会有一只大熊出现 而且恰好这熊和枯萎他们在一起 于是大家就用自己的绝招来对付他 顺便说下波二虽然有一招叫棕熊落网 但是对真的熊是没有用的 最后大家发现其实这熊是小偷假扮的 然后他就被警察带走了 接下来随着集训的进行 大家都逐渐展现出了成果 而在集训结束之前 龙骂教练还特别设置了一个 类似冬季两项的竞赛项目 简单理解就是一边越野跑 一边完成与网球有关的关卡 第一关是冲刺击球主要考验速度 第二关是击倒指定的罐子 抛球的时候才会说出打什么颜色 主要考验的是控球应变能力 而最后一关考验的是力道 最终大家同时冲刺抵达终点 目前来看他们基本克服了弱点 这主要是因为击步大爷 切好在附近的私人别墅里带队训练 所以龙骂教练就请他们来打练习赛 规则是同时进行两场单打比赛 并且是没有抢期的单盘制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6比6的平局 比赛是从兵地发球局开始 不过这次练习赛的比数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如何进化 至于对手是抽签决定的 我们先来看菊湾对花帝 这是一场力量相差10分选述的比赛 花帝特点就是击球力量很大 不过菊湾通过双手握短拍减晚冲击地 而且由于他的身段十分凝巧 即使握短拍也不会缩小防守范围 之后花帝就开始模仿菊湾的特技技球 从体格上讲花帝的防守范围会更大些 这就逼得菊湾使出一个 在空中连续回击两次的绝招 而且这招花帝模仿不来 因为体型的关系他已经跳不起来了 没多久菊湾获得胜利 另一场阿钱和日吉打成平手 不过阿钱是在腹中的情况下打平的 之后轮到忍足队伯二 名呼对大石 忍足被称为是兵帝的天才 他前期故意让伯二看穿自己的习惯 并引诱伯二上网截击 然后他就可以像当初伯二打磁壤那样 也打出停在落脚点的球 自己的招式被对手抢先使出 这对伯二来说多少有点压力 没多久局处来到5B5平 然后他们开始棕熊落网大对决 最先失败的是忍足 这是因为伯二通过握短拍加强力道 再加上这几天的集训 伯二现在力道已经不输逃城了 动画这个解释其实有点牵强 而且最后忍足的球网竟然破了 伯二以7比5获得胜利 对了伯二的球拍往后来也崩了 至于另一场大石和名呼没有打完 大石单打本来就不吃枪 他是靠着尖炉磐石的意志拿下一局 名呼也被这份坚持所感动 他们两个后面就没有比了 接着轮到凤队和尊向日队逃城 凤拿手的重爆发球这次更猛了 在速度和力道上都提升不少 不过这一点和尊的波动球也是一样的 主要是在名呼学长的训练下克服的 而和尊在这次集训后起脚速度更快了 接着为了破解重爆发球 和尊用冲刺波动球来接发球 这球的威力确实有点夸张 随后大石而不二叫和尊别打了 毕竟在比赛前弄上自己不大好 另一边向日看上去好像压制的逃城 他已经克服了自己体力不足的弱点 男儿这样却必输逃城和新绝招 名字叫Super Great逃城 Spacer 其实就是逃城通过力道 让扣杀球在地上延迟弹起时间 这场比赛是逃城获得胜利 最后两组是慈阳对海棠基布对龙骂 虽然海棠的回旋蛇球威力增强 不过慈阳通过将他控制在往前 而使得海棠无法使出回旋蛇球 海棠也因此显得有点急躁 好在后面被逃城给骂醒了 他们两个还真是相爱相杀 随后海棠又恢复了冷静 而且他竟然用波动球的架势 打出了威力惊人的回旋蛇球 慈阳接球时不小心被弹开晕了过去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另一场比赛了 基布大爷临时改规则让龙骂发球 他通过第一局观察一下龙骂 然后从第二局开始逐渐发挥实力 龙骂的B字抽球也被基布打回去 接着基布又使出那招 迈向破灭的原舞曲 虽然龙骂早就知道这一招 不过由于基布的力道又增强了 所以龙骂一时间招架不住 没多久局处来到5比1基布领先 此时龙骂用接球前瞬间握短拍的方式 将这个原舞曲给打回去 但是基布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坚持继续使用迈向破灭的原舞曲 接着龙骂感受到基布的力道逐渐变小 同时比分也在逐渐拉近 然而这一切都是基布的计划 因为龙骂继续这样接球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手腕撑不住飞掉 另一种就是突破自己更进一步 很快基布再次使出破灭的原舞曲 这次龙骂的球拍被震掉了 目前局数6比5基布领先 因为这次比赛没有强期决胜局 再怎么打下去基布也不会输 同时他认为龙骂的手腕已经不行了 所以他提议比赛到此为止 不过在龙骂的挑衅下比赛继续 其实龙骂的手腕一点事情没有 并且这场比赛还引出了他的潜力 最终他们打成6比6平 而且手腕先撑不住的是基布 其实这次比赛是手腕拜托基布的 所以兵地本意就是要来帮助清学 晚上龙骂让大师帮助自己练习 因为他在与基布的比赛中 好像又领悟了新的招式 之后集训终于结束了 大家也回去休息准备明天决赛 而博二则去医院看望橘基平 也因此他知道了厉害大的队长 姓孙京士也住在这个医院里 其实姓孙明天就要手术了 而且成功几率不是很高 但是不手术的话就没有办法打网球了 这件事情让真田有点动摇 接着切元在医院碰到博二合局 切元这边是一点道歉的意思也没有 他的冷嘲乐逢让陶城差点动手 好在博二及时阻止了 接着切元还讽刺爱叫的狗不咬人 而博二却说刚才在叫的只有切元 另一边龙骂遇到了真田 他们两个这次准备在公园球上对打 很明显龙骂这次不一样了 此时真田说其实现在比赛也不错 不然明天他没有机会出场了 因为真田是单打一号 而明天厉害大三场就会决出胜负 讲到这里龙骂突然就不想打了 他决定明天再来算这笔账 龙骂坚信清学不会输 啊终于讲完决赛前的事情了 对了期间动画还要两个Q版故事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 老规矩比赛前总会有点意外 那天清学的双打二号是陶城海棠 前一天海棠打电话主动约陶城 早上先去公园球场练习一下 看起来他们两个状态不错 结果就在他们结束练习要去集合时 偶然遇到一只落水的小狗 于是他们两个就过去救援 结果差一点就没有赶上比赛 好在河村和他爸及时开车来找 最后总算是赶上了 接下来两校队员出列 队长握手示意 此时大石不经意间说出 还请对方多多承让 这一下就把清学摆在了落者的位置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随后大石说他们今天是为了胜利而来的 清学一定会打败历海大获得关东冠军 而清学的队员们也正有此意 话说历海大的双打二号是文泰和桑源 他们两个在比赛前都会做些事情 这算是他们在比赛前的一种仪式 文泰在比赛前会吃独家配方甜点 主要是为了摄取糖分弥补那列的不足 而桑源会在比赛前踢一下头 因为他以前是在巴西学的网球 当时多亏一位学长帮他进步成长 所以他才和学长一样把头剃光 对了这场比赛词昂也有过来看 因为文泰是他的截击球偶像 比赛开始前桃城希望对手 把负重手腕给摘掉 不过文泰却说这要比一下才知道 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 只见桃城快速发球 文泰立马回击 海棠打向对角底线 桑源回了一记高球 随后桃城垂直扣杀拿下一球 接着海棠也打出了回旋蛇球 他们两个很快就保住了发球局 但这只是因为桑源文泰在观察对手 他们两个从第二局开始发力 首先文泰故意诱使桃城打出垂直扣杀 然后他用半截击把这球给破了 之后桑源这边瞄准底线攻击 海棠追上并打出回旋蛇球 结果桑源竟然追上并回击 没多久局数就变成2比1厉害大领先 不过桃城海棠还要绝招没有使出 在第四局的时候桃城就打出了那个 会延迟弹起时间的杀球 随后海棠也用波动球架势 打出了一记强有力的回旋蛇球 就这样他们把局数搬回2比2平 不止如此他们还乘胜追击赢了一局 此时桑源文太终于把负重手腕脱掉 随后文太的第一个发球桃城没有接到 而在第二球时桑源回击了桃城的扣杀 然而桃城海棠还要后手 只见桃城用重心垂直跳打法制造机会 目的是为了让海棠打出回旋蛇球 结果文太的这个回球 在出网之后顺着往边掉了下去 这是文太的绝招走钢索 不过桃城海棠才不会这样认输 他们很快就追上了对方的速度 并且海棠波动回旋蛇球还能得分 接着他们又成功拿下一局 目前局数4比3清雪领先 然而文太这边还要绝招 他在下一局时打出一招铁柱撞击 就是球碰到网柱弹过去 这招的另一种降法是一柱晴天 之后轮到桑源破解回旋蛇球了 只见他用反拍打出回旋蛇球 这样海棠的球就等于原路返回 这对海棠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屈辱 此刻桃城非常理解海棠的心情 毕竟回旋蛇球可是千辛万苦才掌握的 桃城一边支撑局面一边鼓励海棠振作 很快局数就变成了4比4平 而桃城也因救球而膝盖受伤 此时海棠把头巾拿给桃城包扎 这对双打组合又恢复了斗志 接下来是清雪的发球局 海棠再往前打出一记短蛇球 这也是他们最后的招式了 随后海棠还为桃城制造机会 他说这是给你的礼物收下吧 只见桃城用一记扣杀回应海棠 接着双方继续紧摇比分 其实打到这里技巧已经不重要了 两队现在比拼的是精神层面 这场比赛桃城海棠都打得非常爽 可惜最后桃城扣杀出界 厉海大以局数7比5获得胜利 结束后桃城海棠都累惨了 此时没有人会在意他们数二比赛 因为真的非常精彩 接下来就是双打一号比赛 厉海大这边是柳城比率适合人王雅致 这场比赛动画改得非常多 比赛一开始厉海大就放弃了前面三球 人王通过这三球就看清了局完 第四球时柳城和人王都站在了后面 这应该是为了测试人王的判断 几个来回之后人王就扣杀得分 这是因为人王看穿了 局完在行动之前的习惯性小动作 他球拍的细微移动会暴露自己的走向 很快局完他们就输掉了第一局 一开始大家以为是安号被试破 于是局完大使在第二局时换了阵型 结果并没有改变局完还是接不到球 在输掉第二局之后人王告诉局完 他的习惯动作会害死他们的 其实局完自己也没注意过这个习惯 然而人王通过赢下第三局证明确实有 这种情况下局完显得特别焦躁 而大家也发现了他的小习惯就是在行动前 球拍会往反方向倾斜 虽然幅度只有一点点 但却被人王一下就看出来了 之后比赛继续局完越来越急躁 与此同时刘胜也使出了绝招高尔夫击球 对了刘胜之前是打高尔夫球的 他是被人王看中才加入网球部 很快局数就来到了4比0 而且大使和局完也闹了一点矛盾 这样的话比赛就更没得打了 没多久厉害大又拿下一局 当然局完肯定不会就这样下去 在大使的不懈努力下局完终于冷静了 不过目前局数已经5比0了 厉害大要是被反超就有鬼了 虽然之后局完利用这个小习惯 故意不知陷阱诱导对手 而且他们也确实追回了4局 但是在柳生沉着冷静的攻击下 最终厉害大以6比4拿下第二盘 特别说明下这场比赛漫画更加精彩 等动画都讲完之后全书再来讲漫画 目前总比数2比0厉害大领先 单打3号是阿贤队柳连二 他们两个小时候是有名的双打组合 特点就是都看不见眼睛 对了连二也是一个情报网球高手 在他们小时候的一天傍晚 连二突然提出单打对决 他们达到了局数5比4连二领先 而在下一局发球时连二说 我要发球的真挚你觉悟吧 然后他们就被教练喊停了 因为球场要关门了 结果这场比赛就没有结果 因为连二第二天不告而别的搬家了 从那天到现在过了4年2个月015天 阿贤还真是每天都记着 接下来比赛开始 阿贤用高速发球 以及精准的情报分析拿下前两局 其实他内心一直渴望与连二对打 也算是对小时候那场比赛的执念 然而连二从第三局开始反击 其实他已经掌握了阿贤所获得的情报 简单解释就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此时阿贤的脸上开始出现迷茫 自己最拿手的情报反而成二累赘 没多久局数变成3比2连二领先 就在这时阿贤做了一件事情 既然自己的情报已经被连二看穿 那么他就干脆舍弃情报进行挥拍 这样的阿贤从来没有见过 超大力度的回击 不顾一切的追求 重心垂直跳打法 精准有力的半截级 没多久他就反超比分达到4比3 难而可能是由于刚才两局冲太猛了 阿贤接下来又连输两局 他们达到了局数5比4连二领先 咦我刚才是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 目前还差一局利亚大就能获胜 轮到连二发球时他说 我要发球的真挚你觉悟吧 这一瞬间连二突然想起了那场比赛 当时他也说过同样的话 所以这一切都在阿贤的计算中 就连全输也输了两遍同样台词 接着阿贤推了一下眼镜说 没打完的比赛是从这里开始吧 接下来就没有任何资料了 随后比赛继续进行阿贤追到6比5 他在欢眼镜时收到了大家的鼓励 所有人都坚信阿贤一定会胜利 这场比赛被拖入了抢息决胜局 并且两个人仅要比分达到30比30 最终是阿贤获得胜利 不过他说两边胜率都是50% 所以下一次谁赢还不清楚 此时幸存手术时间已经要到了 原本厉害大师打算赢下三盘然后过去 现在看来好像是不大醒了 不过切人说自己可以在15分钟内解决 赢的未必是切远 下场单打二号的比赛是切远对不二 不二这边是有要为局报仇的意思 因为切远在上场比赛中 当受伤的局追回一局时 切远就开始集中攻击局的脚踝 随后比赛开始前切远还说 自己要在13分钟内解决不二 这场比赛不二的姐姐也要来加油 关月这边脸红什么我们不用管 接下来即时开始不二发球 他上来就是会消失的低空发球 虽然切远在第二球时就看到球路 不过他依然没有接到这一球 因为不二已经能自由控制球路 就这样切远没有得分输掉第一局 之后轮到切远发球 他一来就是直冲脸部的外宣发球 不过这招对不二没有用 接着切远又使出单脚基本碎步 他打出了一个会变化的高调球 不二这边回身就给接下了 之后天才继续展示他的球技 就算切远临时改变打法 不二这边也能应对自如 随后切远一来不及接球而摔倒 此时局数2比0而且经过了13分钟 接着枯萎和棚向来吐槽了切远 所有的一切直接导致切远开始恶魔化 他的眼白开始变红了 当时攻击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从这一刻开始切远接住了消失的发球 因为他的速度和力道都大幅度增加 随后切远故意打短球引不二上网 然后用一记扣杀击中不二膝盖 打中之后他还假装过来道歉 之后他就开始故意左右调动对手 并且又在同一个地方击中了不二 此时不二并没有放弃比赛 毕竟现在一放弃清爵就输了 很快不二就被破了发球局 接着切远就使出指节发球 这个球除了切远之外 没有人知道会谈到哪里 于是不二连部中球倒地 不过他还是坚持要继续比赛 由于连续打中对手会引起裁判注意 所以切远的下一个发球是外宣发球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左右调动不二 其实以他的实力可以早点得分 然而他却故意打出不二能接的球 当然不二也不会一直坐以待毙 他抓住机会回了一招飞燕环巢 可惜由于膝盖伤势的影响 不二的发挥并不稳定 接着局数来到3比2切远领先 而在下一局时 切远的扣杀直接击中不二 这时局从医院赶来为不二加油 结果切远故意发球失误瞄准局 虽然局在场外只是摔倒而已 但这一下彻底冷露了不二 其实不二原本以为切远早晚会罢手 不过现在看来是不会了 终于我们的天才开始认真了 在下一个发球局时 不二竟然打出了直接发球 只不过他的直接发球不会打人就是了 从这一刻开始天才的潜力逐渐释放 不二通过左脚的单脚基本碎步 来减轻右脚负担 之后不二也打中了切远的右脚 只不过他不是故意的 这是由于切远害怕后退所导致的 难而切远可不会张响 他认为这一定是不二的报复 此刻切远因为害怕和丧失斗志 其实不二对自己的事情不大在乎 但他对家人和朋友十分重视 另一边真田并不打算指导切远 因为这对切远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可惜切远没有突破 最后不二用一招白晶结束了比赛 对了他的膝盖看上去没有什么大问题 希望切远这次能吸取教训 之后终于就剩最后一盘比赛了 不过比赛开始前 历海大这边还要情况 他们的其他队员要去医院看青春 所以只有真田自己留下来比赛 他让桑原带着自己的外套过去 大家赶到医院时青春刚好要手术 回到比赛场上 皇帝真田与王子龙马的比赛终于开始 他们两个一上场就火力全开 真田这边首先展开攻势 他凭借着超高速到看不见的灰拍 连续从龙马手上得分 很快真田就保住了发球局 这里说明下龙马是抓不准打点时间 一般情况我们是可以通过打点判断球路 但真田的挥拍速度非常快 而恰好龙马的动态势力也不错 这就导致龙马会因看不准而犹豫 第二局时龙马换右手外训发球 真田轻松回击得分 随后龙马使出B字抽球 真田再次轻松回击得分 没多久龙马就丢了自己的发球局 然而在第三局的时候 龙马开始打回真田那看不见的挥拍 这就说明他的眼睛跟上了真田的速度 不过他并没有办法全部打回 第三局还是由真田获胜目前局数3比0 幻想休息时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龙马打得非常开心 第四局开始没多久 真田突然感受到来自龙马的压力 他不肯相信自己竟然会被压制 而龙马则用一招驯风扣杀回应他 这一招也叫龙卷风杀球 属于TV动画的原创招式 这是他在集训的时候 和基部对打中练出来的 凭借这一招龙马终于拿下一局 不过目前情况对龙马依然不利 真田打到现在挥拍速度没有减弱 龙马虽然已经完全适应了 但他的眼睛也因此开始疲劳 所以龙马这个时候就很想快点决胜负 同时由于之前的绝招都没有用 龙马只能靠驯风扣杀得分 但是这一招对身体负担比较大 因此比赛越拖下去对龙马越不利 之后龙马又拿下一局目前局数2比3 然而在第六局的时候 龙马的驯风扣杀开始失误出界 同时他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 于是他选择闭上眼睛对打 这一招之前南仓也用过 此时龙马确实精准地回击对手 虽然他之后的驯风扣杀被真田接住 但由于力道太强真田球拍脱手 目前局数3比3平 此刻真田想起他对姓孙的承诺 他并没有因龙马表现而动摇 反之他要逼龙马睁开眼睛 一瞬间真田已经发球得分了 第二球时龙马睁开眼睛还是看不见 真田用超高速挥拍发球 他连发了4个S球拿下这局 不过龙马并没有因此气垒 他可是非常享受这场比赛的 而且真田这边的负担也不小 休息过后比赛继续 首先感到吃力的是龙马 真田没有迟疑的又拿下一局 目前局数5比3真田领先 厉害大现在还差一局就赢了 很快比分来到40比0还差一球 此刻那些曾经与龙马对打的选手 都在为龙马加油打气 终于龙马又开始回击了 此刻龙马的眼神就是武士的眼神 并且他已经专注到忘我的境界 就连真田都觉得十分差异 很快龙马就把局数追到5比5 随后龙马使出了深思的暂时麻痹 不止如此还要预态的外眩旋转球 神城凌智的深层动力 日极落的以下课上架式 以及牙九金的华磊式接球 龙马此刻变幻莫测的球路 就连真田都有一种被凌驾之上的感觉 最终龙马以7比5获得比赛胜利 就这样清绝获得关东大会冠军 同时牙九金看完比赛后也决定归队 比赛结束后真田还过来有好事意 晚上大家在河村家庆祝 龙骑还过来说幸村的手术很成功 总之一切皆大欢喜 之后应该是由于动画追上漫画进度 所以从这里开始主要就是纯原创 大家好我是全书 首先动画改编的漫画里面 南次行当初去美国的故事 15年前的龙骑教练可是威大美女 南次行是在美国结识了现在的妻子 轮子当时正被史密斯教练骚扰 南次行碰巧路过就帮了一下 那个期间南次行搭便车四处打比赛 之后史密斯因为自己骗推荐费的时候 被南次行给撞见了 所以他就迁怒于自己的学员 然后轮子过去帮忙结果被球打 而南次行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就跑去跟史密斯对打给轮子报仇 结果自然是史密斯被教训得很惨 那件事情过后的五年时间里 南次行在直网连续获得37场胜利 原本他只要再赢一场就是世界第一 结果他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推出直网 因为他要开始培养龙骂 回忆剧情结束后就轮到手中了 大家决定趁着坐着 还没有画完全国大赛的时候 先去德国看一下手中 龙骂在这里还跟一位前职业选手较量 这个人叫汉娜也是手中的附件指导员 说她是前职业选手是因为 汉娜刚进入直网就遭到排挤 主要还是因为太过优秀了 之后在与龙骂的这场比赛中 汉娜被龙骂的精神所感动 因此她决定鼓起勇气再次踏入直网 探望结束之后大家回去演了一集Q版 然后又是三集的日常 首先讲的是河村 差点为了受刺电而放弃网球 不过最后发现自己现在爱的还是网球 接着讲的是博厄他们帮助 一个小女孩恢复自信打网球的故事 最后讲的是绝王和偶像少女团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阿浅还被偶像给亲了 当然相信编剧已经发现了 日常再这么演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 于是关东区青少年选拔赛就来了 目的是为了选拔队员跟美国比赛 一般来说这个比赛是在全国大赛之后 不过这次不知道为什么美国要提前 还不是因为漫画没有画完 这次集训的28个人会分成三组 由龙骑华村和神分别指导 龙骑是这次选拔赛的总教练 最终会选出7个人去比赛 之前的主要配角也会过来帮忙 话说这种合宿剧情还蛮吃香的 因为可以看到各校王牌一起练习 比如阿浅和脸二对左伯和不二 还有深思和神成对忍卒和天根 另外还加入了洗白切元的剧情 他在合宿期间问神尾局怎么样了 神尾自然会认为切元是过来挑衅的 他们两个差点在食堂打起来了 晚上两个人又刚好都不在宿舍里 随后就有了切元从楼梯上摔下来事件 目击者哭尾恰好看到有人匆忙离开 这种情况大家不自觉的就会怀疑神尾 即使切元说自己是不小心摔的 也没有人会相信 之后被冤枉的神尾就一直想找凶手 最后真相是被龙骂给发现的 因为他在现场捡到了小幸的发家 原来那天晚上小幸刚好碰到切元 他警告切元不要再随便伤害别人 然而切元却说自己早就不是那样了 不过他的嘴巴还是一样欠 这就导致小幸上去想给他一巴掌 此时切元后退一步不小心摔下楼梯 而小幸则匆忙离开 他第二天看到切元没事就没说什么 整个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切元好像有点双重人格 他恶魔化的时候自己是无法控制的 为了表明切元已经改邪归正 巨型上还安排了他和龙马对打练习 并且练习中切元再次来不及接球摔倒 不过他这一次没有恶魔化 就这样大家对切元的偏见都解开了 难而意外的事情总会发生 龙骑教练这边因为过度疲劳而病倒 这就导致他的队伍没有主教练 接着大家就开始准备自主练习 切时这边主动跟逃生对打 这应该是为了一雪前耻 前几期说过千石当时去重塑自己 他现在的打法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这是因为他去学了一个月的拳击 并将拳击的技巧融入到自己的打法中 他的每一次回拍就跟出拳一样 同时每一局的时间也保持在三分钟 虽然逃成这边也有新的招式 不过最终还是千石更胜一筹 隔天龙骑队再次出现分歧 主要是大家对练习项目各时己见 就在这时代理教练手种出现了 他现在虽然还在附件中 但指导队员应该是没有问题 然而其他学校的队员并不太相信手种 于是手种就用手种领域征服大家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大家晚上给手种办欢迎会 鸡布他们合唱了一首Wonderful Day 这首歌是网王的一帝之一 非常好听 对了手种跪来激发两个人的斗志 鸡布和真田都视手种为重要对手 于是他们两个决定先比一场 真田用他看不见的灰拍 破解了鸡布的迈向破灭的原舞曲 这就逼得鸡布使出新招弹歪色发球 随后神教练就停了比赛 他说鸡布和真田都入选了 隔天手种让凤菊丸和大石鸣户对打 他这样拆组合是为了考验综合能力 比赛过后选出来的人是菊丸 眼看鸣额所剩不多 大家继续刻骨练习 对了这里有个情节需要讲一下 圣鲁道夫的木根金纯 和六角中学的木根金量是双胞胎兄弟 当时关月看到阿亮的表现不错 于是就跑去六角中学挖人 结果他把阿纯当作阿亮挖过来了 所以关月才要求阿亮剪头发绑头巾 主要是为了区别两兄弟 好在阿纯在关月的针对指导下 球技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好了讲了这么久 选拔队的名单差不多也盖出来了 他们是鸡布真田 冷足菊丸 铅石切圆 最后一个是不二周祖 龙马这次弱选主要是手种的意思 因为龙马自从打赢真田之后 就对跟其他人比赛没什么斗志 龙马现在一心想得到手种 故而忽略了眼前的其他对手 话说这个期间有个叫凯文史密斯的人 来到东京各校要找龙马比赛 同时还顺便把各校球员都修理了一遍 这主要还是因为主力们都在集训 龙马这边也听错这件事情 他回来时正因落选而郁闷 恰好又听闻鸭酒精正在跟凯文比赛 于是龙马就决定过去 鸭酒精这边是想为山吹报仇 不过这个凯文的打法跟龙马一模一样 龙马会的招是凯文也会 他跟鸭酒精的这次对打 简直就是重演龙马与鸭酒精那场比赛 结果自然是鸭酒精惨败 话说这个凯文是这次美国队的队长 他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龙马 在听到龙马落选之后凯文很差异 接着龙马不停劝了想要跟凯文比赛 结果就被手总给教训了下 声明下这个是动画原创的 隔天换成龙马四处找凯文 反正自己也不能出赛 那就干脆私下对决好了 其实大家都很关心龙马 也明白他现在处于一种微妙时刻 晚上饱受煎熬的龙马来找手总 他坦承自己之前确实没有什么斗志 但现在他非常想跟凯文比赛 听到这里手总终于说出 其实还有第八个候补者的名额 就这样龙马也进入了选拔队 另一边其他美国队员也正在来的路上 他们的领队是贝克先生 他是网球俱乐部老板是个商人 贝克这次为了博得赞助商演球 还中心搞了一个赛前记者发布会 主要是为了宣传俱乐部的选手 这次的美国队员也都是他俱乐部里的 并不是全美选拔赛出来的 发布会上凯文公开自己要挑战龙马 之后终于来到比赛那天 出赛阵容要在比赛前才公布 其实这次比赛的套路比较简单 就是招式对决加上剧情回忆 所谓时常不够回忆来凑 每个美国队员身上都有一个小故事 他们的双打二号是比利和麦克里 而日本队的双打二号是王炸基布真田 这个组合我倒是没有想到 比利来自美国西部大农场 他的绝招是猎枪结极和烫牛城所发球 他12岁时跟随父亲来到洛杉矶 并对付加千金史蒂芬妮一见钟情 因此他才决定要努力进入职望 待获得荣誉之后再去找史蒂芬妮 顺便说下史蒂芬妮就坐在赞助上洗胃 另一个麦克里是从小移民美国 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富豪 麦克里自幼习悟并深谙落落强食之力 他具有超强的速度和反射神经 比赛开始没多久基布他们就拿下四局 这主要是贝克要队员观察下对手 从第五局开始比利麦克接连使出绝招 基布的那个迈向破灭的原物曲 被比利的猎枪截击给破了 这是在杀球落地前回击的招式 他看上去就好像一个西部快枪手 哎不是这一集啊 之后比利还使出了套牛绳索发球 就跟西部牛仔灯套绳一样 不过这场比赛最让我吃惊的是 真田与麦克的往前高速对打 感觉就像是绝世高手在对标暗器一样 没多久局数就被追成了4比4 换场的时候麦克还对基布说 他的网球太廉价了 这就逼得基布使出弹外色发球 这个发球落地后会直接滑出场外 虽然看上去很猛但对肩膀负担极大 基布发球也是越弹越高 不过他还是坚持继续弹外色发球 毕竟拿下这一局比较重要 难而对手在下一局时油斑平局数 目前看来两边势均力敌 但这毕竟是一场双打比赛 重点考验的还是配额默契 话说基布真田以前听过同一场音乐会 他们现在脑袋里面都回向着同一首曲子 这也就使得他们两个现在配额默契 而且他们还联手使出了一招 迈向破灭的Tanger 就是由真田打对手球拍基布杀球得分 最终基布他们以7比5获得胜利 对了实地分离在看过比赛之后 也对比利的表现赞誉有加 之后的双打一号是忍足局团队上 葛丽菲兄弟组合汤姆和泰利 这对兄弟的故事是这样的 他们从小就失去父母住在阿姨家 但是这个阿姨对他们并不好 有一天这对兄弟捡到一对球拍 从那以后网球变成了他们的快乐源泉 不过阿姨却用他们的网球来表演赚钱 这个时候是贝克用钱跟阿姨换了他们 所以这两兄弟十分感激贝克 为此他们不惜按照贝克的剧本打球 之前说过贝克比赛是为了拉赞助 所以只要观众呼声高就可以 葛丽菲兄弟的双打本就十分默契 难而当贝克发现他们输球的那一局 女粉丝反而表现得更激动时 就要求他们顺势故意输掉比赛 反正贝克只关注现场气氛好不好 这两兄弟虽然想输球 但身体却很诚实地告诉他们要赢 最后在局湾的基地以及凯文的关注下 两兄弟终于决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毕竟打网球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他们不愿意再当一个提线木偶 之后格丽菲兄弟赢得了比赛 贝克由于现场的反应很热烈 就没有追究这对兄弟不听话的事情 不过格丽菲兄弟却表达了 他们之而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打球 接下来单打三号是牵食对波比马克思 波比是一个力量速度坚固的全能选手 他的问题在于无法控制暴躁的脾气 波比以前打过篮球和美式足球 但都由于自己的暴躁脾气被劝退 之后贝克就把他挖去打网球了 这场比赛他而牵食拼的是耐力和力量 对于改成拳击式打法的牵食来说 这个对手也算是敲到好处 之后这场比赛打成了拖延战 他们两个全都因为体力不置而弃拳 再来是单打二号不二对阿诺德 比赛前贝克去找不二说阿诺德的故事 他是在法国柏林墙被推倒时 跟随父母一起移民来美国的 一开始阿诺德的处境并不好 他是在偶然间看到了贝克的宣传之后 才主动上门找贝克的 他将一切希望都堵在网球上 因此阿诺德成功了非常严格的训练 并且成为了一个人肉网球机器 看来贝克是想通过这个故事 来博得博尔的同情 可惜他对这个咪咪眼一无所知 接下来比赛开始 阿诺德的控球力十分精准 在他眼里每个位置都可以计算 而且在进食过一次中熊落网之后 阿诺德就开始回避杀球 不过博尔还有飞燕环潮 然而比赛开始没多久就下雨了 此时网球场的顶棚关闭 因为没有封这就等于先扼杀博尔的白晶 同时阿诺德也开始破解飞燕环潮 套路跟之前速打博尔一样 就是打不会旋转的球 但是这一招早就被博尔破解了 所以接下来两个人开始比拼控球力 简单理解就是博尔想要对方快擦网快擦网快擦网 阿诺德表示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最后博尔以6比4获得胜利 而贝克也准备就此抛弃阿诺德 不过大家都鼓励阿诺德不要放弃网球 至少他可以不用再过以前那种生活 接下来终于轮到单打一号比赛 此时那些赞助商基本都走光了 只有一家托兰斯有限公司留下来 经理美奈子说只要下场比赛能赢 他们就会考虑赞助全队 贝克这边原本以为对方会派龙马上场 毕竟记者发布会的时候 凯文指明了要跟龙马对打 难得神教练却不管这些 单打一号他派出的是切缘 龙马这边有点失落的出去练习 至于凯文则是一副不详比赛的样子 此时切缘使出了 专门对付左匹子的幽灵球 就是在击球时让球高速往右旋转 并在球场右侧打出对角球 这就使得左匹子选手在打反拍的时候 球会弹到他视野较窄的地方 看起来就好像是消失一样 而且切缘在对打时埃佩尔普通球 这就让凯文无法判断是不是幽灵球 感觉这个套路打不二的时候也用过 不过接下来凯文就开始认真了 他很快就扳回了一局 而在第三局时出现点意外 切缘在回球的时候不小心撞到网柱 因为受伤他无法一直打出幽灵球 但一直不打就会被对方领先 所以切缘接下来断断续续打了几个 而且由于控球力主见下降 这就使得凯文一直抓不对时机 其实他已经看清球的角度 只不过切缘好像每一球都在变 虽然这单纯只是因为受伤而已 接着切缘又换成了左手持拍 这下凯文有种被看扁的感觉 他生气地拿下这一局 同时切缘肩膀上的伤也暴露了 这下他也只好放弃比赛 此时梅莱子对贝克说 如果比赛就这样结束 他们不会赞助 因为观众根本没有得到满足 于是贝克就去找神他们商量 准备采用比赛特殊规则 由龙马带地切缘上场比赛 果然主角怎么样都可以上场 这下凯文终于如愿以偿 其实这个凯文就是本期视频开头 那个史密斯教练的儿子 当年他爸打苏蓝次郎之后就一蹶不振 凯文非常讨厌看到父亲这个样子 他父亲从小对他就严格训练 之后凯文在美国青少年大赛上 看到了龙马获得四年霸的样子 为了证明自己不会像父亲那样堕落 凯文开始努力以打败龙马为目标 结果下一年他打进决赛的时候 龙马却来到了日本 这就是为什么凯文要比赛的原因 而且凯文深度研究过龙马的比赛录像 所以龙马会的招式他基本都会 比赛从第六局开始 两边都使出同样的招式 对了我们终于在这场比赛里面 看到A字抽球特效是一个字母A 还有凯文竟然年龄是短球也会 不过那是龙马的版本 因为压拍过于明显所以只能用一次 好在龙马还有一招凯文没有学会 那就是关中决赛出现的顺风扣杀 没多久局数来到6比5龙马领先 休息时贝克生气的打了凯文 其实凯文还藏有一个绝招 他在下一局时打出一招幻象球 这球会超高速左右晃动 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有好多个球一样 龙马因为这一招开始陷入苦战 但没多久龙马就想到办法 他通过影子判断出了球的位置 然而凯文并不想就此放弃 在飞逼到极限的时候 他竟然使出了中雄落网 随后还使出了各种各样的绝招 这里应该是凯文触风到了无我之境 当然龙马这边也进入了 TV版的小技能状态 最终是龙马获得比赛胜利 这场比赛获得所有观众的一致好评 比赛结束后梅奈子依然选择要赞助 只不过贝克教练被 全美中学网球联盟除名了 因为这次赛前的宣传会 是贝克擅自挪用联盟基金办的 之后美国队员在日本开心游玩 而凯文跑去找之前 被他修理的人道歉 就这样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之前说过由于动画进入超前的关系 所以从关东大会决赛开始 TV动画的故事就已经自成一线 在与美国队比赛结束之后 相信通话组也在思考应该如何完结 首先进行了四集日常故事 第一个讲的是逃城和龙马去吃拉面 然后遇上老板的大卫王挑战套路 好在逃城后还回去拿钱的路上 恰好救下老板的母亲 于是老板就被他妈妈给教训了下 下一个讲的是橘湾和大石的回忆 起因是他们用来反思的那个集装箱 由于公园整袖需要撤除 这就勾起了他们一年级的回忆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 大石正在看一本双打的书 那天刚好是橘湾加入网球部的第一天 橘湾好动的性格与大石形成鲜明对比 一年级的大石比较沉默一些 他有不少想法却不敢说 这就导致他被其他队员排挤 之后大额队长选了大石参加练习赛 而大石却觉得自己打不好不配参加 橘湾这边有点生气大石的这种态度 于是他就跟大石比了一场 那个时期橘湾就会特技击球了 而大石也能打出越样截击 比赛结果是大石先落后再反超 他的球技在这场比赛中被大家认可 半晚橘湾跑去那个集装箱上躺着 碰巧发现原来大石每天都在这里练球 于是两个人把话说开之后 就组成了清学的黄金组合 虽然现在这个集装箱要撤除很可惜 但大石跟橘湾说他们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他们已经不会再输了 接下来讲的是关于海棠失忆的故事 他为保护龙马而不小心被球砸到脑袋 然后就因此暂时失忆 不过他潜意实力还有一些本能反应 比如看到逃城就想打架之类的 而且海棠现在的行为像猫一样 之后大家就去帮海棠找回记忆 方法自然是做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结果中途不小心让海棠给跑了 随后海棠就遇上了关越他们 然后关越就说海棠原本是 圣鲁道夫的明星球员 所以赶紧转学回来吧 好在大家没多久就过来了 在经历了一场比赛过后 海棠终于找回自己的记忆 之后时间来到龙棋教练出院那天 大家原本要举办庆祝会给教练惊喜 没想到教练竟然提前到达球场 这下大家只好暂时先躲起来 在发现球场空无一人之后 龙棋教练质问起了其他人员 随后他就觉察到了情况 此时应来说大家在其他社团参加练习 主要是想像千石那样接近别的运动 于是龙棋教练就顺水推招过去看一下 这下大家也只能配合记性表演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荷村大力扣篮 不二的中雄落网对排球也有效果 局弯的特机机球也可以用在乒乓球上 龙棋的美式足球打得不是很好 海棠在游泳上坡有天赋 逃城的撑干跳也是一绝 最后我们竟然还看到 大石学长跳起了艺术体操 当然龙棋教练也明白大家的苦心 之后庆祝会如期举行 关键环节是龙棋要击中一个彩球 此时手种突然出现说这一球给他爱打 手种的这一球强而有力 彩球打开后的条幅上写着 清学目标称霸全国 手种的这个发球也表示 他的伤已经完全好了 这一天除了龙棋教练之外 手种也康复归队 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之后画面展示了每个人的绝招 那一瞬间我以为完结了 其实如果就张完结的话也不错 后面全国大赛也好接 不过动画组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在过了一集Q版之后 TP版的终章终于开始了 为了更好地迎接全国大赛 龙棋教练决定举办项链排名赛 这次的排名赛可以称之为升华之战 首先是大石对荷村这一场 荷村从进下队之后就没有赢过大石 比赛开始之后 大石用他精准的控球力 封锁住了荷村的波动球 因为波动球是需要蓄力时间的 而大石通过左右调动对手不给机会 不过三局过后 大石的手就开始麻了 毕竟荷村的普通球也是很重的 随着荷村控球力的下降 荷村终于使出冲刺波动球 接着比赛来到荷村的赛末点 在大石打出一个精准的越洋截击后 距离十足的波动球 比赛结果是荷村获得胜利 隔天的一场精彩对决来自桃城海棠 感觉他们两个就是永远的对手 在过去的42场对打中 双方都是15胜15败 剩下的12场因为他们打架所以无效 这次比赛一开始他们就卯足全力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缠斗之后 比赛进入了抢西决胜局 最后一球桃城用岩池跳杀决胜负 而海棠也终于抓队了一次时机 只不过这球出界了 所以是桃城获得胜利 之后就轮到阿钱对菊丸 阿钱的情报网球固然厉害 但菊丸总能出其不意义 这也是阿钱最头疼的地方 这场比赛依然达到抢西决胜局 此时阿钱眼看数据不管用 他决定抛开数据尽情会拍 这跟当时打联恩的情况有点像 接着阿钱的眼镜不小心衰裂了 不过他并没有选择换眼镜 因为他不想给菊丸休息的时间 这就导致阿钱在对拼的过程中 晶片彻底碎掉了 最后他回球出网赢下比赛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终于看到阿钱的眼睛了 这是动画版他第一次露出一只眼睛 接下来让我们把比赛先放一放 因为这个期间龙马出了一件事情 之前日美比赛时有一个叫史蒂夫的人 他是全美中学网球协会理事 在看过龙马的那场比赛之后 史蒂夫向全美公开赛推荐 让龙马可以拿外卡参加比赛 这可是大满贯级别的比赛 史蒂夫为此写信给龙马和南次昂 当时龙马正在参加排名赛 南次昂帮他答应了邀请 龙马那天练习回来之后 因为太累就没有在意那封信 结果隔天全美公开赛的名单出来之后 景少在上面发现了龙马的名字 于是他就跑去清学问情况 当时所有的人都一头雾水 而且全美公开赛和全国大赛时间冲突 所以龙马的选择就成为了焦点 对了这件事情刚好被 去清学侦查的官阅听到了 这下就等于所有人都会知道 半晚龙马回去跟南次昂说不去美国 但隔天这件事情就已经传遍网球部 大家的看法也不统一 海棠阿浅觉得龙马不会放弃这次机会 豪诚局完则认为龙马会参加全国大赛 毕竟这次过后三年级学长就毕业了 接着龙马过来宣布自己不去美国 不过大时他们都觉得非常可惜 难道龙马真的不想去吗 之后手中还让他再考虑一下 同时龙奇教练也觉得很遗憾 甚至连英来都可以感觉到 龙马应该是想去美国的 哦对了龙马在看英来练习时 还拿走了那个有自己头像的网球做纪念 英来这个时期的心情是 既希望龙马可以去美国大放异彩 又担心这样自己会离龙马越来越远 回到校内排名赛轮到陶城和龙马 他们两个还没有这样正式比赛过 难而这场比赛龙马根本不在状态 他无法集中注意力比赛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龙马现在脑袋里想的是全美公开赛 没多久龙马选择放弃这场比赛 陶城为此十分生气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好在海棠及时泼了一桶水当他冷静 结束后龙奇教练开导了陶城 而首种则去开导龙马 首种之前说过要龙马成为清学的支柱 但这句话并不是为了把龙马留在清学 即使龙马去美国比赛 也能给每一位队员带来斗志 其实何去何从龙马心中早有倾向 此刻陶城也明白了龙马的心意 他在学校到处找龙马在哪里 找到之后陶城表达自己的支持 两个人就这样解开了心结 同时他们决定再进行一次比赛 这次比赛无关校内排名 他属于男人与男人之间友情的碰撞 比赛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在夕阳的映衬下和水显得格外美丽 那天龙马正式宣布他要去美国 之后大家也都送上自己准备的礼物 海棠来找龙马打了一场没结束的比赛 他让龙马去美国要加油 回来的时候再继续这场比赛 彭香他们做了一个加油横幅 之后还有大家的签名留言 陶城把最喜欢用的手交给龙马 阿钱送出了龙马的资料集 大使给所有人都取了护身符 河村送龙马一瓶酱油 不过给的是一张音乐CD 居然在机场买了一个购物带送龙马 不过里面藏着巧克力女杨的签名 英来是最后赶到机场的 他送了一个写有全国第一的网球 希望龙马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第一 伴随着在清学的这段记忆 龙马出发前往美国 哦对了 卡尔滨也不小心跟得过去 在纽约接待龙马的是史蒂夫先生 同时凯文也过来照应龙马 这里还有网球月刊的驻美记者杰夫 就是锦上他们的同事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没办的逃城海棠 只不过他们求品不好 被龙马和凯文教训了下 之后龙马没有悬念的通过预赛 而此时清学的项链排名赛 迎来了万众瞩目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首种国光对伯尔周祝 比赛开始前我们先梳理一下他们的过去 首种一年级路对时因为比较拽 所以经常被学长们留下来收拾场地 不过一年级生都很崇拜他 那时首种发现伯尔深藏不露 而伯尔也看出首种是个左撇子 这件事情当时连龙七教练都不知道 之后伯尔就想约首种比赛 结果那天首种被学长打伤了 正常来讲首种应该先去养伤 但由于他太想知道伯尔的实力 所以首种就瞒着伯尔带伤比赛 这种情况下肯定打不过伯尔 而伯尔也很生气首种这样硬撑 那时他们约定等伤好之后再比一次 但从那以后他们两个就再也没有比过 其实伯尔的胜负心并不强 之前打关越和切元时的认真 主要还是因为遇态而局 伯尔跟龙马那场比赛他也没有尽全力 也许他更加享受 又使对手发挥到极限的那种刺激感 为此首种一直想逼伯尔使出全力 在看过首种与基布的那场比赛后 伯尔就有点被首种影响到 难而他似乎一直回避与首种比赛 首种在去德国之前有跟伯尔说 自己一定会以最佳状态回来的 到时候不管是跟谁都可以全力比赛 这句话就是讲给伯尔听的 如今机会终于来了 那年未完成了比赛 这次叮当全力以赴 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 伯尔发球后直接上网 首种这边回球之后也一样上网 随后伯尔打了一个擦网短球 首种立马上前回击 伯尔则趁势起跳扣杀拿下一球 接下来第二球两个人先在底线互抽 伯尔这边率先采取上网截击又赢一球 第三球时伯尔一篮选择发球上网 首种顺势打了一个高调球 伯尔立马刹车准备扣杀 不 他没有扣杀 伯尔错开了时机打了一个初级不易 下一球时首种主动上网截击 他打出了一个漂亮的斜线 结果伯尔竟然追上并回球得分 就这样他拿下第一局首种被踢光头 接下来就轮到首种发球了 他一上来就直接发球得分 第二球时伯尔双手握拍接到 然而首种早已在往前等候 第三球时也是一样 首种之后用扣杀拿下这一局 这次轮到伯尔被踢光头 到了第三局时伯尔开始卯足全力 就在首种打出一记上拳球之后 伯尔立马回击了一招飞燕环潮 这局最后是以伯尔用擦网球 回击首种的擦网球已结束 虽然目前局数2比1伯尔领先 但首种在发球局时依然强势 伯尔这边在连输三球之后 才开始逐渐适应并追回两球 接下来的这一球十分精彩 在几个来回之后伯尔率先打出了白晶 首种牵刻之间做出反应 他顺势将回球扣杀回去 伯尔这边则立马祭出棕雄落网 然这一球早已被施加了首种领域 伯尔见状回击了一招飞燕环潮 可首种此时已经上网并掉了一个短球 就在伯尔准备上前救球时 这球竟然没有弹起 因为这是零式短球 仅刚才这一球伯尔三重回击出近 首种则将其一一破解 接着比赛继续 自从首种展开首种领域之后 伯尔就逐渐处于弱势 没多久局数变成4比2首种领先 但这同时也逼得伯尔开始进化 他的棕雄落网比之前更加凌厉了 随后伯尔用会消失的发球 又使首种以悬球回击 这样他就能打出飞燕环潮了 这应该是伯尔第一次这么认真比赛 接着伯尔也破解了首种的招式 他在零式短球落地之前用白镜回击 这一次他控制了白镜的回弹方向 之后伯尔竟然还打出了逆向飞燕环潮 就这样三重回击都进化了一个层次 此时比赛也进入到了白乐化的状态 而首种这边也明白了 为什么自己一直渴望与伯尔对打 因为这样一定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另一边伯尔也清楚了 为什么自己既想比赛又想逃避 因为他担心比过之后自己会改变 曾经首种问伯尔真正的他在哪里 现在这个答案已经有了 就在与首种的这场比赛里 接着首种破解了逆向飞燕环潮 然后在伯尔用白镜打回零式短球时 他选择直接起跳扣杀 而且这个杀球故意擦网改变路线 就这样局数变成6比6平 抢7的时候首种率先来到赛末点 这次依然还是擦网扣杀 难而伯尔这边显然早要准备 此时首种在空中把球派换到右手 并在发动首种领域的同时 用右手打出了零式短球 终于比赛结束 首种获得胜利 伯尔这边开心的流下不甘心的泪水 原来全力以赴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记得有一次伯尔看到首种去医院 他就耐心的在门口等着 在确认首种没事之后才松了一口气 那天在路上天空突然下起小雪 伯尔问首种今年是否还会去爬雪山 他心里想着如果是跟首种 不管去哪里都能爬上最高峰 随后伯尔为他们两个撑起了一把伞 这一刻只属于他们两个 接下来故事回到龙马这边 虽然通过预赛但他看起来心事重重 这几天他都做同一个梦 梦里都是已经被他超越的对手 但尽头之处却还有一个人 之后逃成他们打电话告诉龙马 向内排名赛都有谁晋级 并且还说了首种与伯尔那场比赛 在得知最后是首种赢了之后 龙马梦里最后的那个对手也逐渐清晰 其实龙马一直放不下与首种的比赛 为了能让自己不留遗憾的前进 他决定在全美公开赛晋级复赛之前 先坐飞机回日本与首种比赛 对了龙马通过预赛的消息也传回日本 这个消息确实振奋了不少选手 同时由于今年全国大赛由东京举办 主办方可以推荐一所学校参加 所以兵地就被推选参加全国大赛 回到龙马这边 他和首种比赛的地点还是在那个球场 由龙奇教练做裁判 原本这场比赛只有他们三个知道 不过因为恰好被酷伪他们看到 所以大家也都闻讯过来 这场比赛的具体细节已经不重要了 他更像是一场意念上的精神之战 龙马用更加强烈的逆向旋转 破解了首种领域的禁锢 他们两个人的比拼 已经无法用言语描述了 之后龙马一边使出大家的绝招 一边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 最终龙马获得比赛胜利 这虽然是一场告别之战 但更是一场起承之战 此时井上拿过自杀的相机把照片删除 他说这一幕不应该被报道出来 只要留在心中就好了 接着终于来到了故事尾声 首种率队参加全国大赛 而龙马回到美国参加晋级赛 我是全叔178集网王TV版讲完了 其实这个结局也不错 他留给我们更多的想象空间 感谢网球王子让我们明白 青春是一个不断追求超越自我的阶段 青春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蜕变的阶段 有你们在 我们的青春并不孤单 更何况你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完结 接下来就是OBA全国大赛片 大家好我是全叔 友情提醒本期开始就是非自然网球了 为了让剧情可以跟TV版衔接起来 动画这边还是有做一些调整 TV版的尾声是青春参加全国大赛 而龙马去参加全美公开赛 OVA全国大赛片一开始就回顾了下 首种在一周前回来抽排名顺序的画面 接下来就看怎么把龙马弄回来了 青春作为总指队第一轮不用打 特别说明下这次的比赛顺序是 先单打三然后双打二 以此类推交替进行 那天青春去看了六角和比加的比赛 原本以为他们的瞎抢对手会是六角 结果单打三的奎借6比0输掉比赛 比加中学来自冲绳 他们好像把冲绳武术融入网球当中 这里有一种叫缩地法的招式 所谓一步跨越缩地成寸 他们可以一步从发球线来到往前 这场比赛六角中学全军覆没 由于首场比赛要打满五场 所以最后左拨还烧上场 此时六角老爹说出缩地法真相 官方解释是使用自由落体的原理急走 因为头部的位置没有改变 所以就会产生一种错觉 然而老爹刚解释完原理 就被比加的甲斐用球打中眼睛 于是队员们赶紧带老爹去医院 就在这时有人捡起场外的球 并瞄准甲斐的头旁边打过去 这个人就是刚回来的龙马 与此同时清学队员进场给左伯加油 接下来比赛继续 在明白缩地法的原理之后 左伯就想办法把对手控制在底线 然而即使这样甲斐最后还是赢了 隔天就是清学队比加 因为龙马贵爱所以名单会发生变化 这里我们就先不要管 他参加全美公开赛的时间问题 之后大使提出要跟龙马比赛 只有龙马6比0赢他才可以出赛 这里其实是因为大使手腕的伤还没好 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龙马回归 这个桥段在漫画里面是大使对手中用的 结果自然是龙马正式归队 他在隔天比赛中是单打三 对手是比加的巨悍田人志 比赛开始前双方气氛就显得格外紧张 田人志一开始就用森巴舞步 打回了龙马的外炫发球 不过龙马随后用新的招式连续得分 这招球在落地之后不会反弹 阿前猜测这是由于球强烈旋转之后 所产生的离心力让球面纤维加入地面 这才导致球不会弹起 就在大家以为这招是酷劫机时 龙马却说这只是C字抽球而已 他接下来才要打真正的酷劫机 同时龙马将球拍换到了左手 这下田人志有点被唬到了 结果龙马打了一个短球拿下第一局 接着轮到田人志的发球局 他有一招威力巨大的大爆炸发球 即使龙马退后用B字抽球也打不回去 没多久田人志轻松拿下发球局 然而即使这样龙马也没有压力 双方在各自保住发球局的情况下 打到了6比6平 不过龙马还是无法接住大爆炸发球 打了12局这个发球竟然威力不减 之后抢7决胜局打到了5比5平 其实龙马后来接不到发球都是演的 他故意让对手以为发球威力没变 打了40分钟没变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龙马突然可以打回大爆炸时 田人志就显得格外吃惊 目前抢76比5龙马还差一球 他在最后时刻终于打出了酷劫机 由于这一球具有不可描述的旋转 他从田人志的球拍转向脸部 最终龙马获得比赛胜利 下一场双打2是不二合村对资念评估场 比赛一开始笔家教练早与女情媚 就暗示要攻击龙琪教练 好在合村及时救球并得分 此时早与女教练还挑衅龙琪 随后逃成龙马发球让他闭嘴 接下来比赛继续 由于笔家中学基本都会缩地法 所以不二的中学落网被轻松破解 而合村的不动球 也被评估场的一招本席请范石嵌封锁 这个范石嵌是眼镜蛇的意思 简单说就是这个球会像蛇一样乱窜 没多久局数变成0比3倾穴落后 此时合村连续打出毫无斗志的高调球 资念这边看不下去让合村快点进攻 结果合村看似要使出波动球 实则是掉了一个短球 资念立马使出缩地法回击 由于不二此时已经来到往前 资念自然会打向另一边 而合村早已在此攻后多时 接下来合村不二靠着掩护配合追分 但他们依然无法破解范石嵌 之后局数来到4比3倾穴落后一局 此时可以看出评估场打得很开心 就在这个时候早已女教练又下暗示 然而就在不二准备去保护教练时 评估场霸气地说了一句 他的这一球打进场内得分 目前局数5比3比加领先 接着评估场让教练不要插手干预 因为他现在打得很爽 下一局是评估场的发球局 合村他们眼看被逼到最后一球 伯二依然不放弃地使出白金 而评估场则利用缩地法再次追上 并且他打出了一招大范石嵌 原本他准备用这一招结束比赛 哪知道伯二在这时寄出了第四种回球 浮游包抄也叫浮游笼罩 这招可以将球完全化解并回击 具体原理我也不知道反正很强就是了 目前分数40比15清学依然危险 结果下个范石嵌发球进南麦合村回击 这主要是因为评估场施加的旋转不够 他原本是要用大范石嵌来决胜负的 哪知道伯二竟然还要第四种回击 一段时间后局数逆转清学7比5获胜 而评估场对此并不后悔 下一场是单打2贾斐队局弯 这安排感觉连局弯自己也不大理解 对了上次左伯在对打中有得出经验 那就是缩地法好像只能前后移动 凭借这一点和特技机球 局弯很快就拿下三局 而且他之前特别做过第一仰视训练 所以现在的耐力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在被拿下四局之后 贾斐这边把球拍换成左手反手直拍 他的这一招叫做海盗的号角 就是在最后一刻才开始挥拍击球 这样就可以在对手行动之后 把球打向相反的位置 局弯因此被拘到局数4比4平 这时候的局弯很怀念大石 他其实很想打双打所以怎么办呢 此时场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局弯 两个局弯还摆出了澳大利亚阵型 注意这个不是因为速度快出现的残影 而是真的有个局弯的分身 动画里裁判还为此晕了过去 在换了一个裁判之后比赛继续 感觉局弯让我们看到双打的无限可能性 这场比赛依然被拖入抢击决胜局 最后一球时局弯的两个分身合体击球 贾斐用缩地法加上海盗的号角回击 局弯在一个分身体力不滞后 他的另一个分身把球打了回去 虽然这球挂在网上 但凭借着无法描述的旋转 这球最终还是过去了 就这样局弯7比6获得比赛胜利 清雪目前三连胜文文晋级 结束后局弯还跟大石说 果然还是要开挂啊不是 果然还笑双打才比较有趣 由于清雪首轮比赛必须打满5盘 所以接下来是双打1 阿浅海棠对心源不知火 这场比赛漫画是简单带过 动画则引入了漫画之前的一个桥段 在全国大赛开始之前 海棠去看了ABC男子公开赛 这是一个高手众多的比赛 结果他在会场听到六里初中学 谈论起了利海大与清雪的比赛 海棠不爽对方二与重伤别人队长 双方还因此差点打起来 此时利海大流声出面阻止 接着就演变成大家去外面双打对决 比赛毫无疑问是海棠他们获胜 六里秋没多久就认输走人 其实他们刚才趁机收集了对方资料 但谁都没有想到在刚才的比赛中 海棠和流声是互相假扮对方 之后也许是为了感谢海棠维护幸存 流声给了海棠一个建议 如果整场比赛打不出蛇球应该怎么办 也正因此海棠去找阿浅商量 他希望下场比赛不打蛇球来测试极限 而阿浅则说那干脆所有球都有海棠接 并且比赛之前海棠还给自己增加负重 也正因此这场比赛变成了耐力赛 同时海棠也确实挑战了自己的极限 在1对2的情况下他把局数打成5比3 之后比加的清源因中暑而弃拳比赛 接着就来到最后一盘比赛 单打1队长之战首种对牧手 此时早已女教练很生气队员的表现 他发火完之后就准备离开 结果牧手一球就把他打回椅子上 牧手有个外号叫杀手 他是整个球队的核心 比赛开始前牧手还对蛇种挥拍警示 他劝蛇种就算晋级也不要保留实力 接着比赛开始没多久蛇种就打出短球 牧手利用缩地法在球落地前回击 随后蛇种将球打向另一侧 结果牧手竟然又利用缩地法回球得分 之前说过缩地法是前后移动 难而由于牧手的平衡感差污常人 所以他的缩地法是全方位移动 没多久牧手就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前三球蛇种也输了 不过蛇种依然面不改色 他在第四球时开始加速 眼看刚才的招式不管用牧手有点饥饿 他故意在挥拍时扬起了沙子 手种因此被干扰而失误 目前局数2比0牧手领先 这下明白为什么叫他杀手了 面对此情此景手种深有感触 他告诉牧手球拍而球不是用来伤人的 随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无我境界 我心一切皆已成空 既为空者乃称为无 这招目前只有真田 姓村 千岁手种能够自由控制 漫画是在关东大会时就出现了 此时牧手打出了一招强力大爆炸 这招原本就是他教田人质的 不过却被手种轻松回击得分 接下来的范石倩也是一样的结果 其实手种用的是 无我境界中的百电自得之极限 这是在无我境界更深一层的领域 手种把无我境界的爆发力集中在左手 这样就可以把对手的球加倍奉还 虽然这招会让其他部位反应下降 但配合手种领域就不怕了 没多久手种就反超了局数 此时被逼急的牧手再次扬起沙子 手种在躲过之后打了一个短球 他问牧手以这种方式胜利的话 真的是比加队员们所期待的吗 最终手种以6比2获得胜利 清雪以全胜战绩进入8强 漫画这边是很快进入下场比赛 而动画有一个比加队员给他们队长鼓励的画面 比赛结束后龙马对手种说 他会把清雪之助这个称号抢过来 之后动画播出了一个番外篇 沙滩排球王子 这个篇章也是根据漫画改编的 最后是龙骑尔老爹获得胜利 那天其他人都成了博爱座 再说回比赛这边 目前其他各校的比赛情况是 山吹第一轮打赢了圣伊卡洛斯 不过第二轮输给了名古乌星德 至于厉害大四天宝四这些热门队伍 也都成功晋级8强 不动风是战胜了去年的亚军木腾学院 他们也成功晋级了8强 狙击平海把头发揽回了金色 至于清雪的虾翔比赛对手 就是老朋友冰地雪人了 接着龙马先跑去决赛用的球场看下 他在这里遇到了四天宝四的超级新星远山金太郎 小金是从金刚线一路跑来东京 路上他还偶遇枯萎坦克并获得帮助 小金非常渴望与龙马对决 而他之前听说龙马有超级粗壮的体型 身体会喷出毒素并且有三只眼睛 还是从美国回来的飙行大汉 其实小金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 他跟龙马当人没有在这里打起来 接着我们来说下病地 鸡布因为手冗的精彩表现而拦起斗志 日吉洛和向日跑去游乐场开会 敏忽和奉约在尔教堂碰面 而冷足在练琴时显得心不在焉 晚上大家不约而同的来到 当时关东大会输给清学的那个求唱 这种经历他们不想再有第二次 接着既布大爷闪亮登场 他向空中抛出一束花并宣布 兵地迈向荣耀之章即将开幕 与此同时手冗他们也在讨论新的排阵 我是全书特别说明一下 全国大赛篇的比赛很多都是一集打完 之前TV版大概是两到三集 所以比赛细节上会简略不少 另外因为TV版中后期主要是原创的 而全国大赛篇则是比较遵照漫画原著 同时为了让两个篇章可以前接得上 动画制作的时候会有所调整 接下来就是清学队兵地 这次比赛其实两边都改有出场顺序 单打三是陶城队冷足 陶城在上场前将毛巾往后一丢 藉由拓完起的风毛巾挂在了场椅上 在全国大赛之前和孙约他去山里训练 陶城现在已经可以和自然龙为一体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比赛中慢慢体会 陶城在比赛前还兴奋到发抖 第一局是陶城的发球局 冷足感觉他的力道并没有增强 难而陶城的球却突然不规则弹起 原来是因为球机中场地的小石头 第二球也是这个情况 所以陶城是瞄准那个小石头在打 不过他好心提醒冷足处理掉 打到第三球时冷足推断 陶城好像只用了70%的力道 其目的是为了提升控球力 但说到控球力冷足更胜一筹 此时陶城奋力就回一球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球会出界时 突然刮起的风把球吹到界内 陶城就好像未补先制一般 第一局是陶城获胜 之后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陶城的擦网球被风吹到对面 还有一些球因风改变路线而得分 没多久陶城就连续拿下三局 这里简单解释下阿钱之前说过 陶城最厉害的武器是感知能力 通过观察对手的各种细微变化 读出对手目前的心理状态并加以还击 如今陶城已经锻炼出惊人的直觉 他连大自然的风都可以利用 此时陶城又使冷足上前扣杀 但这一球刚好对着太阳很刺眼 于是冷足立马空中转体寻找球影 结果陶城突然跳起该做的球的影子 就这样陶城拿下第四局 然而在清除了陶城的打法之后 兵地的天才开始封闭自己的内心 这下陶城根本无法看穿冷足动向 之后冷足靠着各种朴实物化的球技 例如假动作放短球 平击上网球 测悬上网球让我们明白 原来没有特效的网球也是很厉害的 身怀千计的天才果然名不虚传 接着陶城因为救球心计而撞到杆子上 此时局数变成5比4兵地领先 不过这点小伤难不倒陶城 他从现在开始释放自己的力量 只见陶城打出一记强有力的扣杀 忍足使出中雄落网却被打掉球拍 看到陶城如此表现 忍足也开始兴奋了起来 回想起那时双打输给陶城之后 他心中的那股郁闷挥之不去 如今看着眼前的陶城他终于明白 为了让自己可以迈向更高的顶点 他必须尽全力打倒陶城 因此忍足放弃了持久战策略 一向冷静的他现在打法更像陶城 果然优秀的对手可以促使对方进步 在忍足赛末点时陶城继续打出扣杀 忍足接这一球导致球拍脱手往线断开 不过这一球最终还是被打回去了 就这样忍足6比4赢得这场比赛 在看了陶城的这场乐学比赛之后 有几名男子的斗志也被点燃了 下一场双打二是阿钱海棠对日吉向日 双方一上场就斗志满满 日吉摆出古流武术架式 向日立马祭出月面翻身 海棠看到之后就站到底线准备蛇球 此时阿钱将球抛向空中 他的这一季发球瞬间吞没了对手 这一招便是阿钱的新招式飞扑泄地 时速达到了212公里 很快清学就拿下了第一局 不过日吉向日他们并没有受到影响 不止如此他们简直就是满场飞奔 各种各样的球都会去接 没多久他们就以局数3比1领先 虽然阿钱的飞扑泄地对方无法破解 但这也只能在阿钱的发球局使用 很快局数就变成了4比2兵地领先 同时阿钱的情报网球暂时无效 因为对方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 打到这里大家终于发现了 原来日吉向日是要打短期决战 毕竟谁都不想跟阿钱海棠打持久战 所以日吉向日他们才会什么球都接 这场比赛每一球都只打2到3个回合 简单理解就是前期打后期的一个战术 接下来就到了兵地的赛末点 不过这时我们看到 日吉向日已经满头大汉疲惫不堪 其实这场比赛看上去好像短期决战 但由于海棠每一个击球都很重 这就使得对手回球时需要更强的力道 再加上日吉向日什么球都接 因此他们的体力打到现在已经不行了 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已经变成了持久战 由于每一球都是很快结束的关系 所以日吉向日之前才没有发现问题 此时他们采用双上网想要快点结束 而阿钱的情报网球也复活了 由于体力下降的关系 日吉向日不再能够随心所欲接球 因此阿钱采用精准预判每一个动作 与此同时海棠也打出新绝招龙卷蛇球 最后清雪以局数7比5获得胜利 接下来就是丹达2的比赛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清雪竟然派出手种 不过吉布和神教练却已经猜到 兵帝这边派的是画地 他们两个的相同特质都是面无表情 感觉谁先露出表情谁就会输 比赛一开始画地就打出 和手种一样的球录 就连手种领域画地也有办法 他靠着打出跟手种一样的悬球 制造出了类似手种领域的现象 看上去他们还要僵持一阵子 趁这个机会我们来插个回忆 手种在德国治病回来之后 似乎情况并没有好转 于是局推荐他去九州的一家医院 这里是为了引出漫画里九州片的剧情 手种在去九州医院的路上 偶然拿起练习场的球拍打球 结果就被一个小女孩误认为是小偷 这个小女孩叫美雪网球打得不错 然而一到了比赛就会发挥失常 手种大致判断可能是一谱症 就是由于极度紧张引发了肌肉僵硬 之后他们就遇到了狮子乐中学的人 在得知手种正处于复健时期 那帮人就用美雪逼手种跟他们比赛 而手种这边由于肩膀抬不起来 他很快就输掉了比赛 此时看出端琳的美雪站得出来 他要替手种跟对手比赛 当然美雪肯定是打不过对方的 不过他似乎克服了对比赛的恐惧 同时这也让手种下定决心 他接下了一记打向美雪的扣杀 其实手种的症状也是易普症 在克服了这层心理障碍之后 手种直接秒杀了对手 这时四天宝四的千岁也出现了 这个美雪是他的妹妹 千岁通知局手种已经没事了 特别说明在21世纪初时 易普正被证明是一种生理上的病态 回到比赛这边双方还在僵持 此时手种打出了零式短球 化地这边立马模仿过来 而手种在球落地前回击拿下第一局 接下来他就使出了百炼自得 然后化地就被打懵了 因为他很少被别人这样怀疑颜色 其实化地的能力有点类似百炼自得 只不过百炼自得是将球加倍奉还 而化地的能力是不加倍 很快局数就变成5比0手种领先 难得就在这个时候 化地竟然也模仿出了百炼自得 看来模仿这一招确实需要花点时间 由于化地在地道上具有绝对优势 局数没多久就被追成了4比5 此时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大石不忍手种继续这样撑下去 龙骑则告诉大石 就算再次受伤手种也不会放弃的 也算是多亏了这场雨 化地之后的回球频繁失误 这主要是因为他无法应对 这种突然下雨球拍湿滑的情况 相比起来还是手种的经验更多一些 最后手种以7比6拿下这场比赛 目前总比数2比1清雪领先 接着明护和凤就迫不及待的要上场 然而由于下雨所以比赛推迟到明天 离开前击步还不忘发言示威 龙骂在回坠时被大爷撩了一下 那天大石回笑之后还在练习 他因手种的表现而燃起斗志 因此隔天大石重新注册参加比赛 所以双打1是局安大石队明护和凤 局数没多久就打成了3比3平 面对澳大利亚阵型 明护和凤也有了新的对策 就是借由位移的方式 让对手别有选择只能打过定球路 不过目前看来这样还不够 接下来就轮到凤的发球局 他这时已经克服了之前的发球弱点 并且球速比之前还更快了 新式重爆发球最快时速215公里 没多久比赛就进入了抢期决胜局 大石局安利用精彩配合先得1分 同时凤为了接球不小心伤到肩膀 虽然这点伤不是问题 但会影响到新式重爆发球 接着比分打到3比2清雪领先 此时明护和凤又使出新阵型叠星幻影 就是两个人前后站位捞乱对手 只有在机球瞬间才会知道有谁挨打 这种阵型需要极度信赖对方才行 比赛打到这里 局安大石的压力都不小 局安这边出现了双发失误 大石赶紧过去安慰没有关系 而轮到大石失误时 局安也让他放松一些 虽然已经到了兵地的赛末点 但大石局安看上去并没有很紧张 接下来比赛继续 大石局安一直死守不放 就在最关键的时刻奇迹终于出现了 大石和局安产生了同步共鸣 这是在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 才有可能出现的双打奇迹 他们两个现在完全不需要交流 就已经产生了一心同体的效果 而且他们现在是靠前一时在打球 此时为了弥补被追上的分数 凤不顾手臂伤势继续打出重爆发球 接着比分来到8比7兵地领先 最后一球时局安突然挡住了大石 也许是因为同步共鸣的关系 局安感受到大石的手腕已经到了极限 他没有让大石继续比赛 结果是兵地7比6获得胜利 目前总比数2比2平 接下来终于轮到最后一场单打一比赛 几步警务对月前龙马 比赛开始前几步正在享受加油声 结果龙马突然打了一个响指 并说会赢的是自己才对 随后几步和龙马就开始互相放话 两人还打赌谁出谁就踢光头 仿佛像是预感自己会赢了一样 他们两个之后还同步共鸣放声大笑 笑完之后比赛正式开始几步发球局 龙马一上来就使出避自抽球 几步用扣杀的方式打回去 而龙马则打出新招弟子抽球 随后几步用连续弹怀色发球拿下这局 接着龙马开始转英文并使出无恶境界 这招特点就是可以使用 各式各样经过的球技 但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话 几步这边也能轻松打出各种球技 只见他用棕熊落网回击扣杀得分 随后几步开始放招 龙马还没有反应过来对手就已经得分了 这招是当时几步单枪匹马闯进力海大 与真田对决的时候练成的 不过那场对决之后被幸村阻止了 几步的这招叫冰的世界 他眼中每一根冰柱都是对手的死角 由于对手无法对死角做出反应 所以看起来就会跟冻柱一样 很快几步就以局处3比0领先 接着龙马再次使出无恶境界 不过这招对几步已经没用了 因此龙马很快又输掉了第四局 这里有个细节 忽畏提醒龙马再输下去就要踢光头了 而龙马则说干嘛要提这件事情 原本无恶境界应该保持无心状态 而龙马刚才回话就表明 他已经可以自由操控进入无恶境界 没多久龙马竟然回击了冰的世界 这主要是因为他展开了手中领域 这里其实应该叫越前领域 说明一点无恶境界势 无法模仿出手中领域的 因为那是一种通过控制球的旋转力 来引导回球路线的高级技巧 这需要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才有可能学会 而龙马因为从小就跟男次郎对打 几乎每天都累积高密度的经验值 现在这些经验都被逼出来了 随着龙马打出迈向破面的原舞曲 他将局处扳回4比4平 报说比赛越到后面 基布的注意力就越集中 他以前喜欢打持久战磨灭对手 不过现在这种超攻击型网球 才是基布原本的球风 为了兵力可以取得胜利 基布也放弃了自己的欲望 这便是基布作为兵力队长的选择 没多久局数变成6比5基布领先 此时基布说清学的拜因 就是因为手中把支柱让给龙马 与此同时边上的灯架掉了下来 接着手中回应自己并没有让出位置 龙马也说我现在才要开始抢 他的这一球穿过灯架直击死角 在抢击时两人火力丝毫不减 一边是军临兵帝王球部 最高顶点的帝王基布警务 一边是传承武士蓝次昂 追求最高境界的月前龙马 两个人赌上了自己的法量 达到117平 结果他们两个同时倒在了场上 率先站起来的是基布 而龙马在最后时刻也站了起来 他随后就打出了外宣发球 然而基布竟然没有反应 此时手中说他即使不醒人事 也要军临天下 那个讲白点就是站起来晕倒 最终龙马获得比赛胜利 清雪也成功打进准决赛 不过这之后还有一个承诺要旅行 龙马带着电推剪准备过来剃头 兵地的队员们想要保护队长 最后基布回过神来自己把头剃了 毕竟这点头发并不会影响带来的美貌 清雪的下一个对手将在 不动风和四天宝寺中产生 之前说过四天宝寺的远山金太郎 他是和龙马一样的一年级超新星 小金是一直渴望可以和龙马对打 不过在此之前他们要先打败不动风 单打三小金对深思的结果 是深思第一局就被打到弃拳 双打二是十天铁和神尾 他们碰上了高倍版的对手 忍住千野的速度比神尾更快 十天铁的波动球是大哥十天赢交的 即使阿铁和神尾后来释放了猛兽的气息 也只不过是让对手把负重脱下来而已 没多久局数变成4比0 神尾和阿铁也因无法继续比赛而弃拳 最后是单打二千岁对局 他们两个过去被称为九州双雄 如今千岁领悟无我境界 而局猛兽的气息未曾削减 比赛开始没多久 局就故意用右眼接了一个球 并说他要负起那时候的责任 事情是这样的 局和千岁之前都是狮子乐中学的王牌 不过在一次练习比赛中 局不小心打到了千岁的眼睛 千岁因为眼睛重伤而退出网球部 局在知道后非常自责 他也决定不再打网球了 恰好那时候他爸爸调职去东京 所以局才会转学到不动风 之后是听说千岁在大阪又开始打网球了 局因此才重新加入网球部 而刚才的那一球算是局的歉意 不过这并不影响局的发挥 接着千岁在发球时打出神隐 这个球会在弹起后消失 与伯二会消失的发球不同的是 神隐可以在回球中使用 随后局用一招狂师咆哮还以颜色 当局数来到3比1局领先时 千岁借此机会发动了财气焕发的极限 他预告第七球后会得分 结果真的是这样 这里解释下无我境界深处有三三大门 百炼自得财气焕发天衣无缝 百炼自得之前讲过了 而财气焕发是借由活化脑力 瞬间模拟预判出比赛的动向 没多久比赛就来到千岁的赛末点 局在最后一球时打出爆球乱舞 这是当年误伤千岁的那一招 虽然这招千岁无法预判 但他最终还是用神隐回击得分 就这样四天宝四成功晋级四强 其实千岁的右眼还没有完全恢复 接到最后那一球是因为他发现 整场比赛局都没有把球 打到他右眼死角的方向 比赛结束后千岁跟教练杜边休讲 自己要退出网球部 他想用旁观者的立场来观察网球 之后从他与手种的交谈中我们得知 无我境界天衣无缝这扇门 十几年来只有男次行曾经开启过 但千岁说现在最接近天衣无缝的是远山金太郎 接下准决赛开始 两位教练的出场安排都很有针对性 首先是单打三不二对白石 白石作为队长实力不容小觑 虽然他并没有什么特效 但他的每一球都干净利落完美无缺 正因白石终于磨练基础的技巧 他才能打出堪称教科书式的网球 同时他也被誉为四天宝四的圣经 接着不二在第二球打出会消失的发球 白石用一个超帅系的转身二次回击 不二此时上网放短球 结果是白石成功回击拿下一球 随着比赛进行不二逐渐被压制 他的棕涌落网也失败了 很快局处变成3比0白石领先 之后不二还使出了飞燕环潮 白石一眼看穿并在球落地前回击 紧接着不二就来了一招白金 这一次白石并没有移动位置 他只是测了一下头顺势反弹白金 就这样不二的绝招被尽数破解 原来在网球王子里面 这种基于基本功的打法也是能赢的 没多久局处变成5比0白石领先 并且白石还迎来了赛末点 此时不二在地上翻了一个身 他开始思考自己的网球到底是什么 这里要先无视他之前的手中比赛的剧情 随后龙马突然来到场内 他让不二学长认真一点打 而不二也确实不甘心就这样输掉 于是他开始卯足全力回击 白石看到之后觉得确实有点意思 可惜现在才开始认真有点晚了 但不二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其实也没有多晚了 在不二成功扳回一局之后 他开始进化了自己的招式 飞燕环巢比之前下坠的时机更早 这一招叫做凤凰环巢 棕雄落网改成了双手持拍回击 这招叫做麒麟落网 白金的回球直接弹到场外 这招叫做白龙 然而仅凭这几招还是无法获胜 天才不二在比赛中创造出新的招式 将拍面翻转施加更强的旋转 不二打完之后转身就走 因为这一球白石无法过往 这招就是第五种回击百臂巨人守门员 能在响招同时把名字一起考虑到 嗯 确实有点了不起 这招就连白石打高料球也无法过往 随后在白石的不断尝试中 局处变成6比5不二领先 但白石的回击也越来越靠近网边 接着比赛来到不二的赛末点 此时的白石已经可以回击那招了 而且他还故意打出擦网球 最终比赛以不二的白龙出界为结束 白石以局处7比6赢下着盘 结束后不二非常的不甘心 下一场双打二是陶城海棠 对四天宝四的搞笑组合小春小玉 他们是通过搞笑的方式 将对手牵着鼻子走 比赛一开始陶城就很在意小春的假发 小春则故意打出高料球 这样陶城就会用扣杀打掉他的假发 难得打掉之后里面还要法技 所以这是一个双层结构假发 感觉这场比赛搞笑才是重点 在陶城准备发第二球时 小春他们看似要叠心幻影 实际上则摆出牵手观音 陶城因此一发失误 二发时小春和小玉看上去要同步共鸣 实则挑了一段水上芭蕾 所以陶城二发失误输掉一球 不止如此陶城海棠现在完全被影响了 当然如果只是搞笑的话 是不可能打到四强的 接下来海棠打出了龙卷蛇球 小春见状立马进行了数据分析 并精准地将球回击得分 这个小春的IQ有200俗称天才 而且他收集情报的能力不输阿钱 之后比赛就一面倒向四天宝四 陶城感慨着对手是不是背后长了眼睛 不瞒你说早就准备好了 没多久局数变成0比3四天宝四领先 幻场时龙七教练问 就不能面无表情地打球吗 这句话提醒了陶城 他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面具戴上 虽然裁判觉得这样不合适 但阿修有过去帮忙解围 接着比赛继续 陶城海棠终于正常发挥实力 因为戴上面具后对手就看不到表情 这样小春他们就不能根据反应搞笑 很快陶城他们就把局数追成3比3平 不过带着面具打球会非常累 体力上的消耗大概是正常的两倍 好在陶城海棠都是体力怪 很快他们就把局数打到5比3 此时小玉终于使出看家本领模仿技 他模仿对手的声音给出错误提示 陶城海棠都因此而失误 不止如此小玉连对手的球技也能模仿 这对组合虽然看上去是小春比较显艳 但实际上小玉一直在暗中观察对手 后半场才是他发威的时候 就这样四天宝四反超了局数6比5 然而在下一局时我们发现 海棠打出了重心垂直跳打法 陶城这边打出了蛇球 此时小春才醒悟对手互换了身份 之前他们一直靠面具寄人 现在看来是被摆了一道 之后这场比赛达到了抢击决胜局 小春他们花了好几个球的时间 才适应面具下了新身份 结果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才发现 原来对手根本没有互换身份 这下小春他们又乱了 最后比赛以陶城的一个短球结束 比赛结束后双方还交换了信物 看得出这是一场很开心的比赛 接下来就是单打二荷村对石田赢 这是一场超力量型的对决 比赛一开始荷村就使出冲刺波动球 结果却被石田轻松接住并回击 作为波动球的开战祖师 石田赢的波动球有108式 而荷村的冲刺波动球威力相当于1式 接着荷村再次使出冲刺波动球 这一次石田用二式波动球击飞了荷村 之后的几个回合荷村一直被打飞 很快石田就拿下了三局 在打到第12式的时候 荷村已经飞到观众喜乐 大家原本想劝荷村放弃比赛 但荷村却十分坚定的要继续 可惜他依然没有办法应对波动球 此时财前无意间说出荷村这张很累赘 白石听到后立马警告他 而荷村说或许自己真的是累赘 但这场比赛他一定要赢 接着在石田打到第19式时 他的肌肉也有点撑不住了 阿修此时示意他不要再用波动球了 而荷村这边则继续打冲刺波动球 因为他发现如果以波动球对决的话 对手承受的负担会比他大很多 然而这一次石田回击的是普通球 目前局数5比0石田领先 石田的另一项技营就是波动球无效化 这样看来承受负担的只有荷村一个人 此时荷村依然没有放弃 他从一连级进入清学网球部后 就被学长们吐槽是拳雷打怪力男 不过手中他们却很欣赏荷村的力量 或许是为了不负这份欣赏 荷村才会坚持一地到决胜负 同时这份坚持也感动了石田 他决定正面回击以示敬意 伴随着第20次波动球 荷村被再次击飞 此时看台伸出几只手接住荷村 这是癌似清学坚强的后盾 难而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就在荷村准备放弃的时候 亚九金在场外接住了他 不止如此亚九金还鼓励荷村继续比赛 目前比赛来到石田的赛末点 白石代头为这场比赛的两个人鼓掌 接着荷村在深吸一口气之后 他拼尽全身燃烧之力 打出了最后一记波动球 石田眼看这球威力已经超过一百事 他只能尽全力化解了 不过最后球派脱手荷村终于拿下一球 接着阿修上场帮石田计权 因为刚才这一球石田的手臂断了 因此这场比赛最后是荷村获得胜利 结束时荷村的老爸 还特意趁着送外卖过来看一下 目前总比数2比1清学领先 那么接下来就是双打一的比赛 清学这边竟然派出手种和阿钱 这算是龙奇教练出的奇招 难而阿修也有对策 原本的双打一应该是财前千叶 结果阿修在比赛前临时换成财前千岁 他才不管千岁的退步申请 其实千岁也很想跟手种比一场 同时因为千岁的财气焕发 无法在双打中发挥作用 所以这场比赛就演变成了单打比赛 毕竟只有财气焕发能与百炼自得一战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使出绝招 千岁预判这一次要打42球 手种用神印打回千岁的神印 同时他也开启了手种领域 但是这个球网回息的特效有点过分 手种和千岁完全不受影响 阿浅也说这不是他们能插手的领域 之后得到第42球时手种出界 接着千岁又预判要打61球 他们两个打到已经看不见球了 只能看到球网在动和听到击球声 我们先不要管裁判是怎么想的 反正在第61球时千岁就会得分 就这样千岁拿下第一局 其实千岁这里还是有策略的 他故意不打中球让手种无法回击 同时采取快慢交替的战术 此时又到了千岁预告的那一球 手种的回球也确实挂在网上 只不过这球靠着调皮的旋转翻得过去 接下来在千岁预判球数之后 手种也预判比他多一球 结果竟然是手种靠着手种领域 成功证实了自己的预判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明白 手种这次成功领悟了财系焕发 并且他预告接下来只需要一球 而结果也正是如此 最终这场比赛由手种获得胜利 呃不对是由手种和阿浅获得胜利 我都快忘了这次双打 就这样清学三胜一败进入决赛 比赛结束后两边还有好道别 石田准备去医院看望河村 而千岁希望手种能去给美雪祝贺 因为他后来获得的项链比赛冠军 总之两边气氛十分融洽 另一边利海大与明古乌星德 正在争夺最后一个决赛起位 明古乌星德在全国赛第二轮时 就把全部选手换成了留学生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利海大前面两盘惨败 这下只能依靠单打二的切圆了 结果切圆被打成了重伤 也正因此他觉醒出了恶魔模式 所有人一直在一瞬间爆表 并且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最后切圆反超局数赢下比赛 其实前面两盘是学长们故意输的 目的就是威尔逼切圆更进一步 在切圆觉醒之后利海大轻松赢下比赛 回到清学之边 诶他们怎么还没走 原来是小金吵着想和龙马比赛 考虑到之后的决赛龙马没有答应 这时Cooey堂哥纯平过来帮小金说话 就是之前路上帮助过小金的那位 他说就算一球也可以 接着Cooey也跟着堂哥一起拜托 随后龙马就答应了直打一球 只见龙马一开始就使出外训发球 小金以惊人的后空犯罪上面回击 龙马瞬间开出无尔境界 同时他回击了一招神隐 但是这一招也能不倒小金 之后双方就见招拆招的打了40分钟 他们两个谁都不肯放弃 率先显怒疲态的是龙马 这主要还是无尔境界的副作用 此时白石想要叫停小金 结果小金突然开始疯狂自转 据说这招比108式波动球还危险 它是宇宙超级无敌霹雳大绝招 大车轮山蓝 随着一声巨响以及烟雾散去之后 我们发现球被切成两半掉在两个半场 龙马非常开心地回击了这一球 最终这一球算是两边平手 而在刚才的一瞬间只有几个人看到 龙马好像领悟了新的境界 无尔也因此被震撼到 之后由于比赛场地的关系 决赛将在三天后举行 因此清学的队员们就先去烤肉放松 这一集还是蛮好笑的 之后其他学校的人也加入进来 于是就演变成了吃烤肉比赛 对了 姬布的头发又变长了 相反画地的头发变短了 规则就是在一个小时内看谁吃得多 同时每吃石盘肉就要喝一杯特制饮料 大家也都灵活地运用上自己的技巧 比加着木手去给别人投放辣椒酱 不过他们在晃网子的时候全军覆没 之后我们还看到姬布喝了特制饮料 看来他即使作画也要均临天下 好在最后还是缓过来了 之后在挑战牛肉之王 下斗布里昂牛排时 阿钱开始微微道来解释这个东西 结果最后却被姬布吐槽那个肉是假的 所以阿钱根本就没有吃过 接着他由于太渴望姬布的资料而失控 阿钱之后也被淘汰了 烤肉比赛最后在一堆烟雾下中断 龙骑教练在看到账单之后就运到了 终于来到网区王子全国大赛总决赛 比赛开始前我们发现 这次怎么又是哭语冒充龙马 接着姬布带着逃城 坐上直升飞机去找龙马 回到赛场首先是单打三手种对真田 真田一开始就使出风铃火山的吉卢锋 手种也立马寄出手种领域还击 接着真田用徐如铃化解 虽然这一交铃可以化解各种玄球 但终究还是离不开手种领域 随后真田使出侵略炉火的扣杀 并施展不动如山的防御 目前情况手种似乎都可以应对 但我们仔细一看 手种领域的那个圈已经不远了 真田这是打算硬刚手种领域 此时真田又打出一记侵略炉火 手种则用百炼自得加倍奉还 然而真田却在一瞬间闪到底线 只见他双手握拍如灰箭一般 打出一招速度极快的洞如雷霆 率先拿下第一球的是真田 接下来手种便开启才气焕发 但这一次他无法做出绝对预告 因为真田发动了蓝之如银 这一招是不入一次破绽的 暗示出采取各种行动的可能性 因此才气焕发才无法看穿 其实这才是风铃火山的全貌 风铃火因山雷 为了能够打败手种 真田一直封印雷和银这两招到现在 所以目前局面是百炼自得难接雷 才气焕发布之音 没多久真田就已经拿下三局 此时手种依然面不改色打出零式短球 真田闪现在球落地之前回击 手种趁势打出扣杀 真田再次闪现雷霆回击 这一球虽然手种发动手种领域接住 但他球拍脱手拍网破了 这下手种领域相当于被正面破解 目前局处4比0真田领先 接下来手种做了一个决定 只见真田的雷竟然打到界外 既然接不到雷那就不要去接好了 曾经龙马问过手种是否可以通过手种领域让球出界 手种表示那基本不可能 正常的手种领域只需要施加适当旋转 让球向自己移动最多2.6公尺就行 但如果想让别人的球出界 就要给球增加4.2公尺的外旋利 不过这样的代价非常大 他的旋利要比一般手种领域多6成 这一招叫做手种幻象 此刻手种不顾自己手臂的安危 他硬是将局数追到3比4 就连真田都提醒他差不多可以了 结果手种在下一局连续使出零式发球 想起他之前说过在赢下比赛之后 就准备要去德国接受职业训练 大使无奈地流下眼泪 四球过后目前局数4比4 手种的手臂已经预血肿胀 同时真田也因为雷使用过度而受伤 即使这样他们在下一局依然选择硬拼 结果是手种5比4反超一局 换场休息时幸存让真田不要硬碰硬 因为手种已经无法使出零式发球了 这样的话只要真田不主动使用雷 手种就只能一直开着手种换向低防 其实真田并不想这样做 没多久比赛来到真田的赛末点 他在最后时刻还是选择硬碰硬 同时手种也是正面回击 虽然球拍脱手 但这一球已经被施加旋利打回 眼看球已经开始下坠 真田这边却因脚上而动不了 他非常不甘心会这样输掉 其实大概在三年前 手种出现在真田面前并将其打败 从那以后真田就一直想要打赢手种 此时在真田的呐喊声中 那个球掉回了手种半场 就这样真田终于赢下了这场比赛 不得不说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 而在第一场比赛结束时 逃城带着龙马终于来到现场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龙马竟然失忆了 他完全不记得大家和网球的事情 与此同时双打2的比赛准备开始 由阿前海棠对切元和连二 比赛一开始阿前的情报接连出错 切元还使出短舌球擦伤海棠脸部 之后阿前采取了以前的策略 那就是由海棠全力接球 而阿前趁这个时候搜集资料 难而当局数变成3比0厉害大领先时 连二和阿前同时说出资料已经搜集了 这是连二猜出阿前会这么说 他还问阿前如果那些资料 全部都是假的要怎么办 此时阿前开始对资料产生质疑 而且海棠的龙卷蛇球 对赤木状态下的切元是无效的 只见切元的回球直接打向阿前 同时他还踩碎阿前掉过来的眼镜 不过连二及时交易了切元不可以这样 他还过去跟阿前道歉 好在阿前的眼镜都倒用不完 接着比赛继续 阿前的数据依然不起作用 他也因此而更加质疑自己 很快局数变成5比0 关键时刻是海棠鼓励了阿前 至少他从未质疑过阿前的数据 而且他们一路过来克服了不少难题 之后阿前给海棠做球 海棠用龙卷蛇球的架势 打出了类似柳生雷射光束的直线球 这是他当时跟柳生双打后想出来的 有了这一球阿前开始恢复自信 由于海棠可以用相同架势 打出两种不同球路的快速球 清学这边开始将比分追回去 然而意外很快就发生了 切元这边因为猜错海棠的球路 所以他被直线球打中脸部 接着在人王添油加速之后 切元就开始恶魔化了 随后切元开始疯狂攻击阿前 这种形态连恶也无法阻止 此时海棠不能看着阿前被打成重伤 他因此过于愤怒而开始恶魔化 好在阿前及时拉住了海棠 他说资料已经收集完毕了 海棠这才恢复正常 但是阿前最后还是倒了下去 就这样清学弃拳双打二 接着画面一转我们突然看到 伯二正被人王的陨石抽球打到赛末点 随后这个人王还变身成了切元 好在这一切都只是阿前的梦而已 回到现实中伯二以局处3比0领先 进化后的三种回击 加上百臂巨人守门员 伯二很快又拿下一局 然而人王也通过这四局再调整策略 只见他在第五局时幻化出手种的样子 这个大家不用诧异 因为幻象本身就是人王的技能 回到场上人王模仿出了百电自得 他看起来简直和手种一模一样 仿佛项列排名赛又重演一般 伯二首先打出白龙 人王在球飞起前扣杀 接着伯二使出奇迪诺网 人王则以手中领域应对 随后伯二打出凤凰还巢 而人王则以灵式短球拿下这分 之后人王竟然还使出了手种幻象 没多久人王就把局数追成4比4平 紧接着他又破解了百臂巨人守门员 因此局数变成了5比4 而且下一局还是人王的发球局 此时人王使出了财气焕发的绝对预告 而伯二则闭上眼睛使出心眼 他靠着绝对集中的注意力 凭借直觉回击来求 就这样他破了财气焕发连赢两局 其实当伯二看到人王在刚才的发球局 并没有打出零式发球时 他就恍然大悟眼前不过只是幻象而已 同时伯二借由于幻象比赛 又回归到当初打网球最单纯的初衷 眼看形势不妙人王又幻化出了白石 可惜伯二不会输给一个人两次 他说自己将打出第六种回球星火散花 人王表示话虎烂可不是你的人设 接着我们竟然在白天看到了 星火如烟花一般散开 很快伯二以局处7比5赢下比赛 星火散花简单理解就是 在预测风向后把球大力打向空中 借由吹到炎波状会场内的风 在急速下坠后会产生不规则旋转 所以阿前之前做的梦是反的 接下来就是第四场双打一比赛 由大石局安对桑原文泰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这盘比赛赢了那龙马就要上场 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即使上了也没用 此时局安大石能做的只有拖时间了 而陶城准备带着龙马去乐身 他想通过打球让龙马恢复记忆 接着在看到陶城如此用心良苦之后 龙马开始主动要学习网球 那么他到底是如何失忆的 在决赛开始前两天 南次昂带着龙马来到深山修炼 目的是为了教龙马天衣无缝 他让龙马用树枝打石子 龙马从白天打到晚上都不得要领 此时南次昂用相同方式击中一头野猪 他告诉龙马不要拘泥以表象 要学会看清事物的本质 隔天早晨龙马逐渐掌握要领 结果有个木头从瀑布上掉下来 父子养人合力使其改变方向 但由于木头落水后的水花太大 所以龙马就被冲进河里 当然次昂救起龙马时他就已经失忆了 回到现在面对陶城的垂直扣杀 龙马脑中闪过许多记忆片段 看来这样的方式是有用的 接着阿前和海棠过来帮忙 同时以前的对手也闻讯赶来 另一边利海大与局数5比2暂时领先 陶城这边赶紧来汇报情况 在得知龙马已经逐渐恢复记忆后 局团大石终于开启了同步共鸣 正面达到龙马 才是我们利海大的作风 与他一同前去的是鸡不紧物 没多久局团大石反超局数获得胜利 这样的话总比数就是2比2平 最后到了单打一龙马对幸村 龙马现在好像还没来 不过幸村也没有要上场的意思 为了再拖延一点时间 小金突然跳到场内要跟幸村比一球 虽然这一球小金很快就落败了 但龙马也终于恢复记忆赶到现场 话说幸村的外号叫神之子 他在过去的100场比赛中没有输过一局 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 龙马首先打出外讯发球 紧跟着就是A字抽球还有酷截击 虽然第一球是幸村得分 但龙马的目的在于让对方脱掉外套 这确实很像龙马的作风 接着龙马便展开了无我境界 以往对手的绝招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面对大爆炸发球幸村轻松回击 面对爆球乱舞幸村说球不会分身 面对神隐幸村吐槽球不会消失 结果面对洞如雷霆幸村呆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真田说 真田回答道都要大结局了开心点了 虽然这对话是我乱编的但意思差不多 相对真田执着于比赛 幸村这边更执着于胜利 很快龙马的招式被再次破解 就连那招大车轮山篮都没有用 接着龙马又使出百电自得 不过这招最好配合手中领域使用 因为身体的其他部位体能会下降 没多久龙马就输掉了三局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在下一球时龙马将百电自得气净 转移到了双脚追球 随后立马又转到右手回击 这确实也是一种用法 龙马因此扳回一球 接着他又开启了才气焕发预告六球 结果龙马在打第六球时竟然失误 他落地的时候还不小心摔到了 起身之后龙马并没有注意自己流鼻血 而幸村说龙马已经快失去触觉了 从此刻开始神之子逐渐发威 龙马在对打过程中首先失去了触觉 这是幸村的绝招剥夺五感 根据小金的回忆 因为无论什么球都会被幸村打回 交手越久脑中记忆越深刻 渐渐的心里就会开始感到恐惧 通俗点讲有点类似义府的症状 此时场上的龙马失去了视觉 他所幸选择闭上眼睛靠听觉回击 但很快连听觉也被剥夺了 龙马此刻无感尽失 他还不小心被幸村的发球打中 这下局数变成了4比0 虽然下一局是龙马的发球局 但他根本连球都打不到 此刻龙马在场上狼狈不堪 迷糊中他想起了父亲男次行 想起了从小就陪伴自己的网球 想起了当初打网球是多么的快乐 是的他怎么可能讨厌打网球呢 那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 在明白这点之后龙马拖完开始发光 他终于打开了无我境界 最后一扇门天意无缝 一瞬间龙马已经发球得分 裁判是在看了回放之后才判定 接着龙马稍微放慢了点速度 即使如此他也是轻松拿下此局 这样的龙马根本无法阻挡 他之后还打了一个过网球 就在幸村找不到球在哪里时 那颗球开始旋转翻了过去 很快龙马就把局数追到4比4平 此时男次行来到了看台上 他解释了天域无缝的原理 其实就是每个人最开始打网球时 对于网球的那种热爱 只不过随着比赛而求胜心 大家会逐渐忘记这个初衷而迷失 确实龙马现在打得很开心 而执着于胜利的幸村则很辛苦 接着龙马跳到空中使出武士截击 这球击中网柱线被切成两半 而幸村竟然将两个半球都打回去 此刻龙马专心等待时机 他只用一拍就回击了两个半球 这两个半球分别落在幸村两侧 就这样龙马获得比赛胜利 清学阻止了厉害大的三连霸获得冠军 大家都很开心的冲进场内 首种也难得露出微笑的表情 比赛结束后幸村还跟龙马说 下次要打一场开心的网球 此时其他球队都准备回去了 颁奖典礼上首种拿起优胜大棋 接着时间来到下一年级 海棠是清学的新队长 首种这边也做好去德国的准备 而龙马则去了美国 我是全叔终于讲完了 在回顾完第一部网球王子之后 我们来聊下动画与漫画的差异 首先我们先讲下网球王子的前身 在Jump连载前都会有一个短片试水 这个短片里的角色设定 跟正式版的不大一样 故事发生在世木版网球花园 主要角色是龙马 龙奇猜猜子和左左部 左左部是龙奇的网球教练 不过他一个月只教一次 比起网球他更想和龙奇约会 但龙奇并不喜欢这个人 接着12岁的龙马就出现了 他给龙奇讲解了握拍方式的问题 也正因此龙奇的回球有了进步 之后龙奇就和龙马开心的聊了起来 然后那个左左部就有点不爽了 事情之后演变成他要和龙马对打 桥段跟TV动画第一集差不多 判定底线球一出界 和故意攻击龙马的剧情也有 而龙马选择回击的方式 一个是打碎对手的墨镜 另一个是故意击中对手的脚踝 这样左左部就无法判定出界 短片中有叙述两年前龙马是个篮球小子 当时他放倒那些对他恶意犯规的学长 比赛结果自然是龙马获胜 同时左左部也痛改前飞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作者原本设定 主角是叫远山金太郎 而龙马是作为对手角色出现的 但在短片发表之后就改了 接下来就到了主线故事 前面的剧情基本都差不多 太细节的地方就先不讲了 比如一开始刁然心生的并不是荒景 而是其他学长之类的 动画漫画的不同主要从观众大会开始 在第一轮与兵力的比赛结束后 手中就要去疗伤 动画里面是去德国漫画是在九州 不过九州这段剧情 后面OVA全国大赛篇动画有补上 漫画里大时当上代理队长之后 还有请不动风来打练习赛 接着关东大会第二轮清学对上绿山 动画里是原创对上成城香兰 而在漫画里成城香兰是被绿山淘汰 与绿山的剧情其实很短 他们有一个特别教练叫基勒泰造 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网球职业选手 同时他儿子静心也在球队里 由于有职业选手当教练 绿山整体的打法都比较老成 对于一些浪费体力的球会选择直接放弃 这场比赛里龙马对上了静心 比较有意思的是泰造是蓝次昂的晚辈 原来他也和蓝次昂一样 从小就开始培养儿子打网球 只不过他似乎感觉到 静心对于网球的乐度越来越低 随后蓝次昂有开导他 这轮比赛结果是清学三战全胜 静心因为比赛输给龙马 他又重新拿起了打网球的斗志 接着到了关东大会半决赛六角队清学 这场比赛双打一跟动画有点不一样 首先不二局玩一开始就有互相支援 其次左博对局玩采用的是人定人战术 之后局玩就使出了新的招式 一瞬间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局玩 这主要是由于移动速度快产生的残影 最多的时候能看到三个 比赛结果依然是清学获胜 而下一场单打三动画是龙马对奎 漫画则是海棠对奎 虽然海棠一开始就打了一个局数4比0 但这是奎故意要让四追六 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吸引妹子的注意 另一个是让自己承受压力爆发 这种方式还挺特别的 一段时间后奎确实把局数追平了 接着海棠就球星借中到网柱上 然后他就用头巾绑住伤口 我是觉得海棠这个样子超帅的 动画没做出来有点可惜 最后海棠凭借自己的球风获得胜利 另一边龙马在乐身中看到 不动风惨败给了厉害大 这场比赛中切元开启了赤木模式 他是直接攻击局的 之后龙马就开始练习新招酷截击 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他和切元对打 两人一开始的对打还算正常 一段时间后切元就用球击中龙马 同时他还打出了直接发球 同行的桑原根本无法阻止 切元摆明就是瞄准龙马的膝盖攻击 不过龙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这份坚持让龙马在最关键的时刻 觉醒出了无我境界 随后切元就被疯狂吊打 当真田文迅赶来时比赛已经结束了 龙马因为开了无我境界而泪倒 桑原和切元各挨了真田一巴掌 毕竟厉害大的戒律是不能输球 接下来就到了动画漫画差异较大的一个篇章 关东大会总决赛 双打二是桃城海棠对桑原文泰 这场比赛没有差很多 漫画里没有出现波动回旋蛇球 短蛇球还是有的 而且海棠还打出了很帅气的逆向蛇球 最后他们是以局数1比6落败 动画里是5比7输了 再来就是双打一局弯大使对人王柳生 这场比赛动画漫画差别就比较大了 比赛开始没多久局弯就使出残硬 结果却被人王打中了头 不好说这是不是意外 反正局弯后面还能继续比赛 接着局弯大使靠着默契配合拿下一局 然后柳生就使出了绝招雷射光束 这是一招快速无比的直线穿越球 凭借这招利海大很快就反超一局 然而局弯也趁机适应了雷射光束 所以他们在第四局时将局数追平 原本以为形势开始逆转 结果第五局时人王竟然打出了雷射光束 其实把人王和柳生互换了身份 毕竟是球长老千 在两道雷射光束的攻击下 局数很快就变成5比2利海大领先 换场休息时龙奇教练提醒他们 当初谁说的双打有无限可能性 同时还说他们可以用新阵型 这个新阵型叫做大使的领域 就是大使和局弯攻守互换 由大使近距离判断对手情况 并下暗示给局弯回击 没多久清雪把局数追到4比5 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没能打过 正牌柳生的雷射光束 在局弯火箭炮回族失败之后 清雪以6比4输掉了比赛 接下来就是单打3连2对阿钱 剧情上没有差很多 连2在漫画里有使出旋风真空展 同时他也有睁开眼睛 值得一提的是阿钱在这场比赛里 也有把眼睛露出来而且很帅 最后比赛是阿钱已局出7比6获得胜利 接着漫画有说姓孙到底得了什么病 就是急性脱髓翘性神经炎 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 回到比赛这边真田差点就挡了连2 这里要解释一下漫画里的真田 是比较严厉且霸气的 不过真田的那个巴掌被切缘南下 之后就是双打2切缘队不二 那个动画里不二是为了给菊报仇 而漫画这边是为了给龙马报仇 比赛一开始不二就非常认真 而切缘也开出了赤木模式 在不二拿下第一局之后 切缘还生气了T2球网 难而当局数达到2比0不二领先时 切缘找到一个破绽攻击的不二 随后不二的眼睛就暂时看不见了 此时不二依然坚持要比赛 毕竟这场输清学就输了 但看不到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局数很快来到4比3切缘领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伯二在第八局时竟然可以回击得分 而且还把局数扳回4比4平 他现在是靠着感觉爱回球的 随着局数被反超 切缘不甘心就这样输掉 他不想输给厉害大三巨头 更不想输给一年级的龙马 他的这份执着也同时触动了伯二 他们两个谁都不愿意输掉这场比赛 结果在被逼到极限的时候 切缘突然使出了中雄落网 以及其他所见过的招式 这时的切缘竟然进入了无二境界 几个来回之后切缘就使出了 真田侵略炉火的扣杀 伯二虽然用中雄落网打了回去 但同时他的拍线也断了 眼看切缘再次打出侵略炉火 龙马及时提醒伯二用拍框 伯二这才成功回击了这球 而切缘由于无法掌控无二境界 最终他也无比七输掉了比赛 结束后他也累到睡着了 醒来后切缘主动认罚 不过真田却让他坐在教练席上 最后终于来到单打一的比赛 由皇帝真田选一郎对王子月前龙马 这场比赛动画漫画就差很多了 龙马一开始就使出无我境界 而且还是有意识控制的那种 同时真田也很快使出了急如风 这招由于速度很快所以看不见灰拍 真田这个时期有四大绝招风灵火山 龙马这边则利用神威的飞矛腿技能 加上深思的战时麻痹 从真田手上拿下第一局 不过这一局应该是真田故意让的 他的意图是要让千元看清无我境界 因为无我境界最大的副作用 就是非常消耗体力 同时真田也打出了真正的急如风 这个速度是刚才的三倍以上 没多久真田就把局数打到3比1 而龙马这边已经是满身大汗 不过他要找到破解急如风的办法 因为急如风的诀窍类似拔刀数 所以只要在真田那刀前回击就行 结果真田随后就祭出了侵略如火 龙马以局数1比4落后 这之后比赛仿佛进入了一面倒的局面 然而龙马并没有放弃 他还说已经找到风铃火山的弱点 只见龙马利用单脚碎步后撤化解力道 并瞬间进入无我境界 同时打出了急如风回击 这就是风铃火山的弱点 招式之间可以相克 之后局数来到5比2真田领先 不过真田不再施展风铃火山 而龙马这边也是不敢有丝毫懈怠 原本真田以为龙马撑不了多久 结果龙马的球速竟然越来越快 有一瞬间真田从龙马身上看到了武士的影子 这个影子曾经手中也看到过 所以龙马就是需要被人逼到绝境 一段时间后龙马竟然撑过三个赛末点 局数来到了5比5平 在这种情况下龙马再次使用无我境界 接下来双方继续胶着 最后时刻真田突然打出上弦高调球 而龙马也打出了酷劫机 最终龙马以局数7比5拿下比赛 接着在颁奖典礼上真田拒绝了奖杯 因为除了冠军之外别的都毫无价值 这个性格跟动画比还是差挺多的 接下来的剧情大家也都清楚 动画开始进入日美对打纯原创 而漫画很快就进入到了全国大赛 有一点要说明下 为了让OVA全国大赛片 可以接上TV原创的部分 动画在制作的时候也做了点改动 部分改动不了的只能应接 比如我们TV版看到手种明明已经归队 而在OVA里面又要演一遍他回来了 同时如果没看漫画直接看OVA的话 可能会发现历海大前后人设有些不同 这是关东大会决赛改编所衍生出来的 不过动画还是有精力去弥补剧情 漫画里手种赛前归队 大使要跟手种比赛证明他的伤好了 动画里面这个桥段则用在龙马身上 因为那时候龙马刚从美国回来 另外再讲一个有意思的点 动画之前原创过手种和不二比赛 那场比赛中不二的三种回击都进化了 而在漫画里它是跟白石 在比赛的过程中才进化的 然后我们对比下时间 动画的这三集原创是在2005年3月份 漫画这本单行本是在2007年1月份出 虽然出单行本之前会先在杂志上连载 但即使把时间往前推一年 也应该是动画原创比漫画早 所以这里感觉像作者借鉴了动画原创 同时漫画中不二与手种的对打 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呈现的 就是由人王幻象出手种与不二比赛 这里出现的一些台词 跟TV原创的那三集有点类似 因此如果你没有看过漫画的话 看到OVA这一集时一定会有不少问号 比赛结束后不二还跟手种越战 这也许是为了呼应之前动画的剧情 漫画的结局是手种准备去德国 而龙马则去了美国 所以动画漫画在这一部作品里面 其实有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前提是需要无视掉一些 明显无法解释的前后矛盾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漫画结尾的故事 还记得动画里面龙马最后从美国回来 目的就是为了找手种比一场 那场比赛最后是龙马赢了 这也代表着清学之助的传承 而漫画在最后用一个短篇小说 描绘了之后三年级生毕业典礼的场景 陶城海棠以再教生代表的身份参加 三年级生一个接一个的领取毕业证 最后毕业生代表手种上台发言 此时的场面非常感人也很温馨 结果突然有一颗球飞向手种 原来是龙马回来了 他希望和手种再比一场 比赛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每位读者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就这样网球王子完结了 就这样樱花的花瓣在广阔的清空中持续飞舞 我是玄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